十岁的秦子经没了娘 姨母接她入京 本以为这是寄人篱下 客死他乡的不归路 却没想到 是婆媳联手斗渣渣 青梅竹马撒狗粮 拜师学义赚钱钱的康庄大道 婆婆 儿子可以不要 儿媳就是我的亲女儿 相公 娘子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包括我 秦子经 这个教我说了算 第一章教媳嬷嬷 今日可真神奇 天上有风 地上有钱 风一吹前就飞 飞着飞着 就落在了荷叶上 妇人提起裙摆 身子前倾 伸长胳膊 去够荷叶上的银票 眼看着指尖 已经碰到了银票 对岸的芦苇丛里 猛地跳起一人 大喊 余嬷嬷 你在干嘛 余嬷嬷嬷嬷下一慌 重心不稳 整个人直直地扑进了湖水中 余嬷嬷嬷在水中疯狂地挣扎 岸上却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 嬷嬷 那湖水还没有我高 您到底要在里面挣扎多久 岸上的人笑着说 余嬷嬷嬷嬷了吻身子站起 湖水刚过自己膝盖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的水屋 仓促地抬手捋了捋 散落下来的发丝 低头倾壳一声 再抬头 气派十足 我不过是随便走走 姑娘盘问我做肾 倒是姑娘这个时辰 不在院子里练女工 跑园子里干嘛 从卢尾丛中冒出来的 正是秦府的小姐秦子金 她生着一张秀气小脸 浓眉大眼 笑起来灵气十足 面对娇嬷嬷嬷的训斥 她一点也不慌 提了提闭色的裙摆 慢悠悠走出芦苇丛 上到一旁的石拱桥上 居高临下地 看向还泡在水中的叫嬷嬷嬷嬷 姑娘笑什么 余嬷嬷气得很 正要在训斥 便瞧见秦子金 抬手做了一个拽动的动作 自己方才追了一路的白两银票 再次随风而起 飞到了秦子金的手里 秦子金别嘴摇了摇手里的银票 叹了一口气道 觉得我这风筝比那些人的好看 秦子金朝着余嬷嬷眨眨了眨无辜的大眼 随即小嘴一扁 委屈十足地说 只可惜 中看不中用 竟是个飞不起来的 余嬷嬷的脸上一阵黑一阵白 气得直跺脚 却一脚踩在莲花梗上 摔了个泥水四溅 秦子金却不管她 乐呵呵地提着自己的风筝便走了 只是刚下桥 便看到院门口上 站着一位陌生的少年 少年迎观树发 明眸如水 肤色白皙 配着一身米色长衫 站在一层艳红的牡丹花旁 宛如一幅精致的花 秦子金心间一麻 神经反射地 从耳后跟 升起一丝撞见陌生人的羞红 赶紧伸手理了理自己的衣衫 躬身朝朝少年微微屈膝 小哥哥找谁 少年眉间微醋 眼神间夹着些许的厌恶 静不言一语 静止转身走开 他走得飞快 秦子金连目光都来不及 追不上少年的背影 眨了眨眼 自毁小院东凤 秦子金刚跨进院子 便叫了一声 方才我在园子里 撞见一十分好看的小哥哥 面生的紧 可是府上来客人了 屋子里立刻迎出来一丫鬟 小跑至他跟前 拽他进屋 还不住地低声说 咱们院里 怎么会有陌生男子 姑娘小点声吧 小心叫人听了笑话 这难道还能是我看错了 秦子金小声嘀咕 随即他又不慎在意地摇摇头 得意地举起 手里的银票 笑着同东凤说 不管那些 与你说件高兴的事 秦子金说着 凑过去在东凤耳边 将园子里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你可没瞧见他那狼狈样 东凤听完却大吃一惊 紧张地看着秦子金 于摩摩好不容易安生了几日 你又何苦主动去招惹他 谁叫他打你 秦子金收了笑 轻身去看东凤的脸 却被东凤侧身躲开 东凤抬手挡了挡脸上的伤痕 奴婢这伤不要紧 倒是您 惹了他 回头又得受多少罪 老爷这才走了半月 姑娘先是受了一场风寒 紧接着又发了一场暑热 险些 东凤声音哽咽 觉得后面的话不吉利 及时闭了嘴 低头掩起了眼泪 明明姑娘才是秦府的主子 却被一个叫媳嬷嬷 折磨得死去活来 东凤眼干眼泪 继续劝道 姑娘先前都答应奴婢了 只管好好学会礼仪 等老爷回来 便将于嬷嬷打发走 今日却是怎么了 秦子金沉默不言 秦子金确实答应了东凤 但不是自己答应的 三月的天气 忽寒忽热 小丫头一冷一热 接连病了两回 直接香消玉雨 如今清醒着的 是浑川而来的另一个秦子金 秦子金出来乍到 不敢自作主张 按着原主的记忆 处处忍耐这个叫媳嬷嬷嬷 却不想令她变本加厉 昨日居然连东凤都打 昨日 东凤见厨房里温着一盅雪阁 便端给了秦子金 后来得知是余嬷嬷要吃的 赶紧叫人又炖了一盅 刮了一道血痕 秦子金出来时 园主鼠热未散尽 浑身无力 皆是东凤在身边静心照顾 秦子金暗中记着她的好 如今见她被打 比自己挨了巴掌还难受 忍了一夜 终究是忍不了 才筹化了园子里的那一出 一来震慑一下余嬷嬷 二来拿此事哄东凤一乐 可如今听见东凤反来劝自己 秦子金不由的心中酸楚 若是忍了就能平安无事 那十岁的小姑娘 何至于会病死 东凤见秦子金半天不说话 以为自己的劝说有效 便继续说 姑娘 您听奴婢的劝 她毕竟是娇喜嬷嬷 得罪了她 与您并无好处 她若在外面胡说坏您名声 您可得不偿失 秦子金连忙摇头 凑上去查看她脸上的伤 她在府中作威作福我不管她 但她不该仗着我父亲的信任 如此蛮横无礼 胡乱打人 东凤笑笑 姑娘能如此为奴婢 奴婢心里感激 但奴婢皮操 叫她打几下不碍事 不值当姑娘为奴婢犯傻 今日的事 姑娘高兴就行 一会儿奴婢去给嬷嬷赔个罪 秦子金顿时急了 拽着东凤的衣服道 东凤 大家同为人 没有活该被打的道理 咱们不惹事 但绝不怕事 秦子金话音刚落 廊下忽然闯进来几个身影 为首的 于嬷嬷冷哼一声 拿捏着腔掉道 哟 秦家姑娘好大的口气啊 新书终于出来了 简单说几句 本文架空 不支持考古 如有错字 欢迎留言指正 望大家畅所欲言 积极互动 小辈会及时回复 最后 求一波收藏 好评 爱你们 妈妈大 第二章外课 于嬷嬷身后 跟着四五个高大的年轻婆子 这些都是于嬷嬷自己带入府的 身强力壮 这些日子 在秦府没少作恶 秦家下人稍有不慎 惹了于嬷嬷不痛快 必定要被这些人打骂一顿 东凤见了 不禁浑身站立 又下意识地把秦子金 往自己身后护了护 姑娘如此言语轻狂 目无尊长 看来是老妇近日教导的不够 于嬷嬷停下脚步 你们好好请了姑娘 到日头底下 被被女婿 请嬷嬷宽醉 东凤立马上前 跪到于嬷嬷跟前 我家姑娘数热才好 身子还没缓过来 万不可再晒了 于嬷嬷轻蔑地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东凤 冷哼一声道 何时需要你这么个小丫头 来教我如何教导姑娘了 东凤将头低下 紧张地说 奴婢不敢 只是姑娘身子弱 经不起折腾 眼瞧着老爷就快回了 若是姑娘病下了 嬷嬷也不好交代不是 于嬷嬷当下脸色一黑 我说 姑娘今日怎么如此狂妄呢 原来是打量着秦大人要回来了 便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了 倒不知 这想法是姑娘生出的 还是姑娘身边的丫头生出来的 依我看 姑娘言行不当 多半是你们这些丫头们挑唆的 来人 先把这丫头拉到廊下 赏她十个嘴巴子 好好教教她 日后在姑娘身边该如何说话 你敢 秦子精冲上前 将跪在地上的东凤拉起 恶妇 换你一声嬷嬷给你长脸了 谁许你在我们秦府如此大呼小叫的 你 于嬷嬷险些被秦子精这声恶妇气死 跺着脚大喊 赶紧把这对发了疯的主仆给绑了 东凤自然不能让这些人抓到小主子 一咬牙 直直朝婉秀上前的几位婆子撞去 秦子精趁机后退一步 抓起桌上的茶水 连茶带碗 直接砸像站在门口的余嬷嬷 又趁着余嬷嬷鬼哭狼嚎的空当 快步跑进里间 跳到榻上 支开窗户 翻窗跳到屋外 余嬷嬷带来的婆子们 虽然高大 跑得快 但不及秦子精灵活 秦子精绕着栏杆翻进翻出 成功躲开几位婆子 到了院子外面 院子外面早为了几个寻生 而来的吓人 秦子精见机大喊 还愣着干什么 这些人要杀你们小姐 你们还不上前帮忙 秦府吓人 平日受尽了这些人的欺压 敢怒不敢言 今日得了主子准许 立马一拥而上 没几下就跟那些婆子们 凝打成一团 秦子精得以脱身 赶紧又快速钻进院子 远远瞧见余嬷嬷拽着东凤的头发 殴打他 便伸手在一旁的花盆里 拽了一把干灰 冲上前朝着余嬷嬷上一洒 又趁他看不见 朝他膝盖窝 狠狠踢了两脚 直接将人踢翻在地 如此 秦子精还不肯罢手 又将余嬷嬷 双手反扣在身后 屈膝跪压上去 如今 你清楚 这院子姓什么了吧 看你日后还如何猖狂 余嬷嬷眼睛里进了灰 刺得眼泪直流 双手附在身后也扯得疼 连连告扰 姑娘饶命 老奴一时糊涂 以后不敢了 不敢了 秦子精可不信他 朝东凤喊 快去找根绳子来 将这恶妇绑了 东凤刚要起身 突然愣在了原地 简直胡闹 还不敢紧起来 原本应该在寻现的秦明远 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院子门口 此时手拽袖口 脸色气得降红 秦子精借着原主的记忆认出人来 顿时耸了一大半 赶紧松开余嬷嬷 垂手退立到一边 你怎如此顽劣 秦明远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 赶紧让人将余嬷嬷扶起 原本已经服软的余嬷嬷嬷 看清秦明远之后 立马哭闹起来 秦大人 您再不回来 老夫可就要交代在你们府上了 您家这姑娘 我是交不了了 您可怜可怜我 便放我回去吧 你少恶人先告状 秦子精愤愤不平道 你闭嘴 秦明远瞪了秦子精一眼 抬头吩咐东凤 将小姐拉进屋去 东凤窃窃窃地看了一眼秦明远 拽着秦子精进了屋 屋外 余嬷嬷还在哭诉 幼童无知 我已经处处让着他了 可他目无尊长 推我下河 险些淹死老夫 老夫不过是劝诫几句 他便不依不饶 招呼下人们打我 若不是我随身带着几个仆妇 只怕是等不到秦大人您回来了 秦明远拧眉听着于嬷嬷的哭诉 身子微弓 低头做赔罪之状 小女顽劣 冒犯了嬷嬷 属实不该 我必严加训斥 还请嬷嬷宽恕 还请嬷嬷在府上多住几日 好生休养秦明远说 放是肯定不可能放的 不可能放着嬷嬷 出去宣扬自己女儿的烈性 等着下人们带走了于嬷嬷 秦明远看了一眼 身后跟着自己进来的妇人 拱手一拜 府中如此荒唐 叫嫂嫂见笑 还请嫂嫂先往前厅 坐着喝杯茶吧 妇人倒是担忧地 往秦子经屋里看了一眼 秦明远直起腰身 一脸严肃地朝屋里道 家里有外客 赶紧梳洗干净 出来见客 说完 秦明远转身 朝妇人抬抬手 扫扫请 妇人这才点点头 随秦明远一同出去 秦子经听说有外人 赶紧趴到窗边 只瞧见那妇人衣着滑跪 身后跟着四五个衣着得体的丫鬟 一看便知身份不一般 那是谁 秦子经在原主的记忆里 没找到相关的人 东凤也看了两眼 五官宁坐一团 好似见过 却想不起来了 那边换衣服 去瞧瞧 秦子经赶紧下榻 走到水盆边准备梳洗 东凤赶紧上前 拦住秦子经道 姑娘还是别出去了 老爷这会儿正在气头上 当着外客不会责罚 只带客人一走 必定会罚您 一会儿便让奴婢前去 说您下病了 老爷心疼您 这是说不定就过去了 您又想胡过去 秦子经瞪大眼睛看向东凤 那婆子如此欺辱你们 凭什么就此过去 我定要原原本本地 将他的罪行都揭露出来 东凤却说 他对您做的那些事 到了老爷跟前 大可说是教导严厉了些 即便是老爷心疼您 信了 那又如何 最多将他赶出府 一旦出了府 谁又知道 他在咱们府上做了什么 全凭他一张嘴在外湖州 指不定把您说成什么样 秦子经略意思索 迷眼道 既如此 他就更不能出这个府了 第三章姨母 秦明远说的外客 是齐绪元的夫人安氏 早年齐家 还在尹川的时候 齐绪元与秦明远是同僚 关系清后 两家夫人一见如故 一结金兰 成了姐妹 虽然七年前 齐家举家入京 两家走动减少 但一直有书信往来 关系没断 前厅里 下人们上了茶水 便推至门外 秦明远看了一眼 喝茶的安夫人 轻叹一口气 若不是今日提早回来 我竟不知 这孩子已顽劣到如此地步 让嫂嫂见笑 安夫人放下茶碗 温婉道 子经毕竟年幼 又刚没了娘亲 一时冲动也在所难免 婉儿人如齐明 最是温婉贤良 子经由她代大 不会是顽劣性子 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 听她提起自己 刚刚过世的妻子 秦明远一阵心酸 摇摇头 换了个话题 嫂嫂怎么独自一人 回尹川了 我受老夫人之托 回尹川督查老宅休憩 子义陪着我一同回来的 安夫人道 只是她赶着去云林 给先生贺寿 已经出发了 估计要待上几日才会回来 对了 我叫她走之前 来府上见见子经 就不知两个孩子 是否碰上了面 刚说到秦子经 秦子经便从外面进来 直接小跑几步跪到 秦明远跟前 开始哭起来 爹 哭什么 秦明远皱眉 伸手将秦子经拽起 外客在 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 还不赶紧去给你姨母请安 秦子经一愣 收了自己刚要开始的表演 打量地看向妇人 姨母 秦子经疑惑 原主的记忆里 完全没有这个姨母 安夫人微微一笑 你不记得 我倒也正常 我上次见你 你才三岁呢 就这么高 白白胖胖的 十分招人喜爱 如今瘦了 高了 也长标志了 更招人喜欢 快过来叫姨母好好瞧瞧 秦子经不太愿意 往陌生人身边去 只是稍稍往前挪了挪 微微屈膝 见过姨母 乖 安夫人笑着 转身从丫鬟手里 拿过一个精巧的盒子 递给秦子经 姨母找人给你做了几件首饰 你若喜欢便自己带 若是不喜欢 便拿去打赏下人 秦子经穿越前 是博物院最年轻的 高级文物修复师 一双眼睛健保无数 一眼就瞧出 那木匣子 用的是上好的黄花梨 正面雕的百花争艳 工艺精湛 一个盒子 便该是价值不菲 能用这样的盒子 装着的首饰 又怎么会低廉 所以她不敢接 侧头看了一眼秦明远 秦明远点头准语 秦子经这才上前 小心翼翼地接过盒子 谢谢姨母 跟姨母客气什么 安夫人顺势捏起帕子 替秦子经擦去眼角的泪痕 好孩子 可别再哭了 没得叫人心疼 秦子经傻眼 自己可是做好准备 要来秦明远面前告状的 若是不哭 怎么卖惨呢 于是 秦子经装作羞怯的模样 往后微退一步 抬手想将安夫人的手帕推开 然而她一抬手 宽松的衣袖垂下一截 露出胳膊上的一条倾痕 翩翩安夫人眼睛 一把抓住秦子经的手 稍稍提起衣袖 便看到秦子经 刺白的胳膊上 布满了倾痕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安夫人又惊又心疼 忙将秦子经手里的木匣子 接了放在一旁桌子上 柔声问 这疼吗 秦子经不疼 反而有些慌张 她手上这些伤痕 是她刚才画出来的证据 为的就是 一会儿装惨的时候 给秦明远看的 这些伤虽然画得逼真 但稍一用力便能擦去 若是安夫人也拿帕子擦 可不就要露线 秦子经立马拧眉轻哼了一声 哭着道 姨母 明年疼我了 安夫人赶紧松开秦子经 何人如此歹毒 竟对你一个孩子下如此狠手 让为父瞧瞧 秦明远也紧张地起了身 秦子经后退一些 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的衣袖往上提了些 又快速放下衣袖 跪到地上哭着说 爹实在不是女儿娇横 是那嬷嬷虐打女儿 女儿实在受不了 才会反抗她的 秦子经话音刚落 一直后在门外的东凤 跑进屋跪到秦子经身后 俯身俯地道 老爷切莫怪罪小姐 今日之事 皆是因奴婢所起 是奴婢昨日错拿了嬷嬷一种血格 被嬷嬷罚了两耳光 打烂了脸 小姐是为了给奴婢出气 才与嬷嬷置气的 你抬起头了 秦明远严肃地道 东凤泪眼婆娑地抬起头 秦明远一眼就看见了 她脸上结着血痂的伤痕 于嬷嬷是府上的贵客 你若真是错拿了 罚你也不为过 小姐年幼冲动 你不该到小姐跟前诉苦 东凤连忙磕头认错 都是奴婢不该 老爷不在府上 奴婢连小姐都照顾不好 小姐先是吹了冷风 感染了风寒 后又晒了烈日发了暑热 大病两场 身子虚弱 奴婢就想着 那血格可以给小姐补补 不曾想会惹出这么大的事 我猜离府不足一个月 小姐为何会生两场大病呢 秦明远心疼地上前 将还跪在地上的秦子经扶起 轻柔地揽到自己身边 东凤稍稍直起些身子 达到 三月初 连吹两日冷风 便病下了 中旬时 日头见脸 嬷嬷又叫小姐 每日武士医院中练坐走 直接晒晕过去 请大夫瞧了 才知识发暑热 小姐一连几日吃不下 睡不好 眼瞧着消瘦 奴婢也是看着心急才会 秦君这是哪里请来的 娇媳嬷嬷 天冷挑最冷的早晨学习 天热挑最热的中午学习 倒不像是要教姑娘礼仪 竟是刻意要害姑娘性命啊 安夫人忍不住插话 这 秦明远一时无言 人是自己请回来的 她在影传城里有些名望 秦子经看了安夫人一眼 盲伸手 拽着秦明远的衣衫道 爹 这欲嬷嬷出入府时 虽也跋扈 却不敢苛责女儿 生这变故 只怕是 女儿撞见了不该看的东西 什么 秦明远盲问 秦子经怯切地看了一眼秦明远 小声道 女儿先前在园中 无意撞见她将咱们府上的东西 交与身旁的仆妇带出府去 只怕她是因此担心女儿告状 才会如此 此妇怎能如此恶毒 秦明远愤恨地一巴掌 拍在身旁的桌上 直接将秦子经的话打断 来人 速去将那嬷嬷绑了 第四扎儿媳妇 秦明远带人去沈云嬷嬷 嘱咐秦子经陪着安夫人 去给她娘上香 上完香出来 安夫人忍不住 同秦子经回忆往事 我与你娘认识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吗 姨母与我娘亲 不是姐妹吗 秦子经仰头看向安夫人 安夫人伸手摸了摸秦子经的额头 眼里带着散不尽的忧色 低声道 我与你母亲不是血亲姐妹 当年你父亲来尹川上任 我与你姨父为她接风 自此认识 便觉得对方就像自己的姐妹一般 便结为姐妹 你娘亲人如其名 性格温婉 我自小泼皮 与她做了姐妹之后 竟也安静了不守 安夫人说着 朝秦子经微微一笑 所以姨母也相信你 不可能会是刁蛮的性子 秦子经眨了眨眼 一时弄不明白 她说这话何意 安夫人却笑着从袖子里 摸出一个小瓷瓶 塞给秦子经 这是我常被药膏 有话于疏痕之笑 若是你爹在问你身上的伤 你便拿这个做挡 秦子经了然 原来这安夫人早就看出了 自己手上的伤痕是假的 这些胭脂花粉 果然只能骗骗直男老爹 秦子经笑笑 抬手将安夫人手里的药挡了回去 提起衣袖 用手掌在胳膊上搓了搓 原本清晰的伤痕 立马糊成一片 多谢姨母好意 这只不过是为了一时装惨 并没打算一直瞒着爹爹 秦子经说 爹爹可是查案的大官 这是她只要肯查 自然什么都能查清楚 我想瞒也瞒不了 安夫人一顿 随即将瓷瓶握进了手掌心里 眼前这个孩子明明只有十岁 却一步步计划周全 看似聪明能干 实则叫人心酸 这么小的孩子 若是有人护着 疼着何苦需要自己谋划 安夫人眼眶一失 蹲下身 环臂抱住秦子经 低声道 我可怜的子经 秦子经愣愣地已在安夫人的怀里 实在不懂她这伤感 从何而来 诚如秦子经所说 秦明远乃怀惜监察御史 平日寻宪查案 颇有几分审人的手段 只一个晚上 便叫余嬷嬷全都招了 余嬷嬷早年在宫中待过 确实会谢宫归礼仪 出宫后 随夫家到了尹川 却不想丈夫早死 为了生计 她便做了教习嬷嬷 因她知晓宫中礼仪 又懂些京城里的人情交际 自然被人高看一眼 而那余嬷嬷 又是个人精 最会欺软怕硬 遇到强势的人家 态度攻迁 悉心教导 一番教导下来 博些好名声 遇到弱势的 便故意刁难 那些人家生怕 她会在外面败坏自家姑娘的名声 免不了拿钱财哄着她 她又赚了不少钱财 读读到了秦府 秦明远是个不懂后院套路的男人 只以为自己付够了用金 于嬷嬷嬷便会悉心教导 却不知那于嬷嬷 进府瞧见琴府没有当家的 只一个十岁大的丫头 便起了坏心 她先是带自己的人进府 打压秦府下人 自己过上主子般的日子 又趁府中无主 悄悄拿些不显眼的摆监 出府便卖 秦子精在前听说的那些 是原主记忆里的一段 只是原主纯善 未曾将那于嬷嬷想得如此惨恶 然而那于嬷嬷却因此记恨原主 竟活生生地要了一个孩子的性命 秦明远根据于嬷嬷的口供 在城南的一家当铺里找到了秦府丢失的物件 自此人赃并获 将于嬷嬷送至衙门 消息一传开 那些曾经被他欺压的人家 也愤愤不平地站出来讨要公道 尹川县府派人超没了于嬷嬷家 并判其死刑 此事在尹川城内热闹了好几日 此乃后话 安夫人自秦府回去之后寝食难安 心中一直记挂着秦子晶 后又听了于嬷嬷的恶行 心中悲愤不已 当日下午便又到了秦府 嫂嫂想把子晶接入京 秦明远听懂安夫人的来意 诧异地看向她 安夫人点头 用商量的口吻道 我与我儿虽不是亲姐妹 但情比金奸 如今我儿不在 我实在不忍 看着子晶这丫头受苦 秦君只管放心将子晶交于我 我必定带她如亲生女儿 我倒不是担心 嫂嫂照顾不来 秦明远小声开口 安夫人性格直爽 乃名门之后 由她教导秦子晶 自然是好的 然而她与妻子 到底不是血亲 自己尚在 万没有把孩子 送去别家教养的道理 只是这 必然不合规矩 哪里不合规矩 安夫人激动反问 子晶既无祖母 外祖母 又无孤身 仅我这个姨母可以依靠 让她跟着我有何不可 秦明远沉默 她本是个穷苦秀才 无父无母 游学途中病晕在孟家门口 被人救治府中养病 才与妻子孟婉 互生情愫 孟老爷是个本分的绝人老爷 膝下只有一女 看中秦明远是个读书人 才肯将女儿嫁与她 秦明远靠着岳丈一家的支持 得以进京赶考 金榜提名 进入仕途 只可惜 双亲年事已高 早几年一一先逝 如今也不能帮她照顾幼女 诚如安夫人所说 秦明远与孟婉 皆无其他亲人在世 安夫人见秦明远垂手不应答 自责地眨了眨眼 倾壳一声 响缓声音道 秦军 我称我二位妹妹 便换你一声妹夫 咱们一家人不说绕弯的话 我想带走紫禁 也不全然是可怜的孩子 紫禁满月时 我曾说 要她给我做媳妇 你与我二妹妹 皆是应了的 安夫人说着顿了一下 细心去看秦明远的神情 富贵人家 不差养女儿的钱财 所以一般 要带女儿集集后才会一亲 其 秦两家虽有约定 但因秦紫禁尚且年幼 并未真正定亲 而且又隔了些年头 安夫人心里 也怕秦明远不肯认这门亲事 秦明远却泰然点头 两家本事至亲 孩子们能结亲 自然是喜上加喜 安夫人顿时大喜 忙又说 既是我齐家的儿媳 早些由我带回去 教她掌家管事的本事 岂不好 难道是妹夫瞧不上我做女婿 秦明远连忙起身一半 嫂嫂这话 真是折杀秦某人了 第五章妹妹 齐家祖上 立国开国功勋 封开国郡功 成了辅国将军的绝 他们的嫡子日后必定会 成奉国将军绝 再加上祖产 即便一事无成 也不愁钱财 秦明远想起前年 静经述职 到齐家拜访 在书房里说着话 齐公子成林散学 回来请安 立在书案下方 风姿错约 与自己问好 一时举止得体 交谈间说起书中策论 他竟能道上一二 俨然一副好教养 虽眉眼深沉 带着几分孤傲之气 但若是与自家结亲 明显是自家 那不知礼数的野丫头高盘 想到这 秦明远越发不放心 女儿去京城 京城地大物博 人才积极 高门望族 更是数不胜数 自家这个野丫头 在尹川 尚且不是佼佼者 到了京中 岂不是更被人比下去 此番跟着安夫人进京 若是能被齐公子相中 两情相悦 自然是好 只怕多年未见 齐公子在京中 已有更好的选择 若是瞧不上 自家这乡野丫头 届时再灰头土脸地回来 丢了面子不说 更怕伤了孩子的自尊 秦明远藏在绣袍中的手指 轻轻抹撒了两下 掂量着开口道 贤侄风姿绰约 谈吐大方 举止得体 将来必是国之栋梁 能有如此良绪 自视秦某高攀 只是秦某与婉娘 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虽资质平平 却也视若珍宝 不忍她受半点委屈 当年的轻事 只是两家口头之约 嫂嫂还记着 秦某欣慰 然而两个孩子多年未见 此事是否能成上无定数 扫扫到不必 着急接紫荆入府 都是聪明人 安夫人听了这话 自然也猜到了秦明远的顾虑 她笑道 妹夫这话说的 执你疼紫荆 我这做姨母的 就不疼她了 你也知荆中繁华 又何必将紫荆居在 尹川小城 让她跟我静静长长 见识不好吗 安夫人反问 京城乃皇城脚下 名门大家的礼仪 最事严格 秦君请那些 定用不了多久就能学会 我虽有心要她做儿媳 但我也是她的姨母啊 自会为她的名声考量 我与你保证 在她急急之前 绝不对外提起两家 私下一亲一事 两个孩子 在府中以兄妹相处 若她二人真有缘 两家皆大欢喜 只待孩子急急后 便一亲 若是紫荆无意 作为姨母 我亦会在京中 为她留意一处好人家的 况且 秦君如今官运正通 用不了几年 必定也会牵制京中 难道要等那时候 再带子荆入京吗 秦明远如今是监察御史 隶属察院 本就是执在朝中 人在地方 按着惯例 最晚三五年 便也该调至京中的 如果真等到那时候进京 秦子京年纪大了 更难融入京中名 门圈子安夫人 毫不造作 将所有的可能 都替秦明远分析好了 又切切实实 拿秦子京当女儿 为她做好了将来的打算 身为父亲 秦明远心中 虽然还有些不舍 但也深知这样的打算 对秦子京来说 是最好的 多谢嫂嫂 为我女思虑至此 秦明远拱手 朝安夫人一拜 安夫人一连忙起身 还了一礼 我听闻秦君 是寻宪中途 告假回来的 你既已应允 便好好 与子京作别一番 我会先将子京 接到其家老宅 同我住几日 待老宅休息一事 查队完 便带她回京 安夫人说 好 秦明远应下 安夫人心下大喜 原本想去见见秦子京 但想着 毕竟是要他们妇女 分离一些时日 还是多留些时间 给秦明远道别 便直接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安夫人兴奋不已 等不及到家 便开始吩咐丫鬟 清雀 赶紧写信回府 这人将我旁边的朗香阁 修整一番 院子里 多种些女儿家喜欢的花草 纱窗也要换上 最新的云烟罗 屋子里的家具 全部换最新最好的 冬下的被子 各准备八套 挑些细心的丫鬟婆子 到院子里伺候 再将紫禁的尺码带去 让他们按着尺码 做几套最新花样的衣服 鞋子 还有首饰 拆啊 串啊 旁人府上小姐有的 都给紫禁丫头背着 清雀一面点头记着 一面轻柔地给安夫人 捏着肩膀 瞧安夫人一脸喜悦 也跟着开心 夫人是真喜欢表小姐 安夫人微微皱眉 表小姐这叫法见外了 带回了府 告诉大家 叫她二姑娘 她就是咱们府上的正牌姑娘 子义的妹妹 清雀顺势疑惑 夫人不是说表小姐是少爷的 急急以前 一亲与女子明节有损 清雀未敢将话说透 安夫人忽然失了先前的兴奋 满脸愁容道 我自是如此盼望的 但子义如今 算了 而孙字有儿孙福 紫禁丫头心思通透 未必就能看得上孤冷的紫义 且顺其自然吧 此事只有你我知晓 以后你切莫说漏嘴 坏了姑娘名声 清雀赶紧点头 奴婢知晓 定不敢胡言半字 安夫人心里开心 并不深究此事 自顾自抵透 我这一生子女福博 对了 这人写信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紫义 让她喝完瘦便早些回来 安夫人又说 远在临线的齐承林 刚在一站住下 打开包袱拿东西的时候 看到了小心翼翼 裹在衣服里的一只白痴小兔 这小兔上不足半个巴掌大 通体亮白 耳郭和脸颊上带着淡粉 你一母刚走 你紫禁妹妹定是万分难过 她小时候最爱黏着你 你便费心思挑些礼物哄哄她 因着安夫人的这句话 齐承林才会在散学路上 注意到这只白痴小兔 昨日往秦府 原本是想将这礼物送了的 但站在花园口 看着秦子经拿银票捉弄 一位上了年纪的嬷嬷 顿时勾起了 她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她就是秦家妹妹吗 齐承林逃一般地离开了秦府 这礼物自然没有送出 齐承林将衣服里的白兔拿出 放在房间角落的柜子上 好像她不是自己带来的东西一般 第六章菩萨保佑 秦明远与秦子经商量入京一事 却被秦子经拒绝得十分干脆 秦子经心想 死了娘 就把姨女送去别人府上养着 那不是林妹妹的故事吗 林妹妹去贾府 好歹有亲外婆 亲舅就可以依靠 却也免不了寄人篱下的悲哀 齐家与秦家不过是世交 安夫人再疼爱 旁人也只会拿自己当外人 定不如自己府上自在 安夫人虽不是你亲姨母 但为人正直 绝不会苛待你 且她乃名门之后 她教你的 定比教习嬷嬷教得多 那些后宅礼仪 我娘生前也教过我 我都会 精忠凡胜 好吃的 好玩的 数不胜数 你难道就不想去看看 若是跟爹爹骨肉分离 女儿定是茶不思 饭不响的 哪有心思去看那些 可为复明日就要出门寻现 无法将你待在身边 你独自在府里 再生意外 可如何是好 即便爹爹不回 那与嬷嬷我也能对付 爹爹只管 安心去当职 女儿会照顾好自己的 秦明远没想到 秦子经会态度如此坚定 更是有理有据 将自己的话一一驳回 再问多了 秦子经便假意哭闹寻死 秦明远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秦明远回绝了安夫人 又将自己的亲信留在府中 这才匆匆奔往临线巡查 安夫人兴奋了一夜 早上得知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震惊不已 她实在想不通 秦子经为何会拒绝自己的提议 她那么聪明的孩子 难道还看不出入京的好处吗 正好没两日 就是四月初一 秦府在隐川城外的铁佛寺里 为梦娃儿捐了长明灯 每逢初一十五 秦子经都须前去斋戒一日 安夫人寻机同望 铁佛寺在山腰 车马指到山脚 剩下的路德 自己顺着台阶爬上去 子经 你小心点 安夫人紧张地跟在秦子经身后 沾着轻路的石阶又湿又滑 姨母不用看护我 留意自己脚下 我不会有事的 秦子经回头朝安夫人一笑 又开心地往上走了一段 故意与安夫人 拉开几个台阶的距离 安夫人原本还想借机问她几句话 却跟不上她的速度 只能作罢 带进了铁佛寺 秦子经依旧生龙火虎 先带着东凤去上香 又去添了香油前 一路上碰到寺中的僧人 也会礼貌问好 还细致地吩咐府府中跟来的人 尽出低调 莫要扰了佛门 亲近安夫人跟在她身后 走着走着便停下了脚步 夫人可是累了 清却盲问 眼睛扫了一眼前方 已经拐入另一条狼子的秦子经 安夫人却淡笑着摇了摇头 这丫头真是机灵又贴心 清却不解安夫人 何故生出这样的感想来 她今日装装见见 许多根本不需要她亲自去 她故意事事轻微 不过是想告诉我 她不需要我的帮助 她看似时时等我 却又故意快我几步 便是不想我开口追问此事 免得双方尴尬 这便是那丫头的体贴之处 安夫人说着微微抬手 罢了罢了 终究是我福薄 你追上去告诉紫金 安夫人看着清却 小跑着追上秦子经 又见秦子经听完后 远远地转身 朝着自己扶了扶身子 心中顿时一片释然 着实是个玲珑剔透的小姑娘 这隐穿成对她来说或许太小 恐怕难掩她的光芒 只是不知这福分自己有没有 自家那个冷冰冰的儿子有没有 唉 秦家因每月都来 在铁佛寺特有一处厢房 安夫人乃临时起义 所以歇息的厢房 便与秦子经不在同一处 中午的斋饭 夫人约好了事备在安夫人屋里 但到了时间 秦子经还未到 子经为何还没来 派人去请了吗 去了 派去的人 清却还未说完话 派去请秦子经的人 匆忙闯入 夫人 不好了 秦小姐被山匪劫走了 安夫人手中的此碗滑落在地 顺势化成无数碎闸 下人们去请秦子经的时候 敲门无人应答 以为不在 正准备走 猛然听到屋中传来撞击的声音 赶紧进屋查看 便瞧见东凤被五花大榜 不条独嘴丢在地上 方才下人听到的声音 是他用头撞身旁的 桌脚发出的声音 下人赶紧将东凤解开 从他口中得知方 才有三个蒙面男人 从后墙翻窗进来 打晕秦子经绑走了 那人还说 铁佛四山脚 有个破旧的土地庙 若想我家姑娘活命 三日内 封一万两银票 放到香岸下 东凤哭哭嘀嘀地跪到安夫人面前 求夫人救我家姑娘性命 我 我当然要救她 安夫人 捂在胸口的手颤抖不已 实在想不通 为何会出如此变故 那人既说了三日内 必定不会立马伤害子经 安夫人努力 刚自己冷静下来 赶紧地 先派亲信 将此事告诉秦大人 你们现在 立马回去筹银子 切记要偷偷进行 万不可叫城中人 知晓你家姑娘 被贼人绑走的事 安夫人又说 此事也不可在府中张扬 只管对下人们说 姑娘孝心致诚 留在寺中 为母多摘戒几日 秦明远 留在秦府的亲信方丽 此次也跟上了山 只是寺中 男女相防不在一处 所以秦子经被绑走时 他不在场 听了此话 明白安夫人的用心良苦 多番道谢后 赶紧着人去办 方丽一走 安夫人便脱力地坐了下来 秦君围观清廉 又无祖产 要凑七万两现银 怕是要变卖田产 但他不在府中 下人们肯定办不了 安夫人抬手 撑着额头 眉头紧锁 清雀 咱们过来的时候 身上带了多少银子 清雀忙答 回夫人 咱们倒是带了五千两 只是近日 结了几处老宅休息的工钱 如今剩下 也不过千两了 差太多了 安夫人长叹一口气 京城路远 送银子定是来不及 还是得变卖鞋 安夫人又想了想 忽然道 就卖我成交的 那处庄子吧 那处庄子 平日里少说 能卖一万五六 你去这人问问 谁能出一万两 夫人 那庄子 可是您的赔价 清雀忙跪了下来 当初入京前 能折仙的田产 咱们都折仙了 读这一处 您舍不得 如今 跟紫荆的性命比起来 那庄子又有何用 安夫人打断清雀的话 唯有那庄子的田气 就在庄上 你现在赶紧下山 明日日落之前 将银子备好 清雀起身扶了一礼 随即小跑着出去 东凤在一旁看着这一切 忙在安夫人脚边 跪下连连磕头 奴婢谢夫人 对姑娘的救命之恩 今生今世 奴婢愿为夫人 做牛做马 安夫人扫了一眼东凤 双手合十 闭眼拜了拜倒 愿菩萨保佑子 金丫头平安无事 第七章 算你识相 秦子经 其实已经醒了好一会儿 但她听见那三人在聊天 所以故意没睁眼 那些人不会在土地庙 设伏抓我们吧 放心吧 我早就在土地庙下 挖好了暗岛 另有一处出口 回头我们从另一端爬进去 拿了银子就走 他们就算之后发现了暗岛 也已经来不及了 秦子经心中一锦 于嬷嬷嬷的事还没过 如今她对于这个性格外敏感 那回头谁去拿钱 你们俩便得出银票真假吗 银票 难不成你们还想要白银 知道一万两银子 有多大一堆吗 另外两人黑黑一笑 我们这不是 指望着于兄带我们发财吗 明日 我进城去打听下消息 你们俩都看紧这个孩子 三日后 不管收莫收到钱 都直接将这孩子杀了 然后我们到东山脚下的 世子林会合 杀了 不是说好拿了银子 就放他回去的吗 三天时间 他连你们的脸都看清楚了 到时候满城都是通缉令 你能逃哪里去 于兄说的对 说的对 那于兄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拿钱吗 你不信我 不是 不是 绝对没有 我这不是想着 就这么一个小丫头骗子 我兄弟一人看着绰绰有余 我跟着你一块 万一有个什么 还好有个照应不是 秦子经不知道于兄想了什么 反正一阵沉默之后 于兄同意了 秦子经听到这三人 无论如何 都会杀掉自己 担心醒来后会被折磨 决定继续装睡 等明日一早 只剩下一人之后再做打算 第二天不亮 一个壮年走过来 踢了秦子经一脚 骂道 少特么装死 乖乖地等在这里 他要是赶跑 直接一刀劈了他 壮汉说着 将手里的一把弯刀 递给一旁的男子 秦子经全程没吱声 不知是他表现的乖巧 还是于兄急着走 倒是没在打他 等着屋子里 只剩下一个人了 秦子经才轻声说 叔叔 我要小姐 憋着 壮汉不耐烦地说 憋一夜了 快憋不住了 秦子经五官凝成一堆 求求您了 麻烦 壮汉骂了一声 随即起身 拽着秦子经的胳膊 将他整个提起 半拖半拽地拉到门口 自己去茅厕 秦子经扫了一眼四周 应该是个荒废的农户 有两三间破烂的草棚房子 和一个竹篱笆的院子 看什么看 不想尿就回屋去 壮汉见秦子经站着不动 大喝一声 香 秦子经连忙说 这举起自己的双手 手绑着没法解衣服 真烦 壮汉骂脸着扯开 秦子经手上的布条 又蹲下 替他解了脚上的 你最好老实点 我就在外面等着你 要是赶上逃跑的心思 我就跟你进去 别 我不逃 秦子经立马说道 随即小跑着 进了破烂的茅厕 将快要倒下的木门 严严实实地合上 现在显然不是逃走的好时机 那人就在门口 自己必然跑不过一个成年男子 还需弄清楚附近的环境才行 这个简陋的茅坑四周漏风 秦子经快速解决完内疾 便轻轻摸到墙边往外看 茅厕的后面是个陡坡 下面是河滩 能清晰地看到 巨大的石头和河水 好了没 老子进来了 壮汉的声音一点点靠近 秦子经赶紧整理好衣服 上前拉开门 并拢双手递上去 好了 你把我捆起来吧 壮汉诧异地看了一眼秦子经 哼吃一笑 算你实相 秦子经跟着壮汉进屋 这乌空有一个房屋架子 屋里一件家具都没有 地上丢着两捆散乱的稻草 可供人坐下 秦子经在自己先前坐的地方屈膝坐下 脑中盘算着自己滑下斜坡 跳进河水里的可能河滩上都是大石头 要有极好的平衡力 才能保证在石头上奔跑不会摔倒 秦子经沉默了好一会儿 壮汉忽然注意到他的异常 你抖什么 冷 秦子经弱弱地答了一句 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风寒没好 昨晚又冷到了 你怎么这么麻烦 壮汉凑近看了看秦子经 只见他脸色苍白 浑身站立 你可别死了 秦子经已然没有应答 头片在一边 嘴里有气无力地叫着冷 壮汉皱了皱眉 心想这才第一天 若是这丫头提前死了 他家人还肯送钱吗 这般想着 壮汉站起身 拖下自己破旧的粗麻外 劈丢到秦子经身上 你们这些千金小姐 真是娇弱 壮汉丢下这么一句话 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着 秦子经挪了挪身子 将自己整个缩在壮汉的外皮下面 然后闭上眼睛 好似舒心地睡起觉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子经被壮汉一脚踢醒 老子去茅厕 你老实待着 不然一刀砍死你 壮汉凶狠地挥舞了一下手里的弯刀 秦子经害怕地往后缩了缩 声音虚弱地说 我浑身没力 只怕是站都站不起来 想跑也是有心无力 壮汉掀开秦子经身上的外皮 看了一眼他手脚上绑着的布条 这才安心地往外走 秦子经一面真诚地目送壮汉出去 一面轻轻动了洞外披下的脚 很快 脚上的束缚便松开来 他早就趁着装睡的功夫 用手解开了自己脚腕处的绑带 然后编了一个看似牢固 其实一扯就开得虚减 人都会有三级 秦子经就是在等这个机会 眼瞧着壮汉低头钻进茅厕 秦子经快速站起身 边走边用嘴咬开自己手上的布条 秦子经小心翼翼地摸出屋子 躬身走到茅厕外 不声不响地沿着茅厕转至后墙 毫不犹豫地用后背着地滑下陡坡 草丛的动响经到了茅厕里的壮汉 他透过茅厕透风的墙缝看向外面 赶紧踢上裤子跑出茅厕 待他追出来时 秦子经已经稳稳地停在了河滩上 第八章游泳 小丫头骗子 老子抓到打死你 壮汉抬手指着秦子经骂了一声 直接冲跑下坡 秦子经顾不得容自己 被灌木丛刮伤的胳膊 赶紧从地上爬起 攀上眼前的大石块 站起身 小心翼翼地跳到另一块石头上 河滩上的这些石头 有大有小 高高低低地挤在一堆 表面早已被河水冲 刷得十分圆润 有些还长着青绿色的苔藓 稍有不慎 就会滑倒 到时候别说逃跑了 可能小命都会没有 秦子经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 回身看时 壮汉已经到了坡底 正往大石头上爬 秦子经咬了咬嘴唇 转身继续往前爬 只要穿过这片乱石 到了河边 自己就可以跳进河里 游到河对岸 去尹川 是北方城镇 尹川人大多不会游泳 希望自己没有堵错 脚下是最后一块大石头了 离着地面足有一米 秦子经回头瞥一眼 追他的毕竟是个成年男人 腿长体壮 四肢协条 大小不一的乱石膏 高低低地挤在一堆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有难度 但难不住壮汉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秦子经一咬牙 直接从石头上跳下 半摔在地 地上的碎石 各得他身上活辣辣的疼 但他不敢懈怠 咬牙爬起 忍着浑身的疼痛往河边去 秦子经现在浑身疼 都不确定自己下到水里 还有能不能游泳 但他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坚持 这河河床又宽又平缓 下水很长一段都只能走 秦子经听到身后壮汉 快速走动带起的水花声 一咬牙 便将阻碍自己行动的外衣退去 快走了几步 身后的壮汉边走边骂 等老子抓到你 直接把你摁死在这水里 秦子经尽量让自己 不要去管身后的声音 一心往前走 感受着河水 慢慢漫过自己的腰身 又伸至胸口 顿时深吸一口气 往前一扑 双手拨开水面 瞬间身体顺着水流 往前窜了一大步 河水的高度 只是没过了秦子经的胸口 对壮汉来说 采集腰身 壮汉见秦子经会游泳 顿时脚下速度更快 水声激荡 然而秦子经十岁的时候 可是笑游泳对的 下了水塌 宛如入了水的鱼 一会儿功夫 便往前游了十数米 在河面划开一条好看的水纹 越往河中心 河水便越深 秦子经拉开足够的距离后 便停下动作 轻轻划着手臂 踩水回看壮汉 那壮汉果真不会游泳 河水漫至胸口之后 便不太再敢往前追了 他后退几步 弯腰钻进水里 摸起一块大石头 双手举过头顶大喊 老子砸死你 秦子经脸色一变 立马平住呼吸 双手举起往前一扑 宛如月龙门的鲤鱼般 钻进水里消失了 举着石头的壮汉惊呆了 一时间没了目标 大石头不知道该往哪里砸 河对岸的乱石上 一直看着热闹的少年 忽然目光一亮 诧异地站起身 他被二人在水中 追赶的浪花声吵醒 又听见那壮汉满口 粗鲁言语 本就抓了手中的弓箭 准备救秦子经的 却没想到 秦子经有起来 又快又好看 叫他看出了神 直到秦子经潜入水里 少年才惊醒 扫了一圈湖面 没有秦子经的身影 顿时眉头紧簇 拉开早已搭上剑的弓弦 瞄准壮汉 松手 剑离弦而去 直直地插进他头顶的发包里 没想要他性命 只是个警告 壮汉手里的石头 下得落入水中 激起半人高的水花 水花落尽 壮汉对上少年的目光 见他不过是个孩子 本要发怒 又看到少年身后 走上来几位士兵 壮汉顿时一慌 转身拔腿就跑 少年再次拉弓 目光追着壮汉 等他到了潜水区 一箭射在壮汉的小腿上 壮汉扑通 一声跪在浅滩里 见口处溢出的血丝 散进晃荡的水里 壮汉哀嚎不已 少年却眉头紧敏 正要吩咐人去河里找秦子经 河面上冒出一个人头来 秦子经抬手摸水的动作 顿在一半 立马快速回转身 慌张 警惕中看到了乱石上站着的少年 少年瞧见他 面上一洗 立马丢了手里的弓箭 结果身后人递上来的一卷麻绳 便跳下石头 走到河边 抡起麻绳一扔 正好将麻绳一端 扔到秦子经面前 秦子经几乎是条件反射地 抓住了麻绳 却没立马上岸 浑穿这么久 这还是秦子经第一次见血腥 秦子经知道好坏是非 但心理上 上来吧 少年喊道 秦子经之前受了些皮肉伤 水里抛久了 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他理智地拽紧麻绳 借着少年的力游上了岸 少年提前解下了自己的披风 带秦子经走出水面 便赶紧上前替他披上 秦子经往后避了一步 自己伸手拢住肩头的披风 少年过腰的披风 正好让他裹到脚跟 少年并未有鱼举的动作 立马推开些距离 抬手笔划了一下道 原来你这么小 方才见他在水里动作流畅 少年还以为至少与自己同龄呢 那人是谁 为何追你 少年又问 坏人 秦子经轻声答 他们绑了 我跟我家里要钱 怪不得见了我就跑 少年冷吃一声 随即温柔地看向秦子经道 你别怕 我让人过去把他绑了 送到官府去 我不去官府 我要先回家 秦子经立马说 他们一伙三人 还有两人去我家拿钱去了 我得赶紧回去 你家在哪 我送你 少年问 秦子经抬头 注意到少年身后那些士兵 猜测眼前的少年 并不是普通人家 怕自己无意中给父亲添麻烦 不太愿意求助于少年 但这荒郊野岭的 自己又不实路 我要去尹川城 秦子经说 倒是巧了 我也要去尹川 我们有马 快的话 一个时辰就能进城 定是来得及的 你不用担心 少年说着抬手一指 秦子经顺着看过去 河岸上确实有几匹马在吃草 有马的话 确实可以快不少 秦子经便点头同意了少年的提议 第九章葱油饼 少年在乱石堆后 寻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为秦子经生了一堆篝火 这边没人 你可以先将身上的衣服烤烤 放心 没我的命令 他们不敢过来 不会有人看到你 少年体贴地说着 地上一件折叠整齐的衣服 这件衣服是干净的 一会披在身上 可千万别受寒了 秦子经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他第二次觉得 这个少年十分绅士 也是他第一次认真打量少年的 五官少年 五官俊秀 目光清朗 神情温和 嘴角常戴着半抹笑意 肤色均匀偏暗 想想跟他一起的士兵 以及他精准的剑法 不难猜到 应该是在军营锻炼晒的 秦子经接了衣服 微微屈膝 谢谢世子 他听到那些士兵 如此称呼少年 更加确定少年的身份不一般 因此 在他面前更加注重礼节 努力将原主记忆里的 那些礼仪规矩 都想了起来 少年却笑了起来 你不必如此称呼 我叫袁景泽 你喊我名字便可 或者跟我家中那些妹妹一般 喊我袁朗哥哥 袁朗是我的字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袁景泽问 秦子经原本不愿意爆出家门 可见袁景泽如此身份 尚且未对自己隐瞒 便也将心比心 说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秦子经 姓秦 家住尹川 你该不会是监察御史秦大人家的吧 袁景泽立马问 你认识我爹爹 秦子经反问 问完又觉得多此一举 此人身份不一般 认识些官僚也正常 认识 前几日才刚见过 袁景泽说 你先把衣服换了 这些晚点再聊 秦子经点点头 心中对袁景泽又多了几分信任 因为袁景泽十分贴心地 在火堆边立了几根枝鸭 秦子经得以将衣服撑开烘口 只用了一刻钟 便将衣服尽数烤干 另一边袁景泽 让人去河对岸抓了受伤的壮汉 替他拔了剑 包扎了伤口 因几人衣衫都是湿的 袁景泽便命两个士兵留下来烤干衣服 再压着壮汉进城 自己则和其他人先送秦子经回去 骑过马吗 袁景泽问 秦子经摇头 在马场由工作人员牵着溜圈 可绝对不叫骑马 没事 我护着你 袁景泽笑着递给秦子经一个油纸包 呃不饿 秦子经还没开口 就闻到了油纸包里透出来的葱油香 就剩这么一个了 我刚才就着炭火烤热了 你赶紧吃吧 袁景泽直接将饼塞到秦子经手里 秦子经咽了一口口水 葱油饼的香味实在太诱人了 他从昨晚开始水都没喝上一口 何况是凉 谢谢 秦子经说着 小心翼翼地揭开油纸 葱油饼的香味紧喷而出 还没吃 就让秦子经的幸福感达到了顶点 他小咬了一口 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袁景泽在一旁看着 满意地笑起来 随即站到秦子经身后 说了句冒犯 便直接将秦子经抱上了马 秦子经都没来得及惊呼 就被翻身上马的袁景泽 整个还在怀里 安心吃饼吧 袁景泽说着 轻轻踢了踢马肚 马儿便平缓地小跑起来 即便是山匪 也没有敢直接绑架 官员家俊的胆量 你府上是不是得罪了这些人 袁景泽直接说出自己的担忧 秦子经肯是葱油饼的动作 停了下来 早在听见于兄两个字时 他便生出过怀疑 只不过于嬷嬷的是 没必要在袁景泽面前提起 便也只是摇摇头 袁景泽见他不愿意说 时去的没有追问 转问起另一个 自己在意的事情来 你怎么如此汇水 啊 秦子经愣了一下 侧回头看了一眼袁景泽 见他很是认真 便说 小时候学过 你府上还教姑娘们这个 袁景泽十分好奇 秦子经意识到说错 便拿出耍性子的语气道 反正就是学过 袁景泽笑笑 学得很好 秦子经猜不透他这话 是真心夸赞 还是故意挖苦 索性不再理他 专心吃饼 不一会儿 饼吃完了 袁景泽嘱咐他坐稳 甩鞭 让马快跑起来 不削一个时辰 几人便进了城 秦子经一进城门 便迫不及待地要回去 走之前 又转回袁景泽跟前道 你会在尹川待多久 两三日吧 袁景泽道 那你等我来找你 秦子经笑着道 我请你吃饭 好啊 袁景泽十分高兴 你得了空 让人到官义找我 行 秦子经点头答应 便挥挥手 扶着脸上的帕子 小跑着离开 秦府 匆忙从城外赶回来的安妇人 坐立不安 拽着手中的沙帕在前厅来回走动 步伐十块十慢 躁动不安 夫人 回了 秦小姐回了 秦却小跑着奔进来 边走边说 在她身后 东凤欣喜地搀扶着秦子经 我的乖乖 可算是回来了 安妇人激动地迎出门 蹲下身将秦子经一把拦进自己怀里 都怪姨母一时大意 让你遭了大罪 可受伤了 没有 姨母我很好 秦子经晃了晃头和手 向安妇人展示自己确实毫发无伤 安妇人掩了眼泪水 笑着说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你爹呢 那些贼匪抓到了吗 秦子经一愣 我爹回了 安妇人面色一目 你不是跟你爹一起回来的吗 秦子经摇头 我是自己逃回来的 姨母 我爹是不是去给贼匪送银子了 秦子经急切地抓着安妇人的衣袖纹 安妇人点点头 秦子经立马转身往外跑 还没跑出大门 便看到了垂头丧气 跨门而入的秦明远 顿时眼泪便断线珍珠般地落下来 秦明远左胳膊吊着脖子挂在胸前 脸颊上还有心红的蹭伤 原本温文儒雅的中年人 如今要多狼狈便有多狼狈 秦子经身为子女 看着自然心酸 爹爹 秦子经哭着扑到秦明远怀里 放纵自己 像个十岁孩子般撒娇哭泣 您怎么了 第十章一怪人 秦明远的伤势 回来路上摔的 急着回来 从马上摔下来 因为左侧先着地 故此 左胳膊和左脸 都受了些伤秦子经一哭 他便慌了神 他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与女儿相依为命 不管是自己 还是女儿 谁都不能出事 他抬起右手 颤抖地在秦子经的后背上 拍了两下 哽声道 爹没事 摔了一跤而已 无碍 你没事就好 这短短的两日 秦子经着实经历了太多 他由着自己的内心 放纵大哭了一回 痛快了不少 才被众人安抚下来 众人说起送银票之事 秦子经赶紧提醒土地庙有暗道 又说三人约在东山脚下的 世子林会合 秦明远赶紧派人去查 结果皆无收获 钱财乃身外之物 丢了就丢了吧 安夫人安慰道 你能安全回来便行 对 你没事就好 秦明远也说 秦子经看了一眼二人 点头认可 好让两位长辈能舒缓一口气 但依旧心有不甘 筹划着明日去找袁景泽 要回那个被他射伤的绑匪 他始终对那个于兄耿耿于怀 当夜 秦明远带着伤 再次跟秦子经提起了入京之事 为父私存良久 还是觉得留你在府中不安全 过几日 你还是随你姨母入京吧 秦明远低声说 秦子经扣了扣手指 无话可说 秦子经知晓秦家的家底 他跟东凤打听过一万两银票的来源 自然也知道了 安夫人拿自己陪嫁桩子 卖了八千两 填补秦府落缺的事情 想着安夫人陪嫁的桩子 看着秦夫受伤的胳膊 秦子经再也没有底气 说出自己足以照顾自己的话 女儿直晓了 全凭父亲定夺 于是 入京一室就此定下 第二日 秦明远去安夫人商议还钱 和入京的事情 秦子经趁机带了些银两 去找袁景泽 两人找了个酒楼 秦子经坐东 点了不少韭菜 袁景泽看着满桌的菜 乐了 没想到秦府如此宽裕 才丢了一万两 姑娘出门 还如此大手大脚 你怎知我府上丢了一万两 秦子经一愣 他可从未在他面前提起过数额 袁景泽乐呵呵地从身后摸出来一个盒子 推至秦子经面前 下巴微挑 示意秦子经打开 秦子经打开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 这是 你家的银票 物归原主 袁景泽一边说着 一边抓起筷子吃菜 秦子经惊喜地站起了身 真的 可是 可你怎么会 袁景泽看着他 惊讶的话都说不清楚 更是得意 眼角轻轻提起 我的人将被抓的那贼人拷问了一番 然后我带人去土地庙周围找 正巧碰到另外两人拿了钱准备跑路 便被我一并抓住了 你好厉害啊 秦子经惊喜地望着袁景泽 忙又端起桌上的酒杯 双手举起 你先是救了我 又帮我找回这些钱 我敬你一杯 了表谢意 以后 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提 袁景泽看着一脸认真的秦子经 只觉好笑 但还是端起酒杯 与他碰了一下 喝你一杯酒就算了 怎么可能会 需要你这小丫头帮忙 秦子经心情好 不计较袁景泽话里的轻视 一口便将杯里的酒饮敬 这应急的桃花酿 入口微甜 鼻尖流香 那三人如今在哪 秦子经坐下 又问起那三个坏人 主要还是想打听一下于兄之事 正要与你说这事 袁景泽也放下了筷子 将一只胳膊压到桌檐上 一本正经地说 抓了人之后 我便拷问了 都不是什么硬汉 几鞭子就全招了 那为首的姓于 正是你们府上前些日子 送去官府的于嬷嬷的弟弟 一直游手好闲 就靠姐姐骗来的钱财度日 这次被你们府上断了财路 所以招呼了那对兄弟 一起帮你换钱 秦子经点头 果真有关系 绑架一事 与你名声有损 想来你府上应该不想闹大 正好我父亲军营中 缺羞公事的苦意 不如就将这三人交由我带走 你放心 回头给他们头上刺青 日日劳作 绝对比牢狱里还辛苦 那谢谢你了 秦子经不过是想弄清楚原位 袁景泽这个提议于他而言很是合理 谢我作甚 我白捡了三个苦意 该我谢你才是 袁景泽乐呵呵地说 来 换我敬你 秦子经乐呵呵地举起酒杯 真心觉得袁景泽是个不错的朋友 两人犯逼 秦子经已经带了些醉意 袁景泽倒是毫无异样 想学骑马吗 带你骑马去 袁景泽提议道 他这回便是替父亲进城 接收一匹战马的 秦子经搂着怀里的银票盒子摇摇头 不了 我要将这些银票送回去 袁景泽看了一眼他怀里 点头 也对 这些可不能再丢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 秦子经点头 与袁景泽一同出了酒楼 刚出去 便远远看到 一白一少年 骑马自城门方向而来 秦子经双眼一亮 顿时酒醒了一半 他快走一步 站到马路中央大喊道 小哥哥 齐承林接了安夫人的信 便在先生受礼结束后 立马骑马赶回引川了 他刚进城门 马儿并未跑起来 看着前面突然闯出来一小姑娘 赶紧乐停了马 只是他没想到 闯出来的会是秦子经 齐承林拽着马绳 居高临下地望着秦子经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倒是马下的秦子经 扑闪着双眼 兴奋地说 真的是你 我就说 我不会在大白天产生幻觉的吗 那日 我在府中遇到的 就是小哥哥你吧 你那日怎么走得那么匆忙 齐承林还未开口 自一旁又出来一人 齐承林 你怎在这 袁景泽眯眼 站到秦子经身侧 皱着眉头道 你怎么跟他认识 原本打算下马的齐承林 看着袁景泽的神情 握紧了手里的马匠 微微一台胳膊 扯着马头绕开秦子经 小跑而去 唉 小哥哥 秦子经转身望了一眼 随即鸣嘴道 怎么每次都是不说话就走了呢 他就这样 袁景泽说 你认识他 秦子经侧头看向袁景泽 认识 一怪人 袁景泽摇头道 又看向秦子经道 他性格古怪的很 你以后 遇到了离他远点 秦子经看了一眼齐承林消失的方向 乖巧地点了点头 袁景泽很是满意 乐呵呵地将手往身后一背 走吧 送你回去 第十一章表哥 行了 我便送你至此 袁景泽远远地看了一眼秦府的大门 停下脚步 看了一眼秦子经微微泛红的脸颊 轻笑一声 你年纪不大 倒是挺好久 秦子经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但凡需要送到国家博物院修复的文物都不简单 往往一件文物 要忙上一个月甚至半年 加班是常态 身体熬成了习惯 但凡在闲下来 生物中便很难恢复 所以休假的时候 秦子经习惯在睡前喝点酒 倒不敢喝烈酒 多是些入口偏甜的调制酒 或者裹酒 花酒 时间一久 变成了一种特殊嗜好 别人逛街买衣服 买包包 他就买酒 家里收集了一柜子各类酒瓶 在博物院有小酒鬼之称 近日点菜时 店掌柜极力推荐他们店里的桃花酿 只听名字 秦子经变新养 果真入口又香又甜 秦子经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今日怠慢了 下次再好好请你 明日一早 我就要回军营 恐怕要过几日才有空再来 届时再来寻你 回头教你骑马 学会了咱们一起去城外骑马 秦子经忙说 别了 我过几日要入京 你别来破了空 入京 袁景泽挑眉 朝廷招情大人入京任职 秦子经摇头 我爹爹时常寻现不在家 府中又无其他可以照料我的长辈 又经此事件 爹爹十分担心 让我随姨母进京 恐怕我接下来 要在姨母府上住上一段日子 袁景泽茶余嬷嬷的时候 多少也了解了秦府的状况 稍微点头 这样确实更好 待我结束了军中锻炼 回京后带你逛京城 京中不只有桃花酿 还是樱花酿 菊花酿 保管叫你喝够 你又打去我 秦子经修脑地道 行了 行了 不逗你了 袁景泽说着指了笑 你倒是正经 告诉我你姨母家住哪里 哪家府上 带我回了京 也知晓去哪寻你 我只知姨父姓齐 城府国将军爵 其他便不知晓了 秦子经说 入京的事情 是昨晚才定下的 他还没有机会 去弄清楚姨母家的状况 你说其将军是你姨父 袁景泽一时哭笑不得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笑道 那你为何不认识齐成林 我应该认识 秦子经下意识地问 忽然双眼一瞪 诧异地看着袁景泽道 他们是 在酒楼前 秦子经微醺 没完全听清楚 袁景泽喊齐成林的名字 如今听他这么一问 倒是忽然意识到了 两人都姓齐 齐将军只有一子 就是齐成林 袁景泽依旧怀疑地 打量着秦子经 可你怎么会不认识 自己表哥呢 原来那小哥哥 是自己的表哥 这下便能解释他 为何会出现在自家后院了 可既然是表哥 应该是认识我的吧 为何每次见了我 会是那样的神情呢 齐加入京时 我才三岁 七年未见 我没能将他认出来 秦子经说着 又看一眼袁景泽 我那表哥 当真如你所说的那般恶劣吗 安夫人对自己关爱有加 如此心性 交出来的孩子 应该不至于如此不堪 袁景泽羞愧地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他方才一路过来 在秦子经面前 说了不少齐成林的坏话 虽然说的都是事实 但背后一论人 着实不是君子所为 我与他倒也不熟 应该说他跟谁都不熟 他见谁都是冷着脸 不爱搭理 十分傲气 袁景泽于是说 我与你说的那些 大部分也是听来的 但人人皆是这般说 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 七年前你年纪小不济时 认不出他正常 但他肯定认得你啊 今日在街上 那般对你 可见不是个脾气好的 袁景泽皱着眉头说 听说他性格十分古怪 经常欺负族中弟妹 你若是非要住到他家 日后可躲着他先 秦子经紧张地捏了 捏自己的手指头 入京的决心 顺时动摇了大半 袁景泽也瞧出了他的紧张 盲笑了两声道 你也不用太过紧张 日后避开些救时 万一他欺负你 你可以来找我 我帮你叫醒他 秦子经知晓 他这是故意安慰自己 挤出一抹淡笑 柔声道 谢谢 袁景泽点头 回去吧 日后金钟再见 秦子经点头 屈膝与袁景泽作别 搂着银票匣子 心事重重地回了府 秦明远看着秦子经 拿回来的银票大吃一惊 自然要追问来路 秦子经无意隐瞒 直接将自己遇上袁景泽 然后袁景泽帮忙拿回银票 以及抓那三人 回去做苦意的事情 一并说了 秦明远听后连连点头 这倒是何事 没想到为父一时糊涂 请得叫熙嬷嬷 竟是隐狼入室 一时间让你受两次伤害 秦明远心疼地 看了一眼秦子经 我今月去见你姨母 她担心府中下人走漏风声 觉得还是早些 带你离开尹川比较好 故此定了后日一早便启程 我已经硬下了 秦子经没有反驳秦明远 只是轻声问 爹爹 姨母府中适合状况 有哪些人 女儿可要注意什么 秦明远微微抬头 你姨父母亲尚且康健 老夫人喜爱热闹 故此 你姨父与包弟分家没分宅 你姨父只有一子 秦明远说着 想起两个孩子的亲事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秦子经 又收回目光继续道 你日后便叫表哥 他学识渊博 教养好 日后你多学学 在这 府中还有你姨父的侄子侄女 介于你年龄相近 你去后定不会枯燥 齐家虽然人多 却十分和睦 你倒也不用太拘谨 只管试试 听李姨母的安排便是 秦子经眼睛一转 怎么父亲口中的表哥 与袁景泽说得完全不一样 袁景泽没必要骗自己 但父亲吗 秦子经悄悄打亮了一眼秦明远 他连自己府上的事都看不透彻 恐怕也难看清 别人府上的人何事 第十二章借条 爹 秦子经迎上刚刚进院子的秦明远 急切地问 怎样 买到了吗 秦明远摇头 同秦子经一起进屋 那人不卖 白赚两千两都不卖 秦子经提高音量 这人也太贪心了吧 秦子经昨日将一万两银票拿回来 今日一早 秦明远便出了一趟城 想着把安妇人陪价的庄子买回来 他要三万两 秦明远无力地说 他将一万两全带去了 做好了自己亏损两千两的准备 却没想到对方更贪心 这是巧准了 咱们想要这庄子 秦子经说 当初买庄子的时候 看中咱们急用钱 拼命压价 拼命抬价 这庄子原本只值一万五六 他开口三万 真是趁火打劫 买卖自由 咱们无从评问别人 秦明远说着 长叹一口气 只是三万两的话 咱们府上一时很难拿出 要不我再想想办法 凑些银两 起码凑足两万 还给你姨母 好歹不让你姨母吃亏 这不妥吧 秦子经立马说 且不说姨母会不会要您这多的钱 即便是要了 对她来说 钱也不能代替那庄子对她的意义 还了钱也不能代表 咱们就不欠姨母的 不如就借吧 秦子经提议到 烦请父亲替女儿写一张欠条 女儿给姨母送去 这庄子 就算是咱们家欠姨母的 日后咱们攒够了钱 赎回庄子再还给姨母 你姨母肯收吗 秦明远问 她昨日已经去其家送过一回借条了 被安夫人言辞拒绝女儿 能让姨母收 秦子经自信地说 父亲只管帮女儿写好借条就成 这是什么 安夫人接过秦子经手里的纸张展开 一时指了笑 借条 还是以你为借贷人 安夫人诧异地看向秦子经 嗯 秦子经点头 虽然钱追回来了 但那些银两不足以将姨母的庄子买回 我府上如今的状况 姨母也清楚 恐怕一时难还清 所以特立此句 反请姨母宽限些时日 你这 安夫人扫了一眼手里的借条 将她递出 我与你父亲已经说过了 借条我不收 既然钱追回了 你们还那八千两即可 何苦给我这个 安夫人见秦子经不肯接 便将借条放置一边的桌上 庄子是我卖的 卖多卖少 亏了也只是我的事 我只借了八千与你府上 你们即便要还 也只还八千 其余的 我是绝不会多要的 秦子经不慌不忙地 在安夫人跟前跪下 磕头一拜 然后温声说 姨母疼爱 子经心里知道 然而这情太重 子经心里难以承受 子经求姨母收了这借据 让子经能安心随姨母入京 秦家虽不富裕 尚且还有些产业 各项近账 左不过一两年 便能还上姨母这桩子 姨母若是不收 我爹该立马变卖产业 去买桩子了 咱们这种人家 忽然变卖产业 免不了叫人笑话 我不日就要 随姨母入京 那些是非口舌 落不到我身上 但父亲 尚在怀惜为官 很难不受影响 还请姨母宽容 安夫人听了轻笑一声 欠身将跪在地上的 秦子经拉起 宠溺地拽着她的小手道 你这丫头 就故意夸大了说 吓唬姨母吧 秦子经乖巧地扑扇着双眼 早料到安夫人 能猜透自己 故意威胁之意 她已在安夫人怀里 娇声道 子经可不是故意的 这事 我爹爹干得出来 安夫人抿嘴 随即笑着点头 秦明远不懂后院艰辛 不知柴米油盐 当真是干得出来这事 秦子经便又趁机说 姨母 子经入京后 唯有父亲放心不下 您便印了子经 父亲日后 记着咱家有债 多少会学着 去打理那些产业 也不至于叫 下面的人坑骗了 安夫人心疼地 搂了搂秦子经 低声道 行了 姨母硬了 借条我收下 难为你小小年纪 竟能想到这么多 谢姨母 秦子经高兴地说 她早猜到安夫人的 为人定不会收 但打着为秦妇好的名义 她会动容 秦妇着实不懂李家仪式 自己走了 更是没人在她身边提醒 用词法逼她好好学学 也是一件好事 如此一来 一举两得 秦子经内心十分满意 安夫人抬眼示意清确 无非是说 京中有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 想以此稳定秦子经 入京的心思 两人正说着 外面进来一人 秦子经抬头去看 正是齐承林 秦子经下意识地站直身子 却没同前几次 那般叫她小哥哥 只是拘谨地站着 齐承林也看着秦子经 见她今日反常 便猜到是袁景泽说了什么 故此看秦子经的眼神 也并不友善 安夫人不知二人中间的曲折 见两孩子都不说话 只当是许久未见的拘谨 便对秦子经道 没有印象的 但她乖巧地从安夫人怀里走出 朝着齐承林屈膝一拜 表哥好 嗯 齐承林浅应一声 并无感情起伏 安夫人的脸色有些尴尬 但依旧从中调和 紫意 这是你子经妹妹 你小时候是见过的 数年未见 儿子也无甚印象了 齐承林答得是十分冷淡 也对 你们都七年未见了 分别是还那么小 安夫人笑着说 日后妹妹入了京 与咱们住在一起 你们兄妹俩一起玩耍 自会熟络的 嗯 秦子经应了一声 齐承林却没出声 秦子经又看了一眼齐承林 能明确地感觉到 对方不喜欢自己 倒也无事 诚如远景泽所说 以后避开点就是 紫意 你来得正好 替为娘把你妹妹送回去 安夫人想给两个孩子 制造点待在一起的机会 好让两个孩子 尽快熟络起来 齐承林刚想拒绝 秦子经抢先到 不用了 府里跟个人来 我自己就可以回去 齐承林扫了一眼 秦子经 躲我 第十三章账本 秦子经自然是自己回去的 齐承林说了句 要去看书便直接走了 安夫人送秦子经出门的时候 脸色不太自然 看着秦子经的马车离开 便忍不住扶着清雀直叹气 紫意这孩子啊 安夫人眉头紧锁 何时才能解心结啊 清雀心疼地看着安夫人 却不知从何宽解 事情都过去一年了 大夫也请过 少爷依旧没有一点起色 日子一久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宽慰夫人 只能安静地陪着夫人伤感 秦子经回去的路上 也一直在想齐承林 今日一见 脾气着实古怪 更像袁景泽说的那般 与父亲所说的知书达理 完全不一样 可父亲绝不是会说谎的人 难不成他在父亲面前就装模作样 到自己跟前便不在乎了 可今日还有姨母在场 他难道不用在自己娘亲面前 也装模作样一番吗 好在眉容秦子经纠结太久 马车便到了秦府 因着秦子经明日一早就要出发 秦府这会儿都忙着 秦子经身边照顾的奶娘 婆子皆是有家事的 不便拖家带口地跟着秦子经去其家 秦家妇女商议后 只挑了东凤和一个十三岁的粗食丫头小桃跟着 这会儿二人正在屋里收拾行李安妇人交代了 被入 茶具一类皆不用带过去了 那边皆已备齐 衣裳 首饰也只管带些当即的 姑娘喜欢的 其余的到了京城在星座 再者就带些姑娘舍不得的旧物 东凤教小桃该收拾哪些东西 小桃点头便带着人与东凤分头收拾起来 这小院子秦子经住了十年 旧物可不守 两人也拿不准秦子经要带哪些 不带哪些便全部收罗出来 摆在篮子里由秦子经挑选 所以秦子经禁院看到的情形 便跟大学毕业季的跳蚤市场一般 然而 他早已不是以前的秦子经 眼下这些旧物于他而言都没有特别的意义 但为了不让人起疑 他便从头看到尾 按着自己的演员挑了一些 不多不少 正好装满一只中等的箱子 这边东凤和小桃还在收拾 秦子经却自己去了一趟账房 不一会儿 捧着一摞账本到了书房 秦明远正在给齐续员写信 表达感谢之意 秦子经将一摞账本放到书桌边上 秦明远抬头看了一眼 继续写完最后的落款 为父就说 你姨母不会收 实在不行 咱们便卖些田产 凑足三万两 将那桩子买下来 秦明远说着放下笔 又扫了一眼秦子经报来的账本 笑道 你拿账本有什么用 给取地契 姨母已经收了我的借条 咱们府上今日起 便是负债的了 所以 秦子经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秦明远 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账本 所以 复清日后 要好好打理咱们府上的产业 以期尽快还上姨母的桩子 接了就好 心大的秦明远 丝毫没去深思 安妇人为何就接了借条 只是顺着秦子经的话点头道 你放心 为父会好好打理这些产业的 那您知道 咱们府上有多少产业 每年进账多少 专供哪些开支 秦子经三连问 这一下 直接把秦明远问猛 他勉强知晓 自家有哪些产业 但以前都是娘子梦玩打理 而且打理得很好 他素来不用过问 这些为父自会慢慢学习 秦明远说着 起身绕出书桌 伸手摸了摸秦子经的头 你灵别再急 就莫要操心这些事了 秦子经却仰头 看向秦明远 跌跌可知 咱们府上去年多买了一百亩田 还添了两箱铺子 秦明远一脸茫然 显然对此毫不知情 秦子经轻轻摇头 继续说 咱们府上 原本是一处庄子 三处店铺 店铺无力经营 一向都是对外收租的 两处小点 每处三箱 每年的租子家一起菜五百两 有一处稍大点 前后加起来有七八箱 能收租六百 去年母亲用府中余钱 左右各买了一箱 连成一片 如今租人开九楼 一年能收租一千 这一千五百两 咱们府上无需交税 基本也是不用的 之所以现在府中现钱不多 皆是因为娘亲之前 把钱拿去买了铺子和田 秦子经说着 从账本堆里抽出几本 这三本便是铺子的账 皆是收入 一目了然 父亲看过就能明白 秦明远接了秦子经手上的账本 还未及翻开 秦子经便抬手拍了拍剩下的账本 这些呢 都是庄子上的账 一年四本 每季度庄子上 会送本子来对账 庄子上的账就复杂了 女儿细细说 与父亲听 咱们家的庄子不大 原本不过三百亩粮田 这几年 母亲每年都会买进一些 如今总得也有七百余亩了 再加上五六百亩的开荒地 一处果林 一处鱼塘 每年除去装上农户吃粮 能有三千两的收入 但这三千两不能完全入府 需要交付税 还有鱼苗 牲畜 种子的支出 七七八八的扣除 真正到府上的 便只剩两千两左右 能有如此之多 秦明远诧异地接了一句 秦子经暗自摇头 秦父是真不知柴米油盐 他毫不客气地说 与爹爹每年二百两的俸禄比起来 自然是多的 但这两千两要用作府上开支 咱们府上上上下下吃穿用度的开支 每年要五六百 父亲在外车马 仆役 以及应酬 也得二百 礼佛祭祀 又得二百 城中人情往来 再加三百 宅院休憩 又得二百 这些加起来 一年开支 约莫要一千五百两 庄子上的钱便只剩下五六百 若是一年顺顺碎碎 这五百便能存下来 碰到多事 又或者庄子上年成不好 这五百两便没有 秦子金说完 台谋直直看向秦明远 爹爹可听明白了 咱们府上一年能余下的银两 不过两千两 这还是娘亲好好打理的结果 所以 紫金入京之后 请爹爹一定要认真查看这些账本 好好打理家业 这样咱们才能尽快还上一母的庄子 秦明远现在顾不上想钱的事 她见秦子金连账本都不用翻开 便能将府中的账算得清清楚楚 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还是自己那一无是出的野丫头 有如此智慧 入京后 为父便能心安了 第十四章笑话 第二日 秦子金如期出发 骑府的车马自老宅出来 便来秦府接秦子金 下人们正将秦子金的行李 往其家的马车上班 秦明远抱着一个木匣子 塞给秦子金 这些是你娘的 你待在身边 留作念想 秦子金打开匣子 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只金钗 金光闪闪的 一看便知 保存得极好秦明远的手指 抹扎着匣子 沉生道 为父这一辈子 就给你娘准备了这么几件像样的手势 你娘却舍不得带 宝贝式地藏着 秦明远说着轻声一笑 他啊 总是这么傻 这手势自然是用来带的 藏着有什么用 你到了京城 有机会便将这些金钗拿出来带带 你娘在天上瞧见了 自会高兴 秦子金看着匣子里的金钗 也体会到了老父亲的心意 心满意足地将匣子抱在怀里 后退一步 朝秦明远行礼 女儿此番远去 跌跌照顾好自己 时常与女儿书信 为父知晓 你安心随你一母入金吧 秦明远嘴上说得容易 眼眶却不自觉地泛了红 秦子金赶紧背过身去 不去看秦明远 既然选择了走 便走得爽快些 拖拖拉拉的 反倒叫秦明远难以心安 秦明远低头眨了眨眼睛 将自己的情绪憋回去 然后走到安夫人面前 将自己给齐续远的信交于他 与信一起的还有一碟银票 这是 安夫人疑惑地问 嫂嫂的桩子 我府上恐还需要些十日 这八千两 嫂嫂先拿着做个抵押 另外两千两 用做紫金的开支 秦明远说 那可不行 安夫人连忙将银票往回塞 我与你已经说明 我带紫金如几初 她的一切用度 自然是从我这里出 秦明远后退一步 双手抱拳一败 请嫂嫂务必收下 安夫人见她埋头行礼 大有自己不应变不起来的气势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银票 低声说 秦军别败了 这银两 我且收着 秦军放心 我定会照顾好紫金 每月会送书信来 几人道别一番 秦子金为数不多的行李 也上了车 安夫人扶着秦子金 准备上马车 秦子金脚踏上脚凳 侧头一瞥 正好瞧见 秦明远红着眼眶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秦子金心中一酸 顺势松开安夫人 小跑着冲到秦明远跟前 小手拽着她腰间的衣服 一把将她抱住 父亲可说过 快则一两年 慢则三五年 女儿只等您三年 三年后 您若没有入京 女儿便仍旧回饮穿来 秦明远激动地 用手掌轻拍着秦子金的后背 憋红的眼眶 染上了气气的一圈 好 届时爹去京城接你 秦明远说着 拿开自己的手 去吧 别叫你一亩久等了 秦子金这才松开秦明远 转身快步钻进马车 安夫人愣愣地看了一眼 远远地朝秦明远点了点头 俯身上车 吩咐队伍出发 齐承林不与安夫人 秦子金同车 她骑在马上 静静地看着秦子金 与父亲惜别 心里有些动容 小小年纪莫了娘 又离开父亲 心里不知该如何难受 秦子金心里确实难受 奈何安夫人一直悉心照顾 耐心哄着 道叫秦子金不好意思拒绝 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日后慢慢都告诉姨母 安夫人搂着秦子金说 京城里什么都有 姨母都可以去给你谋来 秦子金眨了眨眼睛 开口问 姨母府中是怎样的 安夫人明显顿了一下 姨母府中十分的热闹 与你同龄的孩子 都有好几个 你愿意就跟他们玩 不愿意 便罢了 京中繁华 有很多好玩的 以后姨母都带你去 秦子金垂眸 姨母显然是不太愿意 说起自己府上 看来 妻府未必就像父亲情妇 说的那般和睦 秦子金乖巧地没有再打听 转移话题道 姨母 你困不困 子金给你讲笑话 笑话 安夫人愣愣地看着秦子金 就是很好笑的故事 秦子金说着直接开讲 有个高僧问少年 一根鱼肝和一头猪 你选哪个 少年说 选猪 高僧摇头笑道 施主肤浅了 兽人鱼不如兽人乙鱼 猪你吃完就没有了 但鱼肝可以钓很久的鱼 你可以用一辈子 安夫人不解 虽然这高僧说的有道理 但这并不好笑 秦子金笑问 姨母也觉得应该选鱼肝 安夫人迟疑着点了点头 秦子金却摇头说 少年依旧选了猪 因为把猪卖了 可以买很多的鱼肝 安夫人眉眼一挑 看了一眼秦子金 随即大笑 哎呦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 这般着实好笑 哎 你等等 安夫人一边笑着 一边欠身往窗外 吩咐下人去前面 把齐成林叫过来 一会儿你别说答案 让姨母也考考你表哥 秦子金鸣嘴点头 在安夫人身边老实坐好 没一会儿 齐成林骑着马过来 放缓马速 与马车并肩同行 子役 娘考你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头猪和一只鱼肝 你选什么 安夫人笑着 看向窗外的齐成林 齐成林完全没有想到 她娘特意叫自己过来 竟是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但还是说 选猪 为什么 安夫人又诧疑又委屈 猪比鱼肝直前 齐成林冷静地说 安夫人抿抿嘴 侧头看向秦子金 可惜了 竟没有唬住你表哥 秦子金却摇着头说 表哥答得也不进对 为什么 安夫人问 秦子金看了一眼窗外的齐成林 调皮地说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自然是全都要 哈哈 你这丫头 安夫人听完她的话 便大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还不忘 打去窗外的齐成林 你没想到这个吧 秦子金小心翼翼地 看向齐成林 她方才一时嘴快 倒忘了自己现在 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没资格打去别人是小孩子 担心齐成林更加生气 齐成林脸上 看不出什么情绪 良久 竟然点了点头说 妹妹说的有道理 秦子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 窗外的少年 倒真有了几分胳膊的样子 第十五章买书 京郊有一金塔寺 香火鼎盛 正好在我们回京的路上 我们今日就到寺中借宿一宿 安夫人吩咐完下人 转身跟秦子金解释起 接下来的安排 明日就是十五 咱们就趁此机会 在金塔寺 为你娘再捐一盏长明灯 以后初一时无 你依旧来为你娘吃斋念佛 至少供足一年 全了你做女儿的孝心 秦子金自己是无神论 临行前事事盘算 却唯独忘了长明灯之事 却没想到 安夫人竟心系如此 连这个都替自己记着的 怪不得车马都到京郊了 却要先转去金塔寺 秦子金不信佛 却不能不替原主敬孝 对此安排毫无意义 祈福的车马 到达金塔寺时 天边正是一片红艳的晚霞 安夫人提前叫人先跑来安排 此时有两个和尚在门口候着 因此是暂住 车马及货物 直接拐进后院 其夫有专门的护院 会随车看护 剩下的人 男兵和女兵分开 带往不同的疗房 寺庙节俭 分往各屋的灯油有限 当晚用过晚饭后 大家便早早歇下 第二日 天还未亮 秦子金便被安夫人叫了起来 礼佛之人讲究初一十五的头箱最灵 这个时候 寺庙的大门还未打开 咱们起早点 去上柱头箱 以表诚意 秦子金点头同意 一切按照安夫人的安排 先去大殿上了头柱箱 又在娘亲的长明灯前 听主持送了一会儿经文 再站到廊下时 天已放白 有香客碗竹 装满香竹的篮子进来 虔诚地与秦子金擦肩而过 秦子金后退一步 让开些 目光看向大殿里面 等安夫人出来 却只有清雀一人出来 今日十五 方丈会亲自讲经 夫人打算留下来听 担心姑娘等得无聊 打发奴婢 来告诉姑娘 不用再次等 可带着东凤到大殿后的金塔看看 好的 反请清雀姐姐告诉姨母 不用着急 一会儿我看完了金塔自会回疗房 秦子金说 清雀点点头 又侧身嘱咐了东凤两句 才转身进去 秦子金看着大殿前的香客越来越多 便带了东凤沿着狼子往后 拐过一处远拱门 地形豁然开朗 是一处开阔的长院 穿过长院便是上金塔的十阶 十阶的起点立着一块石碑 上书九九阶三个字 不难理解 这上山的十阶定是有九九八十一阶 有僧侣沿着十阶三步一拜 九步一扣 嘴里虔诚地念诵着经文往上爬 八十一阶并不难爬 秦子金上了山顶 却无心去看众人叩拜的金塔 而是转身看向脚下的风景 这金塔四隐在山间 黄墙红顶 趁着四周大片大片的翠绿 十分地好看 也不知是到了什么时辰 不远处的钟楼 传来几声轻亮的钟声 激起一群睡懒觉的鸟 好久没见过这么舒服 自然地景色了 秦子金舒心地笑了笑 站在这 望着眼前的景象 忽然有些明白佛门 清静之地的含义 姑娘 买书吗 身旁忽然传来一个温和的男生 秦子金侧过身 看到一旁站着一位男子 身形瘦长 身上的墨色长袍 又松又破 他身子微弓 双手往前 拖着一本诗经 买书 秦子金诧异地问 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卖书 而且 就算要卖 也该卖经文才是 男子抬起头来 笑得窘迫又羞涩 将拿着书的手 往后缩了缩 在下信旅 是个秀才 因无处落脚 暂时借助在金塔寺 平日里靠超书 赚些细碎迎钱过活 只是我无车马 竟成一趟不容易 而且城中书局 丢我五十文 转手缺一两卖出 所以 在下才想着 倒不如我自己卖 吕秀才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窘迫地看了一眼秦子金 稍稍提高音量说 我在此站了许久 也不敢开口 方才远远瞧着姑娘面扇 才斗胆来问问 您若是不需要 便当在下 我买了 秦子金见他憋得脸色降红 开口打断他的话 及时解了他的尴尬 怎么卖 五 吴百文 吕秀才结结巴巴地说 不是说书局里卖一两吗 秦子金说着 接过吕秀才手里的书 齐边的现状有些粗糙 但字体细长 字迹工整 可见是认真抄写的 我 我不敢卖这么高 吕秀才拘谨地说 秦子金笑笑 原来文学著作里 都喜欢把秀才写成单纯 软弱形象 并不是凭空捏造 还有吗 秦子金笑着说 这么便宜 我多买几本 真的吗 吕秀才顿时两眼放光 立马解下自己后背的包袱 放到地上 还有许多 姑娘要什么书 有论语 有春秋 还有 秦子金见他包袱里 一共也只有五本 便大方帝说 我都买了吧 吕秀才诧异地 看了一眼秦子金 顿时抱起包袱 对着秦子金拜了又拜 多谢姑娘 买卖和虚言谢 秦子金转身 让东凤拿钱给吕秀才 自己则伸手接了他的书 东凤的钱朝着秦子金再一拜 才仓促地跑走 东凤看着吕秀才的背影 转身接了秦子金手里的书 这些书姑娘都有 何必再买这秀才手抄的 也是个苦命人 全当帮他一把 秦子金笑着说 那倒是他命好 遇到咱们姑娘 是为活菩萨 东凤笑着打趣道 回去吧 免得姨母派人出来找 秦子金说着 先行顺着台阶往下走 他并为同东凤说实话 买吕秀才的书 也不全然是因为同情 还是因为吕秀才给了他提示 如果超书可以赚钱 他便有了谋财之路 古籍修复 是修复师的基本功 为了修复古籍 修复师需要研究 古籍原有的字体 墨 纸张等等 而秦子金在众位前辈眼里 就是老天赏饭吃的天才 他能模仿各种名家字迹 还能以假乱真 如此手艺 若是拿来赚钱 不知道能不能帮爹爹 早日够会姨母的庄子 秦子金想得出神 胳膊却被身后的东凤轻轻拽住 姑娘 齐公子 第十六章 骗子 秦子金抬头 便看到齐承林从台阶处上来 两人相遇在半途中 工人歇脚的平台上 秦子金先反应过来 礼貌地冲着齐承林行了礼 见过表哥 齐承林目光轻移 看向东凤怀里抱着的书 语气冷淡地问 你买了书 虽说齐承林的语气不好 但难为他是主动开口与自己说话 秦子金便侧身 拿过东凤手里的书 一脸和气地答道 嗯 在顶上遇到一个拮据的秀才 见他不容易 便买了他几本书 齐承林忽然上前一步 直接伸手从秦子金手上抽走一本书 面无表情地翻开 秦子金看着书里越来越乱的字迹 傻了眼 连忙低头翻开自己手上的书 结果发现 几乎每本都是开篇几页字迹工整 到了后面越发潦草 中间竟还有空叶 秀才也骗人 东凤也反应了过来 目光急促地往四周看了看 急切地说 怎么办 早就被他跑没影了 那人根本就不是秀才 齐承林说 秦子金紧紧拽着手里的假书 实在想不明白 那人怎么能将窘破眼得那么好 我去找他 秦子金丢下手里书道 姑娘 这寺庙这么大 您去哪里找 东凤追上秦子金 总共也就三两银子 算了吧 万一又遇到危险怎么办 想着秦子金上次便是在寺庙遇险 东凤可不敢放秦子金 再去找坏人对质 既然银子不多就算了吧 寺中人多 你未必能找到 齐承林也说 母亲那边快已经结束 我们要准备回去了 秦子金听说 安夫人已经送完金 便安静了下来 但还是委屈地说 我并不是在意银两 只是那骗子一言一行太逼真了 今日能骗得了我 日后必定也会骗了其他人 长此以往 必定坏了大家对秀才的印象 若是以后 真有这么一位穷困的秀才 岂不是无人愿意帮他 齐承林听完这话 陷入了沉默 如若人人都自扫门浅血 天下何以为安 没想到秦子金才十岁 便已经懂了这样的道理 路中无默的东凤 可想不到这么深 一心只惦记着秦子金的安危 姑娘 即便是真有这样的秀才 也与咱们无关啊 倒是安夫人等着咱们呢 咱们可别迟了 秦子金看看东凤 又看看散落在地上的假书 犹豫不决 竟没想到 齐承林朝东凤道 你且先回去告诉我母亲 我与表妹办些事情 很快会回来 届时直接去后院与他会合 东凤不敢反驳齐承林 愣愣地点了点头 齐承林走过去 捡起地上的假书 转身回来对秦子金说 走吧 我带你去找那人 秦子金眨了眨眼睛 很快回过神 快速小跑着追上齐承林 感受到秦子金跟上来 向来少言寡语的齐承林 竟开口对秦子金解释说 那人在寺中 卖书并不是见人就问的 多会挑选像你这般面生的规格小姐 为什么 秦子金壮着胆 与齐承林交谈起来 你听戏吗 齐承林反问 秦子金摇摇头 齐承林回头看了一眼秦子金 继续说 历朝历代的戏文里 最爱编排穷书生与附加千金 也不全然是娱乐 着实是因为 规格小姐更容易同情穷书生 你之所以觉得那人逼真 便是因为 那人完全是照着戏文里说的来眼 他把自己假想成真正的穷书生 在你面前表现出窘迫 胆怯 自然能得到你的同情 秦子金这才了然 是自己浅薄了 以为古人单纯 却没想到 古代也遍地是演员 那我们还能找到他吗 秦子金又问 他的书甲的离谱 肯定害怕被发现 搞不好都离开金塔寺了吧 不会 齐承林肯定地说 他怎么会满足 一天就骗这么几两银子 骗完你 肯定会赚去其他地方 秦子金点点头 顺着他的话道 那他会再挑选一个 类似金塔的地方 人少 女人多 这寺中还有类似的地方吗 有 齐承林说 旁边竹林过去 有一处牵手观音阁 牵手观音 消除万般灾害 烦恼 确实是那些听不进经文 却又需要向菩萨诉苦的 年轻小姐们爱去的地方 秦子金跟着齐承林穿过竹林 到了观音阁 观音阁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少姓男姓女 等着静殿上香 秦子金从队尾寻至殿门口 皆没有发现 那个假书生的身影 只能失落地 朝着齐承林摇摇头 齐承林刚才去周围转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 算了 今日就放过他吧 秦子金说 别叫姨母等急了 齐承林点头 两人转身往外走 正要进入竹林时 秦子金停下了脚步 侧头看向坐在石阶边的一位老人 这老人身上 透着与那假秀才相似的味道 秦子金看他 他眼神立马躲闪了一下 秦子金在看 他静起了身 表哥 就是他 秦子金一边说 一边伸手去抓那人 骗子剑已经露线 根本顾不上自己老人的形象 拔腿飞奔 然后还没跑出百米 就被齐承林追上一脚踹趴在地 救命啊 杀人啊 骗子剑自己逃不了 就地开始掩泻 老头子 我要被打死了 这一声 喊来了不少围观的性男性女 他们不知道 老人为何要跑 只瞧见齐承林打人 纷纷指责起来长得一表人才 却是满脸戾气 只怕平日里作恶太多了 真是吓人啊 连老人都不放过 秦子金看了一眼齐承林 立马大声向人群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 你们别被他骗了 这人就是个骗子 秦子金指着坐在地上装惨的老人说 他卖假书给我 骗我钱财 公子 小姐 饶了我吧 骗子抬手抱拳 颤颤巍巍地祈求道 我就是个侨夫 我家老婆子病了 我来求菩萨保佑的 我不是骗子啊 你们打我我不追究了 只求你们放我回去吧 我那可怜的老婆娘 还瘫痪在炕上 骗子越说越激动 竟放声哭好起来 围观人群见他哭得伤心 指责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秦子金还要再辩解 就瞧见齐承林抬手 在骗子后颈一掌 直接将人敲晕过去 然后一把拽住他的后衣领 将人提起 走 齐承林看了一眼 秦子金拖着晕过去的骗子往前走 围观的人群指责声不断 但是无人敢上前拦他 第十七章责备 杀人了 杀人了 快去报官 快去叫主持啊 人群一下子乱了起来 齐承林却视若罔闻 自顾自地拖着昏死过去的骗子 往前走 表哥 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齐承林停下脚步回头看着秦子金 目光冰冷 看得秦子金发出 秦子金缩了缩 低声说 明明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不跟那些人解释呢 没必要 齐承林冷声说 怎么会没必要呢 秦子金有些急了 明明就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事 你这样直接打晕他带走 大家更加不会相信 他是个骗子 我说了 没必要跟这些人解释 齐承林又重复了一次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秦子金看看身后八卦的人 又看看齐承林 无奈地快步追赶上去 齐承林一直将人拖到 疗房后面的一口井边 将人丢在地上 走到井边打上一桶水 直接泼在骗子身上 夏日的井水透骨的凉 原本昏厥的骗子 咳嗽两声就醒了过来 杀人 骗子一醒过来 便准备继续哭嚎卖惨 结果刚喊两个字 注意到眼前 只有秦子金和齐承林 瞬间闭了嘴巴 双手何时求饶道 公子爷饶命 小姐饶命 小的知错了 再也不敢了 我 我把钱还你 骗子说话间哆嗦着手 从怀里 磨出三两碎银子 放在地上 连连磕头道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就是一时缺钱 才起了歪心思的 齐承林回头看向秦子金 放过他吗 他心里想着 如果秦子金说放 今日这时他便不会再管 秦子金往前一步 站到骗子跟前说 你现在还在演戏 是不是觉得我还会同情你 骗子诧异地抬头 看了一眼秦子金 继续哭诉道 小姐仁慈 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上有老 下有小 我娘快病死了 我儿子也要饿死了 我实在是迫于无奈 才会出此下策啊 秦子金看着眼前的男人 突然转身 提起井边的半桶水 奋力地泼到骗子脸上 打断了他的哭号 如果你开口只有谎言 还是别说了 秦子金气愤地丢开手里的木桶 握拳盯着眼前的骗子 我生平最恨的 就是你这种消费别人同情心的人 必须让你付出点代价 秦子金这样说着 却一时也想不到 该让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让他以后不再骗人 正迟疑着 齐承林走上前 一把拽住骗子的衣领 将人整个提起 你先转过去 齐承林说 秦子金迟疑了一下 还是听话地背过身去 只听到身后骗子 一阵痛苦的惨叫 秦子金转身过来时 就瞧见骗子无脸痛哭 有血丝从他的指缝间蔓延出来 这三两银子 就当是给你的药费 秦子金抬脚将地上的碎银子 踢到骗子跟前 若是再被我撞见你行骗 这贼字便刻在你心上 秦子金看到血迹有些发慌 手指无措地在袖子里颤抖 你 怎么 齐承林听出他这话里的责备之意 瞥了他一眼 静止走了 秦子金自然不敢自己留在这 赶紧跑上去 表哥 我 我不是怪你 秦子金追上齐承林 赶紧解释 我只是觉得 觉得 觉得什么 秦子金忽然说不出口 其实自己内心就是觉得 齐承林不该这样做 他不是圣母 只是法治社会教给他的道理是 不能以报之报 齐承林冷冷地看了一眼秦子金 不再听他解释 自顾自地走了 秦子金在原地站犹豫了一会儿 忽然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禅院后院 安夫人已经命人清点过物品 没有缺失 他到廊下阴凉处坐下 夫人 可要派人去寻寻 清雀上前询问 万一耽搁了 老夫人那里怕要怪罪 不用 安夫人心情大好 你没听东凤说吗 是子役自己主动要去帮子金的 你何时见过 他对府中弟妹这么热心了 清雀明白安夫人的意思 笑而不语 哎呀 我这福气真是来了 安夫人开心地摇了摇手里的团扇 少爷回来了 清雀眼见地瞧见 齐承林进了院子 忙开口提醒 安夫人笑盈盈地回身去看 瞧见齐承林冷着脸 身后也没有秦子金的身影 顿时指了笑 怎么了 安夫人快不绕出狼子 子金呢 不知道 齐承林冷声说着 便禁止去找自己的跟班 要马你们不是一起去 安夫人急得跺脚 子役 那可是你表妹 你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在外面 齐承林接过跟班 递来的马鞭 没有说话 他意识到 秦子金没有跟上来的时候 回头找过 却远远瞧见 秦子金带了两个和尚 去台被自己刺伤脸的骗子 想到他语气里对自己的责备 齐承林便没上前 反正有寺庙里的和尚在 他肯定知道 怎么来后院 安夫人见齐承林不肯说话 忙招呼人去找秦子金 姨母 我回来了 不用找了 秦子金小喘着进了后院 处理了些事情 让姨母久等了 秦子金说着微微偏头 看向不远处的齐承林 齐承林却直接翻身上马 丢给他一个冷漠的背影 秦子金顿时失落地眨了眨眼睛 安夫人抿了抿嘴唇 轻轻推推秦子金的肩膀 温声道 好了 回了就行 上车吧 回府 吩咐大家准备出发 东凤十句地上前来 扶着秦子金去上马车 安夫人站在后面摇着扇 长叹了一口气 当娘的都是活该操心 不是说一起去办事吗 这怎么搞得跟吵了架似的 清雀只是笑笑 扶着安夫人上了马车 马车出了后院 在寺院前门 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 只见两个和尚 指着地上的人大声喊道 这人是个卖假书的骗子 大家见了 千万别上当受骗 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齐承林 拽着马将的手 忽然紧了一分 马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原来他找那两个和尚 来侍卫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秦子金坐的马车 正巧撞见秦子金 攀着窗檐望过来 目光相对 秦子金温婉一笑 第十八章出入祈福 秦子金听着车窗外的喧哗声 忍不住挑起窗帘 偷偷打量外面的街道 城门口是最热闹的 男女老少 人来人往 说笑声 叫卖声 起哄声 声声不息 秦子金是个现代人 还是个研究文物的现代人 他不像那些追谷装具的小姑娘一般 只是对古代的服饰 贵族感兴趣 他对古代的一切都感兴趣 东凤去逛尹川的街道 留意过街边摊贩的叫卖 也聆听过护城河边挑副的吆喝 但到了京城 依旧被眼前的樊盛吓了一跳 这个朝代如此的繁华吗 此时日头还未完全落下 街边的酒楼 已经早早地点起了灯笼 透过窗户 能看到酒楼里客人公愁交错 马车上了桥 秦子金看清桥下的河 足比尹川的护城河宽两倍 有一艘装饰精美的画坊 从桥底慢慢露出半截 秦子金看到那船头上 坐着一位谈琵琶的女子 看不清容貌 但衣衫飘夜 应当是个美人 美人的乐声没听清多少 就被岸上的叫好声盖住 是河边的杂耍人表演喷火 赢得了一片喝彩 秦子金抬眼望去 河道两边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个是小摊 驾驶丝毫不输自己 赶过任何一场庙会 今日十五 是大吉 所以热闹 安夫人在她身后说 今日肯定是来不及了 下个吉 我带你出来玩 嗯 秦子金点头 放下窗帘 谢谢姨母 安夫人将她揽进怀里 累吗 秦子金摇头 姨母可累 姨母不累 安夫人欣慰地替秦子金理了理发迹 马上就要到了 恐怕来不及用饭 现在陪我去给老夫人请安 晚了 怕老夫人要歇下 秦子金点头 应该的 马车又过了一座桥 进入了另一条街 也是一样的热闹 路上车马似乎更多 马车走走停停 足足走了一刻钟才出街道 再一拐 进了一条宽敞的巷子 四周明显安静下来 秦子金又挑了一次窗帘 看到一座大气的门头 硬着灯笼 看到齐功夫三字 齐家有绝 这门牌 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 马车继续往前走了一段 带拐进一条略窄的巷子才停下 秦子金又挑脸看了一眼 是一处没有挂扁的偏门 又一处门 门前站着两排婆子 俨然已经等了许久 马车停下 那些婆子便赶紧上前帮忙拿东西 秦子金带安夫人下了马车 才跟着钻出去 清雀扶着安夫人 东凤上来扶了秦子金 安夫人看了一眼走过来的齐承林 先回去换身衣服 便直接去老夫人那里请安 齐承林答应着 侧身让安夫人先走 安夫人没与其他人说话 扶着清雀 静止入内 又踢着灯笼的丫鬟 赶紧凑上来 往前面撑灯 秦子金就跟在安夫人身后 有心想打量一下这院子 但因每个人都走得匆忙 她只勉强看到几处轮廓 走了没一会儿 有丫鬟快速迎上来 匆匆行了一礼 朝安夫人道 老夫人那边已经用完晚饭了 刚看了茶 嗯 安夫人点头 都准备好了 都备好了 丫鬟答话 脚步轻快地跟到安夫人身后 二人在位说话 继续往里面走 中途齐承林领着她的人 走了另一条路 秦子金跟着安夫人 进了一处灯火明亮的院子 入了正屋 屋子里候着数位丫鬟 朝安夫人行过礼之后 便愤出四个丫鬟 拥着秦子金往外 请姑娘到偏房更衣 秦子金这才知道自己 也要换衣服 由着这些丫鬟指引 到旁边屋里 四个丫鬟分工有序 手脚利落地 帮秦子金吞去身上的外衣 换上准备好的新衣上 又重新梳了发迹 动作流畅利落 让跟着进来的东凤 一点忙都没帮上 刚刚弄完 清雀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秦子金 笑道 姑娘穿着身 可真好看 夫人那边已经好了 等姑娘过去呢 秦子金赶紧跟她出去 那边安夫人已经出了门 看到她 朝她伸出手 秦子金快走两步 上前握住安夫人的手 到了老夫人那边不要怕 正常请安就行 安夫人握着秦子金边走边说 老夫人问话 想答就答 不想答便回不知道 嗯 秦子金点头应下 心中却激动起来 她原本是照着灵妹妹 入甲府的画面想象的 然而到了才发现 下了马车 不用换软叫 进了院子 也没有一波波迎上来的丫鬟 别说察言观色了 自己连穿了几道门都没数清楚 这一路进来似乎就是一直在走路 从安夫人的院子到老夫人的院子 又走了一会儿 安夫人交代了秦子金几句后 再也没说话 到了老夫人院子前 门口的丫鬟看清来人才 挑起珠连往里通传 代夫人到了 进了门市小院 再进门才进屋子 门口的丫鬟挑帘的时候提醒道 老夫人和杜夫人在花厅说话 安夫人点头 拽着秦子金绕过前厅 从小门进到花厅 屋子里灯火通明 或坐或站 有不少人 秦子金不敢打量太久 粗略扫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紧跟安夫人身侧 儿媳给婆婆请安 安夫人朝着上方的人行礼 秦子金便也赶紧跟着屈膝行礼 见过老夫人 嗯 老夫人只朝安夫人点了点头 便将目光转向秦子金身上 这就是秦家的姑娘 几岁了 秦子金抬起头 看到上方雍容华贵的老夫人 面带笑容 一脸和蔼 便点头道 十岁了 老夫人微微点头 脸上的笑意淡了一些 模样倒是生得不错 只是这里一缺了些 这么小就没了娘 倒也情有可原 秦子金虽说常年跟古物打交道 但也懂人情事故 老夫人上来就戳自己痛楚 明显是不喜欢自己 但这毕竟是人家家里 秦子金克制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指尖 老夫人却并未停下 转头看向安夫人道 你以后可要多交交 虽不是咱们府上的孩子 但日后在咱们府上住着 出去折损的 也是咱们府上的颜面 第十九章祈辅的关系 秦子金注意到 安夫人拽着手帕的手握紧 胸脯挺起 似要反驳 盲先她一步开口道 老夫人说的是 子金在府中确实散漫惯了 日后定情加练习 好好学习礼仪 老夫人能当着姨母的面 如此诋毁自己 可见也没多待见秦子金 不想姨母为了自己 跟老夫人起争执 秦子金只好抢先服软 不过是句哄人的话罢了 没什么损失 因为秦子金服软 老夫人面子十足 脸色好看了许多 正巧今日府中的姑娘都在 让你姨母都带你认认吧 安夫人低头看了一眼秦子金 心疼得不行 但一个孩子 都能有这般的气度 她也只好忍了这一时 领着秦子金认人 这屋子里 坐着杜夫人度士 和二房的三位姊妹 大姑娘齐梦里 年十三 是杜夫人的嫡女 二姑娘梦杰 九岁 乃是刘姨娘所生 三姑娘梦西 七岁 是二房和姨娘的小女儿 三位姑娘和杜夫人 今日都是在老夫人房中用的晚饭 所以 饭后一起到花厅喝茶说话 秦子金微微醋眉 想起《红楼梦》里 待遇出到贾府 两位夫人都不在老夫人处用晚饭 因为各屋是各屋的分立 也不知是这祺府没有这番讲究 还是说 老夫人就是对二房更偏袒一些 正想着 下人通报大少爷过来了 齐承林依旧是面无表情 进屋后 静止往中间给老夫人请了安 老夫人也只是态度频频地点了点头 可吃过了 老夫人问 虽然换了身干净衣裳 就过来请安了 尚未来得及用饭 齐承林如实回答 哦 那不用站着了 回去用饭吧 老夫人如此说 齐承林应声便走 秦子金姑测了一下 齐承林从进屋到要走 绝对没有在屋里待足五分钟 老夫人的神情和语气 似乎巴布的齐承林 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屋子里的那些人 不待见齐承林 齐承林似乎也不太待见他们 齐承林可是齐家的嫡长子 日后成了绝 终究要做一家之主 这些人不应该多巴结他吗 秦子金紧紧盯着齐承林的背影 这个祈福 人际关系还挺复杂 齐承林才刚出门 杜夫人便立马装腔做事地道 承林这孩子 平日里黑着脸也就算了 给娘请安 怎么也是这副神情 嫂嫂当真得好好管管了 安夫人立马说 承林只是不爱笑 心里是敬着老夫人的 二婶何苦如此揣测一个孩子 他又没怎么说 你就急眼了 乃向的做嫂嫂的 老夫人立声道 他房里管着大大小小五六个孩子 有能帮着我分担 到了你这就只一个 还叫你交成这样 你难道不该反省反省吗 安夫人鸣嘴 在孩子的话题上 自己永远都无从反驳 诚如老夫人常说的 连孩子都不会生的女人 就不该活着 若是往日 老夫人免不了要带几句 让大房纳切的话 今日怕是顾忌几个孩子在 所以只说到了这 杜夫人得了便宜 还不忘卖乖 忙又笑着红老夫人道 娘莫要生气 嫂嫂定也是 想多要几个孩子的 这不接了秦家的姑娘回来 老夫人测了测身子 轻哼一声 明显是对安夫人不满意 杜夫人的目的达道 又笑着转向安夫人道 娘就是想多要几个孙子 承欢膝下 嫂嫂莫要生气 秦家姑娘日后住在咱们府上 缺什么少什么只管开口 妹妹一定安排好 才在老夫人面前 挑拨了婆媳关系 转身又来安夫人面前 炫耀自己的管家 全秦子经 原以为安夫人这样的性子 是忍不了这话的 却没想到 安夫人笑着说 那倒是多谢二婶了 子经日后在园中走动 免不了有要二婶照顾的地方 秦子经低头微笑 对自己这个姨母更加喜欢了 她性子直爽 却只在孩子的事情上 资珠必较 自己面对杜夫人的挑衅 却是十分大度 安夫人顿了下又说 至于她屋里的用度 倒不用二婶费心 秦老爷临行前 与了我万两银票 足够她用了 此话一出 屋中除了尚且不懂事的三姑娘 其他人都坐直了身子 秦家全府上下一年的开支用度 也不过两千两 秦中花销大 秦府人又多 一年花销最多五千 这其中花在一个 未出阁的姑娘身上的 最多三百两 这秦家是什么家境 一个姑娘家的用度 净至一万两 这 杜夫人一时正住 秦家有这么富裕吗 怕不是嫂嫂替人冲门面吧 安夫人道 临行前 秦老爷当着众人的面包出来 跟着去的下人们都瞧着了 这话 我能作假不成 秦家虽不是高门大户 却也是英识人家 独有紫荆这么一个丫头 秦老爷心疼得紧 府中家业也都是他的 一万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 孩子多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咱们家大业大 可几个姑娘的用度加起来 连紫荆丫头的一成都赶不上 所以 当真不劳二审费心 只怕咱们府上的东西 紫荆丫头用着未必得手 一番话 说得二人哑口无言 说得大姑娘 二姑娘羞愧低头 独有三姑娘 不懂这话里的弯弯绕绕 一脸惊讶地望着秦紫荆 老夫人轻咳一声 怪声怪气地说 姑娘家家的 交养未必是好事 娘看问题就是透彻 姑娘家家的 当真不能交养 我一妹在时 从不忘叮嘱孩子请柬 所以 我家紫荆就偏爱素雅装扮 您瞧瞧 坐在梦里边上 愣是被梦里的金钗不摇笔下去了 则则 到底是二审房中殷石 能攻得起梦里如此用度 孟杰跟着老夫人 就素雅多了 秦紫荆恨不得跳起来给其夫人打扣 这可真是宅斗的高手啊 看似银河老夫人的话 其实捧了自己 拉踩了这屋中所有的人 杜夫人气得接不上话 直咬嘴唇 老夫人脸色更是不好看 直接出眼感人 行了 行了 时候不早了 都回去吧 安夫人立马浅笑着起身 牵过秦紫荆的手 便往外走 娘 您瞧她连孩子都 杜夫人起身 找老夫人哭诉 老夫人可没心情搭理她 白了一眼道 她说的也不全无道理 李丫头也该管管了 日后在府中守 如此招摇 齐梦李委屈别嘴 气呼呼地拔下 自己发脊上的金钗布摇 愤恨地瞪了一眼 身旁的齐梦杰 齐梦杰颤巍巍地起身 目光惊恐地将头埋下 第二十章 姑娘不能骄养 气死我了 回去的路上 齐梦李一路边哭边骂 那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比 她凭什么管我带什么 娘 您得帮我 齐梦李挽着杜夫人的胳膊直跳脚 您说过 这府里的小辈 除了我哥 便是我最大 凭什么来了个外星 我就被人比下去了 杜夫人也烦得很 自己今日在安夫人跟前 一点好处都没有占到 似乎还得罪了老夫人 你这几日收敛着点 别上赶着哀说 杜夫人看了一眼齐梦李 拿你跟那个秦丫头比也就算了 拿你比梦杰 那是在敲打我 梦杰可是养在老夫人身边的 说梦杰不如你 是在指我们比老夫人还富裕呢 瞧不见老夫人最后那神情吗 明显是连着咱们也一起烦了 那 怎么办 其梦李抽抽叶叶 她还知道如今其家后院谁说了算 但心中依旧不甘 难道就这么算了 算了 杜夫人冷哼一声 不可能 另一边 安夫人牵着秦子金回她住的万和院 下人们已经将食盒抬进了前厅 奇迹地摆在桌边 开饭吧 子金该饿了 安夫人说着 引秦子金坐下 由丫鬟端了水盆过来敬手 喷香的饭菜一一摆上桌 怕你吃多了鸡食 夜里难以入睡 所以准备的都是些清淡菜 安夫人说着 亲自为秦子金盛了一碗汤 你每样都尝尝 哪样菜和胃口便叫丫鬟们记着 日后尝呗 谢谢姨母 子金不挑食 什么都吃 秦子金接过汤碗道 博物院那个食堂 每日固定的四菜一汤 敢挑食早饿死了 不挑好啊 安夫人笑着接了下人们盛来的汤 拿着吊羹 优雅地喝了一口 秦子金瞥了一眼她的动作 也跟着慢悠悠地喝汤 不用拘谨 安夫人看了一眼秦子金道 规矩都是给外人看的 这桌上只有咱们娘俩 用不着拘谨 我有饭前喝汤的习惯 便慢慢喝着 你若没这习惯 便按自己的喜好来 喜欢什么菜 致使丫鬟们加便是 秦子金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 而且确实有些饿 便拿起筷子道 我自己加菜 安夫人没说什么 点点头 继续喝汤 秦子金倒也记着 现在是古代 没敢拿出自己在食堂 风卷残涌的吃饭速度 慢条丝里地夹着菜吃 身后的丫鬟 很有眼力见的 时不时上来 将菜的位置换一下 确保每样菜 都在秦子金的跟前摆过 原本给你安排在隔壁朗乡隔 怕你第一晚害怕 今晚便先在我屋中睡 安夫人饭后说 你同我睡 让东凤在外间跟清雀挤一挤 秦子金对这个没什么讲究 全听安夫人安排 东凤照顾着秦子金 泡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回到正屋里时 只有清雀在伺候安夫人拆发寄过来 安夫人看着秦子金招了招手 你俩去洗漱吧 秦子金招头发 来时的路上 姨母不与你说 一是怕说不清 二是怕你生出悔意半路折返 你莫要怪罪姨母 不会 秦子金轻声说 安夫人温婉一笑 手上的动作轻柔又细致 声音也十分柔和 我原本还想再瞒你些时日 却又忽然想通了 我接你来不是做客的 是在府上常住的 日后你也是这府上的小主子 这些糟心的事 你早晚得面对 你本就聪明 今日见识了 自然也能看出来 其府同你府上不同 家大业大的 人多自然是非多 老夫人偏帮着二方 所以你自己留个心眼 但凡可以 便不去招惹他们 不过你也不用怕 姨母肯定会保护好 你的咱不惹事 却不怕事 他们若是和睦 咱们便也客客气气地过 若是惹得你不痛快 该闹就闹 用不着委屈 知道吗 秦子金回头看向安夫人 不会给姨母添麻烦吗 安夫人笑着说 不会 秦子金笑笑 模样乖巧地点点头 安夫人起身 换了一条干毛巾 继续给秦子金擦头发 你爹给的银票 姨母暂且替你收着 府中吃穿用度姨母 都替你安排好了 用不上这些银两 这不合适 秦子金忙转身看向安夫人 子金住进来 已经是给姨母添麻烦了 怎么还能花姨母的银两 秦子金看过秦府的账 自然明白 越是世家大族 规矩就越多 尤其是这开支 必是每处都计划着用的 所以秦妇拿银票给姨母 秦子金并未反对 安夫人拈起手指 轻轻夹了夹秦子金的鼻梁 笑着说 没事 姨母就乐意给你花钱 秦子金自知自己 现在只是个小孩子 在钱财上没有话语权 多说无意 只能顺从 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丫鬟婆子 多的是彩地捧高的俗人 我在老夫人面前提那银票 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免去些不必要的麻烦 你自己在外 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安夫人看着秦子金说 嗯 谢谢姨母 秦子金感激地看着安夫人 两人说得高兴 外面清雀和东凤洗漱完敲门进来 安夫人赶紧朝秦子金眨眨眼 两人结束了刚才的话题 简单收拾一番 上床躺下 上了床 秦子金才意识到 安夫人是有丈夫的 忙问 姨父呢 她出京半差去了 恐怕要过几日才回来 安夫人为秦子金压石背脚后 挨着秦子金在外侧躺下 她知晓你来 十分高兴 已经派人送了信回来 秦子金点点头 闭了眼 却睡意不浓 于是便又侧头 将目光定在身旁的安夫人身上几次的相处 秦子金十分喜欢这位姨母 她性子直爽 却不失理智 外表温婉 内心刚毅 对自己的是不计得失 为了孩子 却能舌战群儒 欲试睿志 沉着 这性格做派 很有现代女性的形象 原以为自己就该命中注定 与母爱无缘的秦子金 这一刻 似乎找到了倚靠 安夫人注意到秦子金的目光 睁开眼睛 侧头看过来 睡不着 秦子金微微摇头 如动身子 往安夫人身旁靠了靠 柔声说 姨母 子金很喜欢你 安夫人面上一洗 侧转身 抬起胳膊 将秦子金揽在自己怀里 柔声哄道 姨母也喜欢子金 第21章 看画 看灯笼 第二日用过早饭 秦子金便去了朗香阁 朗香阁一阴物品都是新的 灵窗 一台红木梳妆台 摆着大大小小四五个雕刻精致的木匣子 匣子里珍珠 珊瑚手串 白玉 翡翠手镯 刘金 果银发拆 摆放的整整齐齐 另一端的木榻上 整整齐齐的摆着四五个托盘 每个里面都盛着一套 叠放整齐的衣裙和颜色搭配好的袖鞋 就连各式团扇 阴落 玉坠 香袋都是一一搭配好的 下人们都站在门外 年轻丫鬟和长势的婆子站在廊下 另有十几个粗食丫头 垂手立在院子里 街头安安静静地等着秦子金 验收自己的住处 秦子金自然觉得好 只是好的 不敢在此住下 安夫人拉了他 到跟前小声说 这些都是 打着你自己府上的名义制办的 你只把安心用就是 秦子金默默在心里 盘算起秦府的年收入 计算这些 要多久才能还上 欢喜 你进来 安夫人又朝外叫了一声 后在门外的一个丫鬟 立马跨门走上前来行礼 欢喜给大夫人请安 给姑娘请安 声音清脆 神情如名字 欢喜得很 安夫人搂着秦子金说 这是欢喜 原是我身边的 坐视利落 就是人如其名 日日欢喜得很 姨母嫌她吵 正好打发来照顾你 给东凤帮帮忙 秦子金就觉得 东凤太过老实安分 来个欢喜更合适 便点头应下 安夫人点点头 站起身 那等下便叫欢喜 陪你四处看看 有不喜欢的 只管吩咐人去改 我还要去老夫人处 汇报老宅休憩一事 就先不陪你了 嗯 姨母慢走 秦子金说着 送安夫人至府门 被安夫人拦下 才停住脚步 安夫人一走 下人们赶紧给秦子金请安 秦子金早在来 其府的路上 便将林黛玉 出入贾府的每一个细节 都回忆了一遍 一边抬手叫人起来 一边又示意东凤赏钱 大家得了赏钱 便散至四处忙起来 秦子金看了一眼 准备收拾衣物的东凤和欢喜 丢下具我在院子里走走 便出了门京城地柜 朗香格的大小 不及秦子金 之前在秦府住的 但这院子里的摆设 却十分地讲究 入了门 用一处假山取代罩壁 假山前有一处小水池 池水不深 约莫及西 里面放了些大小不一的山形石块 养着一群手指长的红礼 假山一直蔓延至右边围墙 围墙上有一处壁画 画的是喜上眉梢 壁画下大错的牡丹 开得正繁盛 假山背面 种了一排脆竹 都只有手指斑粗 进门往左 绕过假山 便能看到院子全貌 花草树木 屋檐壁画 就连廊下挂着的灯笼 都吸引着秦子金的注意力 这些他曾经要特意观察 尝试模仿的物件 如今成了日常用品 就这么摆在他面前 只要他一抬头 就能看到 这就好比浣熊掉进了蜜罐 老鼠落入了米缸 可把他高兴坏了 秦子金正看得入迷 下人提醒道 大姑娘和二姑娘来了 秦子金扭头去看 就瞧见奇梦里和奇梦节 已经进了院子 秦子金朝二人点了点头 秦子金如今就喜欢安夫人 其他跟安夫人做对的 自动划入对立面 听说秦姑娘搬到朗香阁了 我们姐妹过来道贺一番 秦梦里笑着说 秦子金这才注意到 二人身后的丫鬟手上 确实拿着礼品 来者是客 没有不接待的道理 秦子金便请了二人进屋 二人进屋也不做 抬头四处打量起来 东凤和欢喜想着经营首饰 还需秦子金过目点数 所以暂且没收 依旧那么赤裸裸的摊开在梳妆台上 二房两姐妹只扫了一眼 眼神变亮了 秦梦里是见过好东西的 但他着实没见过这么多 而秦梦节则是根本就没见过这些 女人的妒忌充满了两人的目光 秦子金亮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抢 便由着他们看去 反正情绪激动得不是自己 他甚至还轻飘飘地说 刚搬进来还来不及收 叫你们见笑 都是些寻常玩意儿 姐妹俩听着这话 恨不得吐血 却又不敢将自己的极度表现出来 便洋装淡定地坐下喝茶 以后在一个院里住着 咱们就是姐妹了 秦梦里笑着说 不知妹妹今年几岁 二月里满得十岁 秦子金答 那比你还大上半岁呢 你日后得叫姐姐 秦梦里转头朝秦梦节道 秦梦节道也听话 立马起身给秦子金行了一礼 姐姐好 秦子金虽不喜这些人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便也只是点了点头 既是姐妹又何须这么客气 正是这个礼 秦梦里接话道 昨日妹妹来得晚 咱们在老夫人处也没说得上话 竟听他们长辈一世去了 今日这一件 妹妹果然好相处 平日里因我是长姐 都是我带着几位妹妹一处玩 现在秦妹妹来了 日后便也跟咱们一处玩吧 好啊 秦子金点头 内心却忍不住吐槽 我一点都不想跟一群孩子玩 我想看画 看楼 看灯笼 姐姐平日都爱玩什么 秦梦节问 这还真将秦子金问住了 浑川后 秦子金一直病着 没经历完 刚好几天 又是对付于嬷嬷 又是被绑架 除了逛了两次街 似乎什么都没玩过 她甚至都不知道 古代孩子有哪些娱乐 我都行 你们玩什么 我都可以 秦子金敷衍地说 这听着可真厉害 秦梦里无嘴笑道 姐妹俩在秦子金屋里 坐了好一会儿才走 刚出朗香阁 秦梦节便忍不住追问 姐姐怎么邀她一起玩 秦梦里扬了扬嘴角 你瞧见她那一屋子的宝贝眉 秦梦节不解 秦梦里继续说 瞧她方才笑的样子 就知道是个没心机的 咱们哄她几日 待时机成熟 找她借几副头面 难道她会不肯吗 秦梦节顿时双眼一亮 只夸秦梦里 姐姐当真聪明 第二十二章 秦家的爵位 两姐妹一走 秦子金便赶紧让东凤和欢喜 将屋里的珠宝都收起来 正所谓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好不容易依一点数 收进秦子金的私库 刚坐下休息 小桃杏刀采烈地冲进屋子 直接跑到秦子金身旁 与塌儿语道 姑娘 奴婢问到了好多东西 这么厉害 秦子金侧头赞赏地 看了一眼这个小丫头 殷院子里安夫人 安排了许多下人 所以年纪上小的小桃 帮不上什么忙 秦子金便打发她 到外面去转悠 顺便打听一下 祈福的情况 小桃乐呵呵地说 昨晚大夫人 在老太太那里说的话 今儿一早便在祈福传开了 如今上上下下都知道 姑娘你带着一万两银子来的 吃穿用度皆是自己的 谁也不敢轻看了姑娘 秦子金微笑 昨晚她便猜到了 安夫人的这层用意 也料想了会有这样的结果 奴婢拿着您给的那些银珠子当谢礼 结交了不少沈娘 姐姐 刚还在厨房混了一碗梨汤喝呢 秦子金有一串银珠手串 一串有三十多粒绿豆大小的银珠子 秦子金特意拆开来 给小桃拿出去交朋友 一串银子也不到三千银子 分开来更是不值钱 但对于讨生计的下人来说 一粒银珠子拿去 可以换几十个铜板 也是钱 摆给谁不开心 走 我们去外头说 秦子金担心被欢喜 听到自己在刻意打听齐府 便站起身 我与小桃未愚去 好 姑娘当心着 别落了水 东凤接了一句 便没在管他 小桃小跳着 跟秦子金出门 待周边都没人了 便迫不及待地说 这齐府跟咱们府上比起来 可真是复杂多了 是多的奴婢都不知道先说什么 挑要紧地说 最要紧地 摸不过齐家祖上的爵位 小桃说 齐府大爷和二爷是软生兄弟 大爷不过早出生一点 成爵的时候 二爷自然不肯 后来老爷子想了一个法子 叫二人去考科举 谁再绑上名次高 谁便成爵 结果咱们大爷绑上三十 二爷落在榜尾 这爵位便到了咱们大爷身上 秦子金拧嘴 秦妇倒是没和自己说起这个 如此情形 齐家老爷子想的方法倒也合理 自然是贤者得了爵位 才能保证家族长胜不衰 从齐家近几年的走势来看 齐老爷子当初没有选错接班人 然后呢 秦子金追问 按理说 这爵位到了大爷府上 日后成爵就只能是大爷的嫡子 可二房不一 说既是老爷子定的规矩 便该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还该是大房的嫡子 和二房的嫡子争 谁榜上名次靠前 谁成爵 这不合规矩 秦子金盲说 爵位传长传嫡 齐家大爷和二爷是孪生兄弟 谁长谁又齐家可操作 故此 齐老爷子的法子可行 但一副家中 只有一位嫡子 由侄子成爵 这不合规矩 小桃往秦子金身边凑了凑 低声说 咱们府上没有爵位 所以咱们不懂 据说传长传嫡 这个规矩早就撤了 各府在位者递折子 到了时候 朝廷就会安排 反正就这么一个爵位 在位者说给谁就给谁 只要不出族就行 这世界与自己的认知 还有些不同 秦子金这般想着又说 姨母和姨父 也不能同意吧 哪有自家有儿子 还把爵位给侄子的 大爷和大夫人自然不同意 可这不是有老夫人吗 小桃又说 姑娘不知 这可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小桃面色飞红 一脸八卦像 整个身子几乎贴在了秦子金身上 二夫人是老夫人娘家 堂兄弟的嫡女 当初便是看中了 祈福的爵位 才有老夫人坐眉嫁过来的 原是想嫁给大爷的 毕竟大爷是嫡长子 哪曾想 大爷竟没看上 便嫁了二爷 老夫人因此在娘家受了数落 心里便对大爷不痛快 对大夫人更是不痛快 秦子金沉思 那一副成绝 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 自然是之后 小桃说 二夫人若是知道 二爷争不上爵位 定然是不会嫁的 秦子金沉默不言 可真是爵了 嫁得竟不是人 是爵位 所以 这其中兄弟科举争爵 还有老夫人的助理 秦子金问 小桃骄傲地竖起大拇指 要不说 咱们姑娘聪明呢 秦子金却高兴不起来 如此看来 老夫人和二房不仅连了手 还都是老谋深算的人 大房势必很吃亏 你接着说吧 秦子金道 小桃点点头 又说 大爷成了绝 又官运亨通 没几年入了京 祈福老爷子 便将管事全交给了他 但那时老爷子还在 大爷和二爷分户不分家 后来老爷子不在了 大爷提过分家 老夫人不同意 便就一直这么过 如今 老夫人住政院 大房住东大院 二房住西大院 祈福的祖产 给大爷和二爷都分了点 但大部分 都还牢牢地拽在老夫人手里 大爷和二爷 各自管各自屋里的 不过老夫人如今 基本不管事 都是让二太太去办 基本算是二太太在管家 成了觉得长席被旁落 却叫小儿席管大家 也真是稀罕 去年燕林少爷过了院士 如今在隔学院里上着学 据说是终局有望 如今府中上上下下 都巴结着二太太 只不过 大爷还是长家之人 大家也不敢太明显 怕得罪了大太太 二房的嫡子过了院士 那表哥呢 秦子京记得爹爹夸过齐成林 学识渊博 难道他就终局无望了吗 小桃别嘴摇了摇头 失落地说 成林少爷去年院士没过 如今还在私塾上学 只怕燕林少爷 掀他一部金榜提名 爵位便是二房的了 他没过 为何会没过 秦子京追问 小桃却摇了摇头说 下人们都说成林少爷性子孤了 脾气暴躁 不敢打听 也不敢传他的事 所以皆不知道内情 秦子京粗了醋眉 总觉得这是不简单 但小桃问不到 也无法 只好说 那你继续说说其他人 二房那几位姑娘呢 这个问到了 小桃又恢复了精神 二房一共三位姑娘 大姑娘梦里 是二太太的嫡女 如今十三了 在府中地位很高 二姑娘梦洁 是二太太的陪嫁丫头 刘姨娘所生 二姑娘五岁后 便一直都是在老夫人 跟前养着的 三姑娘如今只有七岁 养在二夫人跟前 二夫人 三姑娘不是姨娘所生吗 秦子京问 小桃点头 三姑娘的生母和事 陪着文君少爷 在西州求学 只有过年才回来 秦子京细细琢磨了一番 不得不佩服着杜夫人的手段 刘姨娘的孩子 养在老夫人那里 和姨娘的孩子 养在自己西夏 唯一一个自己养孩子的 竟然远在西州 秦子京长吸了一口气 旁的不说 这二房自身就挺热闹的 第二十三章 故意恶心大房 因为齐续员 在境外半差未回 秦子京这些日子 三餐都是在安夫人处 一并解决的 这日请过安之后 便如往常般 在屋里等着 安夫人还在装洗 秦子京歪坐在窗边的榻上 摆弄着桌上花瓶的插花 正是牡丹妖艳的时候 各房屋子里 插的都是牡丹 瓶子里的牡丹 还挂着水珠 因是早上刚从园子里摘来的 只是插得不尽人意 秦子京便欢欢喜 找了把茧子 自在桌边倒过起来 安夫人通过镜子里的反光 看到秦子京的动作 瞧她在自己屋中 越发的自在 心里着实高兴 屋子里安静祥和 院子外头传来丫鬟的通传 少爷来了 秦子京顺势坐直身子 往外看了一眼 齐承林今日一席青山 映着早晨的阳光 显得越发白 他走得极快 又神情冷肃 丫鬟们都不敢上前请安 纷纷驻足垂手让置角落 秦子京日日都在 安夫人这边用早饭 今日却是第一次 撞见齐承林来请早安 据说平日里 因要去私塾 很早便出府了 齐承林目光微微一偏 便看到了窗边的秦子京 秦子京连忙仰起嘴角 朝他点了点头 齐承林却只是淡然地 将目光收回 好似没瞧见秦子京一般 秦子京也不在意 入府这么久 早已知道他是孤冷性子 与自己爹娘尚且不亲后 又怎会愿意 多给自己一个眼神 齐承林进了屋 安夫人也正好梳洗装扮好 开口让齐承林免了理 又道 难得你今日不用去学堂 便留在这边用早饭吧 儿子还有事 要出府 就不在母亲这边用饭了 齐承林说 安夫人的目光 肉眼可见的暗沉了一些 却依旧强笑说 无妨 你既有事 便去忙吧 别耽搭了世上 是 齐承林说完 便转身出了屋子 秦子京站在安夫人身边 一抬头 便能看到她的目光 追着齐承林的身影 可怜天下父母心 安夫人嘴上说着无妨 心里其实还是盼着儿子 能够留下来的 安夫人的眼神叫人心疼 秦子京恨不得追上去 将齐承林拉住 可又有自知之明 知晓自己也留不住齐承林 秦子京实在不解 安夫人如此兴兴 怎么会养出 齐承林这般的性格 齐承林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院门口 安夫人眨了眨眼睛 缓和了下情绪 低头看了一眼秦子京 抬手在她头上摸了摸 笑着说 还有我的小子京陪我呢 秦子京立马软萌萌地 抱住安夫人 甜甜地说 子京会一直陪着姨母的 真乖 安夫人蹲下身 在秦子京的脸颊上 亲了一口 随即心情大好的 吩咐下人们开饭 早饭刚吃一半 院子外头有人说话 清雀赶紧出门去看了一眼 带她进来 外头又安静了 是谁 安夫人问 王妈妈 清雀只报了名字 没往下说 安夫人也没再问 自顾自地吃饭 待两人吃好 落了快 竖了口 安夫人端起茶碗才说 喊进来吧 清雀点头 转身去外面 带进来一个妇人 王妈妈进门乐呵呵地 先给安夫人请了安 又看向秦子京道 这位可是妇人 从尹川接回的秦姑娘 哎呦 生得可真标致 这一下就把咱们府上 其他姑娘都压住了 安夫人眼色冷了下 不悦地说 拿紫禁与那些人比什么 王妈妈笑容一致 赶紧抬起手掌 请打了自己嘴巴一下 瞧我这嘴 近乎说 一个天上的 一群地下的 自始没得比的 安夫人低头喝茶 没再与她计较 王妈妈理了理神情 将手放下端在身前 先前的夫人照顾 给我闺女安排了进园子种花 只可惜 我那闺女不争气 这么好的差事 不到一个月 被二太太拎了错处 给换下来了 种花还能出错 安夫人放下茶碗 抬眸瞥了一眼王妈妈 不用跟我绕弯弯 直说 安排了谁顶上 二房林青家的侄女 王妈妈说着 便一脸期盼地望着安夫人 安夫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指转动着 中指上的碧玉戒指 小心眼的女人 不过是前几日 在老夫人那里 说了她几句 立马拿我院子里的人 来白脸色了 这回找的什么油子 说是送至大姑娘 房里的花有虫子 吓到大姑娘了 王妈妈自己说完 便赶紧解释 大夫人 您平日教的奴婢们都记得 平日都是千叮零万嘱咐 生怕给那边寻到差错 我闺女每日 卯出进园子采摘 必须是朵朵精挑细选 查看仔细了 再给个房送去 不可能会有虫子的呀 秦子经回头看了一眼 矮桌上自己刚修剪过的牡丹 为了好看 自然是挑半开的花来插花 如若是花苞 还有可能藏住虫子 已经开了的 只要检查了 应该不至于会有虫 而且 园子里的下人 挑不准主子的喜好 自然是多送一些 由着各房的丫鬟 按着主子的喜好 挑检插进花瓶里 即便是有虫 也该是自己屋内的丫鬟 做事不仔细 又怎么能怪到 送花的人身上 二房找这种借口 倒不是存心想要 这份活计 是故意来恶心大房吧 秦子经看了一眼安夫人 安夫人似乎并不太在乎 一点没因着是生气 出都出来了 便让你闺女 去干点其他的吧 朗香阁里 准备起小厨房 叫她过去 给厨娘打下手吧 王妈妈一听 顿时就乐了 小厨房里的活计 是最轻松的 还能顾上嘴 谢大夫人 谢金姑娘 王妈妈喜笑颜开 连连道谢 安夫人却不慎在意 叮嘱了几句 便打发她走了 王妈妈走后 安夫人侧头 看向秦子经道 王妈妈的女儿 小时候磕破了脸 脸上有道疤 在主子跟前 伺候不太好 只能安排些其他事情 日后在你院里 你见了不要怕 小姑娘 心性不坏 嗯 秦子经点头应声 却在心中 为安夫人不甘 难道每次 被二房欺负 都要这么退让吗 长此以往 这府中都换上了 二房的人 大房岂不是越发地 艰难了 第24章投护游戏 姑娘 梦里姑娘 他们在园中玩 请姑娘 您过去一块玩 小桃蹦蹦跳跳地进了屋 自打来了欺负 小桃是最开心的 姑娘身边贴身照顾的 有东凤和欢喜 需要她做的是不多 园子里其他下人 打量着她 是跟着姑娘过来的 对她也格外的热情 养得她 近日性格格外活泼 他们玩什么 秦子经问 她本不想跟这几个小丫头玩 奈何秦子经 想多打听一些 祈福的秘密 孩子们心思 单纯嘴巴不言 打听起来比较方便 玩的是头壶 小桃说 姑娘在府里的时候 不是最会玩这个吗 秦子经的嘴角 轻扯了一下 以前的秦子经 确实会玩这个 可自己并不会 且去看看吧 秦子经起身 园子里 秦梦里手里 拿着剑杆势头 一发就中 她得意地给了 秦梦西一个眼神 秦梦西便立马上前 为她捡回剑杆 秦梦里接过剑杆 悠闲地把玩在手里 看向两位妹妹道 一会儿都好好投 一定要压住 那个乡下丫头 谁要是敢丢 咱们府上的脸 有你们好受的 秦梦杰和秦梦西 赶紧点头 秦梦里眼睛一眯 低声道 来了 转而就换上一副笑脸 笑盈盈地朝着不远处 刚进圆门的秦子经挥挥手 秦妹妹快来 我刚试着投了一把 嗨 一根没中 还是妹妹来展现下吧 秦子经接过秦梦里 递过来的剑杆 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 这玩意儿 比丢石子还难啊 我们就是随意玩 不比什么 你随意丢就是 秦梦里说 秦子经握着剑杆 走到画好的线前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双耳弧 弧口和耳口 都只有鸡蛋大小 隔着三米左右 想要投进去不容易 秦子经定了定位 将手里的剑丢了出去 不出意料 剑落在湖外 连湖身都没碰上 秦子经不好意思地 甘笑两声 我确实不太会这个 怕什么 我们都还没投呢 兴许谁也中不了呢 秦梦里于是说 可结果是 齐家姐妹三人都中了 秦梦西甚至还中了一耳 秦梦姐眼珠一转 五怕笑道 秦姐姐 第一把可只有你没中哦 那我下把加油 秦子经说着让出来 目光却停留在秦梦西身上 秦梦姐能养在老夫人身边 必定是刘姨娘投靠了杜夫人 自己想从这几个孩子身上 问到有用的东西 大抵只能从秦梦西身上下手 于是 接下来几把 秦子经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头湖上 一边敷衍地陪大家玩游戏 一边又时不时夸秦梦西几句 七岁的秦梦西虽然有戒备 但谁不爱听好话呢 被秦子经夸了几句 目光交会间 总会对秦子经笑一笑 三把结束 秦梦西双二连中夺了第一若是兄长在 岂有你赢的 秦梦西不屑地说 秦梦西面色慌张 丝毫不敢反驳 乖巧地说 长姐说的是 秦梦西却并不买账 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你这装腔做事给谁看呢 搞得跟我欺负你似的 你若真有眼力见 就不该投中 秦梦西一脸委屈 她哪敢赢秦梦里 所以双二连中之后 第三把便故意丢偏了 哪知已经连中的秦梦里 竟也第三把尸首 连中不敌双耳连中 秦梦西小声道 我本不想 话未说完 秦梦里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打得令人猝不及防 意识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想什么 秦梦里气急败坏地看着秦梦西 不想赢还赢了 你的意思 是你随便投投 也比我强吗 秦梦西委屈得眼眶通红 却不敢吭声 无人敢劝 就连跟着伺候秦梦西的丫鬟 也只敢拼命低着头 想来是已经司空见惯 秦梦里看着秦梦西 低着头畏畏缩缩的样子更来气 抬手又要打 秦梦西上前喊住了她 梦里姐姐 秦梦里的手在半空顿住 回头看向秦梦 我教训二房的弟妹 秦妹妹也要拦 小桃在一旁 急得只给秦梦西递眼色 秦梦西却笑着说 不是拦你 是想说姐姐这一下 让我打可好 秦梦里一脸疑惑 秦梦西却直接高高抬手 在秦梦西的胳膊上打了一下 傲气的说 明眼瞧着我一只未尽 也不知道偷偷让一点 我好歹是客 又是第一次跟你玩 竟然我输得这么惨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难怪梦里姐姐气成这样 梦里姐姐 方才可不是嫉妒你赢了 是替我不开心呢 这下还得我自己打 好了 打你一下这是翻篇 记住 下回可不能让我输得这么惨啊 秦梦里看着秦梦西 不仅打了秦梦西 还替自己圆了回来 也不好 继续追着秦梦西不放 便顺势拉过秦梦西说 我们不与她玩 成日就知道装可怜 好似我这做姐姐的 总是欺负她一般 还是秦妹妹懂我 我不过是想教教她吧 嗯 我虽没有弟妹 但也是懂姐姐的 秦梦里心情转好 亲密地挽住秦梦道 走 我们扑乎迭去 完了一会儿 秦梦借口热结束了游戏 同小桃往回走 小桃跟在秦梦西身边 姑娘 您什么时候 与梦里姑娘关系这么好了 我们关系好吗 秦梦金笑着反问 小桃的疑惑更深了 安全不明白 秦梦金是何意 秦梦金却笑着抬手 用食指在她额头上点点 以后看似 不要光看表面 哦 小桃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又问 您明明会投糊的 今日为何一直未尽 尽了就好吗 秦梦金反问 小桃想了想 别嘴到 赢了还要挨打 倒不如不尽 还是小姐聪明 早就看透了梦里姑娘的性子 小桃还在喋喋不休 秦梦金却停了脚步 她的目光看向湖边 在半人高的荷叶下 蹲坐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一身浅黄色衣裙 在碧绿的荷叶丛边 十分的显眼 是秦梦西 肩膀还在一抖一抖的 八成是哭了 你在这站着 有人来了喊我 秦梦金说着 拐进一旁的小路 朝秦梦西走去 秦梦西倒是十分警惕 察觉到身后 有人立马抬袖抹去眼泪 回头望过来 看清来人是秦梦金之后 又将头转了回去 站起身便要走 生我气 秦梦金开口 我打你那下没用力 秦梦金那一巴掌 手举的高 其实落下并未用力 秦梦西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秦梦金 低声说 我知道 秦梦金眨眨眼 略意思索 那我知道了 你是愿我跟秦梦离活 第25章 愿是失利 被秦梦金说重心事 秦梦西竟然有些慌张 秦梦金却淡然地在湖边 找了块石头坐下 君子之身可大可小 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并不是你跟恶人站在一起 便也成了恶人 你看看秦梦杰 他事事顺从秦梦里 表面很委屈 实际他和他娘留姨娘 因此得了不少好处 若没有二夫人的帮助 他何以被老夫人养在身边 如今你们二房 除了秦梦里便是他了 你可是号称 养在二夫人跟前的 能跟他比吗 秦梦西一时被他问住 梁九才不屑地说 他胡假虎威 欺软怕硬 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是他 我不会 秦梦西抬头看向站着的秦梦西 我附和秦梦里 只是为了一时的安逸 并不会与他同流合污 那怎么可能 他最会指使人作恶 秦梦西不信 我今日不是做到了吗 秦梦西笑 表面上我是替他教训你 实际上 我却替你解围 免了你一顿打 秦梦西不再反驳 今日若不是秦梦 他至少还要挨一顿打 所以 别伤心了 也没打中你 秦梦宽慰道 我不是伤心你打我 秦梦西说着 在秦子经不远处 寻了一处石头坐下 我只是想我娘了 若是娘和兄长 在府里 我也不用寄人篱下了 秦子经心里暗自摇头 果然还是太小 看不透彻 难道何一娘和齐文君 愿意远赴他乡求学 秦子经凑上去 换了个话题 脸侧过来 我瞧瞧 秦梦西有些羞涩 却也将连往秦子经这边侧了侧 倒不太明显 等着 秦子经说着站起身 看了看四周 往前几步 伸长胳膊 在荷叶丛里 掐了一朵荷花花苞回来 给 拿这个柔柔 一会儿就好了 秦梦西半信半疑地 接过花苞贴在自己 挨了打的脸上 藏在荷叶下的花苞 未经烈日灼晒 反倒透着凉意 贴上脸颊的瞬间凉意 便一丝丝地透到皮肤上 使得原本火辣的脸颊 舒适不少 用手一推 柔软又有弹性的花苞 比鸡蛋还要舒服 不管有没有用 现下舒服 秦梦西揉着脸 佩服地看了一眼秦子精 秦子精重新坐下 随手折了一根荷叶 撑在头顶 我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既不想被人欺负 也不想给姨母添麻烦 所以在我看来 没有好人坏人 如何能自保 我便如何做 秦梦西点点头 算是认可了秦子精的想法 你既知道自己寄人篱下 便只能忍耐 总有你熬出头的时候 秦子精说着顿了一会儿 以后若实在忍不了了 可以来找我 我能帮你的定帮你一把 若帮不了 替你诉诉苦也好 秦梦西看了一眼秦子精 宁神点了点头 秦子精沉默了一会儿 假似无意地另起话题 二房还有一位表哥 我没见过 很厉害吗 据说他过了院士 如今在隔学院读书 将来势必要成绝的 都是那些人胡说 他哪有大哥的厉害 秦梦西立马反驳 秦子精一愣 听他的语气 似乎挺维护秦成林 不知道能不能从他这里 问到点东西 于是秦子精故意说 不是吧 成林表哥 哪里厉害了 他不是也去考试了吗 如果厉害 怎么会没过 明显是技不如人 秦梦西刚对秦子精 产生的一点好感 立马退去 愤愤不平地瞪了一眼秦子精 一脸严肃地说 论作学问 大哥远在二哥之上 以前学堂的夫子总夸大哥 这是有目共睹的 他没过院士 是意外 意外 秦子精觉得自己挖到了重点 他考试时睡着了 考卷没有打完 怎么会睡着呢 病了 秦子精追问 这么重要的考试 秦成林怎么会睡着呢 秦梦西摇头 我不知道 但这其中必定有问题 大哥形势沉稳 不应该会犯这样的错误 可我去问大哥 他说是他自己前一日太紧张 没睡 所以考试的时候睡着了 秦子精不予评价 秦成林既然紧张了一夜 更不可能在考卷 还未打完前松懈睡着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合理 不仅不合理 这种解释 甚至更说明 这是有猫腻 没想到你还挺护着大表哥的 他那么凶 比秦梦里凶不知多少 你既怕秦梦里 为何不怕大表哥呢 秦梦西的目光暗沉了许多 大哥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待人温和 对府中弟妹更是照顾有加 我们都愿意跟他玩 有他在 姐姐们也不敢欺负我 可院士失利后 大哥急火攻心 大病一场 病遇后性情大变 便再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几乎不理任何人 就连大爷 大夫人都甚少能跟他平静说话 他还当面顶撞过老夫人 大爷为此对他动了家法 但大哥并未改好 反倒更加不搭理人 如今府中几乎没人敢与他说话 秦梦促眉 齐承林这性情变化得也太大了 跟范靖中举似的 范靖是中举疯了 他是没中疯了 科举考试 骇人性命啊 可秦梦 还有不理解的地方 会是三年一次 院士三年两次 大表哥虽然此次失利 但若是能通过下次院士 一样能跟二表哥一同参加会试 他若真如你说的文采非凡 根本无需担心啊 不能了 大哥病遇后 不仅性情变了 记忆也大不如从前 几次试会场合 他都做不出好文章来 后来更是自暴自弃 学堂也不好好去 书也不好好看 如此明年年初的院 是怕也不成 齐梦修说的直摇头 反观二哥 他虽学问不成 但尚且勤勉 如今又在隔学院读书 夫子自然教得好 金榜提名应该不是男士 故此 府中人人都以为 这爵位必定是二哥的了 人人都这么认为 并不代表就是一定 秦子金抿名嘴 齐梦西茫然地看着秦子金 你这话是何意 没什么 秦子金站起身 眯眼看了看头顶的太阳 又快速用荷叶遮住 我该回去了 你也快回吧 该问的基本问到了 秦子金热得不行 再做下去 又很可能又要中暑 明年的院士 院士 秦子金一路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解灵还虚系灵人 如果能有办法 让齐成林通过院士 他的病是不是就能好呢 即便好不了 他也有机会 与齐燕灵一争高下 所以 这院士着实重要 第26章 世事不如人 齐成林乘着夜色归来 试读石头一手提着他的书刊 一手提着昏黄的灯笼 为他照着脚前的路 忽然 齐成林停了脚步 石头也疑惑地抬起头 顺着齐成林的目光看去 发现院门口竟坐着一个人 哪来的丫头 坐着干什么 石头眉头一皱 公子 奴才这就去驱走 石头说着 小跑着上前 把灯笼往前一送 还没开口 便惊了一跳 秦姑娘 您怎么坐着 秦子精缓缓抬起头 水盈盈的眼睛在灯光下泛着光 他慢慢地站起身 低声说 我等表哥 石头直得回头望去 齐成林已经走了过来 你先把书刊拿进去 齐成林说着 接过石头手里的灯笼 石头点点头 赶紧先进了院子 找我有事 齐成林看向秦子精 秦子精点了点头 声音弱弱地说表哥 我能和你说会话吗 抱歉 我晚上还要看书 没空 齐成林毫不留情面地拒绝 天色晚了 你拿着这盏灯笼回去吧 我知道 那日是我不对 秦子精摇头决绝了 齐成林递过来的灯笼 我真不是责怪你 我只是从小未见血腥 所以 秦子精支支吾吾地 没有说下去 那日之事是我不对 齐成林盯着秦子精说 不是 不是 秦子精连忙摇头 目光定定地 看向齐成林 又怕自己总是绕着这个话题 聊会把齐成林说烦 便低下头小声说 我就说几句话 不打扰你太久 我今日跟着园里 几位姐妹们玩 却适适不如他们 总是被他们嘲笑 秦子精的声音细弱文盈 虽然没有挨打骂 但我心里难受 齐成林一阵沉默 两久才低声道 我能做些什么 秦子精赶紧摇头 我就是心里难受 想找个人说说而已 这点小事 我不敢让姨母知道 这府里 除了姨母 便只有表哥与我是亲戚 所以想来找表哥说说话 没想到打扰表哥看书了 实在抱歉 我这就回去 秦子精说完又立马一攻身 然后赶紧小跑着走了 齐成林侧身看了一眼 他跑远的身影 心里稍稍有些触动 却只是看了看 便转身回了院子 秦子精确认自己 跑出齐成林的视线范围后 才停下来 小心翼翼地往身后看了一眼 秦子精远想着 给齐成林送点东西拉近关系 却被下人告知 齐成林性格孤僻到 安妇人送去他屋里的东西 都会被退回 思来想去 便想到了卖惨这么一遭 这行为虽然查理查气的 但哪个猛男不怕娇女落泪呢 不管齐成林是因为什么原因 变成如今这样的性格 起码出入齐府的自己 对他来说不是敌人 自己在他面前卖惨 不一定能引起共情 起码能叫他注意到自己 另一边 齐成林回想着秦子精说的话 将书盖下 他在府中拿银票 细耍磨磨的顽裂 比二房那几位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当真会被那几位欺负 可他那个眼神 齐成林握了握拳 想到秦子精 现如今背井离乡 不在自己府上 自然也不如在自己府上自在 公子 都打听到了 秦姑娘这几日 确实是与二房的 几位姑娘一处玩的 头壶 俯情 对弈 诗会什么的 玩的倒是寻常的 但跟着的下人们说 秦姑娘似乎不太会玩这些 样样垫底 自然被大姑娘和二姑娘取笑 但也是奇了 大姑娘似乎挺喜欢 跟秦姑娘玩的 嘴上取笑 还是日日让人来请 秦姑娘基本都不会拒 去了免不了又是一顿嘲笑 就连大姑娘身边的丫鬟们 都跟着说 石头顿了顿 说什么 石头窃窃 看了一眼齐成林 小声道说 秦姑娘琴棋书画样样不通 诗书里一世事不经 当真是乡下小地方来的 上部的台面 给大姑娘做陪衬 都是抬举她了 齐成林的神色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现如今二房猖狂 类似这样的话 也不是听这一两回了 但自己本就是祈府的人 这话躲不过 秦子金却是因为被母亲带回来 才受这样的委屈 石头打量着秦成林的神情 试探地说 公子 这些下人如此贬低主子 该重罚 不如奴才让人去抓了打一顿 秦成林斜了她一眼 谁许你多事 石头一脸疑惑 不明白自己 还要不要护着秦姑娘 你下去吧 秦成林说 那 那这是 咱们不管了 石头问 秦成林摇头 父亲还有几日就该回了 石头听完 顿时脸上大喜 奴才知道了 公子您看书吧 奴才去给您再拿盏灯来 秦成林又重新坐下看书 那丫头看着并不笨 就这么几日 应该不至于让自己伤到吧 秦子金开开心心地回去 睡了一觉 第二日 又跟秦梦里等人一起玩耍 今日玩什么 秦梦里看向其他几人 秦子金看了一眼左右 立马抢先说 好姐姐 今日可别再玩那些要费脑子的了 玩点简单的吧 可不能日日 都让我垫底了 就是因为 她世事不如人 反倒是极大的取悦了秦梦里 秦梦里日日都叫她去一块玩 而秦子金呢 烦腰不拒 秦梦里这几日被秦子金哄得开心 便顺着她的话问 那你想玩什么 今日我们都陪你 你可别再丢丑了 秦子金乐呵一笑 我们玩躲迷藏吧 这个不动脑子 会藏就行 我肯定不会再垫底了 秦梦里不屑地仰起嘴角 那便听你一回吧 这你若是输了 可别怪我们笑话你 哪能呢 秦子金说着往亭子外走 我去折点树棍来抽签 一共四人 四根签三长一短 谁抽到短的谁来找 秦子金握着棍子返回亭子里 为了不让丫鬟们帮着作弊 把下人们都散了吧 秦梦里扫了一圈跟着的丫鬟 他一向自视清高 跟这些数子数女玩 本就已经是屈尊 绝不可能带着丫鬟们玩的 你们散了吧 晚些时辰再进来 丫鬟们立马应答退下 秦子金悄悄朝欢喜挑了挑眉 欢喜眨眨眼 便跟着退下去了 第27章捉迷藏 四人一一抽签 第一轮秦子金故意与秦梦里打眼神示意 将最短的签留给了秦梦西 三人将他眼睛蒙好 独自丢在亭子里 便赶紧跑开 往亭子周边的树林花丛里 寻找藏身之处 秦梦西十个数结束 自己拉下不带下来寻人 他一眼就瞧见了躲在树干后的秦梦里 却装作没看见 转身往其他地方去 不一会儿 便找到了藏在假山石后面的秦梦杰 面对已经知道身份的秦梦里 和不知藏身何处的秦子金 秦梦西指得无奈地将秦梦里 先抓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吗 秦梦里问 还有秦姑娘呢 秦梦杰说 秦梦里顿时脸色不好看了 不耐烦地催促秦梦西的 还愣着干嘛 赶紧找啊 难道等着我们给你帮忙啊 秦梦西看看四周 指的说 我找不到 认输 可真够笨的 秦梦里白了他一眼 可放眼望去 他也不知道秦子金藏在哪 只好大声道 秦妹妹 出来吧 他认输了 哈哈 我在这呢 秦子金从不远处的花丛里站起身 头上还顶着一块 绣着花开富贵的帕子 他蹲下的时候 那块帕子 正好同旁边的花丛混在一起 不仔细看 确实不容易发现 哈哈 可算让我赢了一回 秦子金兴刀采烈地走回亭子里 我们接着玩下一把吧 秦梦里赢习惯了 这输一把就难受 瞪了秦梦西好几眼 好在有因为赢了一场 就格外兴奋的秦子金做调和 这游戏便继续往下玩 后面两局 众人都估计谦让 秦梦里都赢了 心情自然也高兴起来 第四把时 他终于抽到了短签 因他前面赢了几局 心情高兴 并未因此白脸色 反倒是十分自信地说 秦妹妹 这回可不会让你逃脱了 秦子金故意娇滴滴地告扰 姐姐便放我个马虎眼 让我再赢一回吧 那可不行 秦梦里说着闭上眼睛 任由秦梦杰给他蒙上眼睛 秦梦杰先出去 秦子金故意走得慢 鱼也落在后面的秦梦溪 移到出亭子 二人对视了一眼 又快速将目光移开 秦梦里快速数完十个数 便扯掉帕子出来找 因为担心秦子金又躲在花丛里 他先进了花丛 没走几步 瞧见秦子金的花帕子落在地上 人却不在眼前 他看了看四周 弯腰捡起帕子 那帕子刚一提起 一只鼓着肚子的癞蛤蟆 从地上一跃而起 吓得秦梦里快速往后退了一步 也不知道踩在什么上面 摔了个人仰马翻 已经藏好的几人听到动静 纷纷站起身查看 待看清秦梦里的惨状 纷纷惊慌赶来 秦子金也着急 结果刚抬脚 不知被什么绊倒 重重地摔在地上 衣服染了一身的污泥 秦姐姐 秦梦溪回头看一眼摔到的秦子金 不该先去顾谁 别管我 赶紧将梦里姐姐扶起 秦子金喊着 又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一瘸一瘸地走到秦梦里身边 他已经被扶起 头发被花丛勾得乱七八糟 整个人看着十分的狼狈 梦里姐姐 你没事吧 秦子金问秦梦里看见秦子金 一把将手里的帕子 扔到秦子金脸上 你存心害我 秦子金惊慌解释 大姐姐 你怎么如此说 我怎么会害你呢 秦子金低头看了一眼 被自己抓住的帕子 忙又从自己手里掏出另一块 这不是我的帕子啊 我的在这 秦梦里一看 秦子金手里有另一块帕子 同自己方才在地上捡得很像 却不一样 他一时无话 秦子金趁机看了看四周 快速弯腰捡起一个短柄的小铲子 这是什么 姐姐方才是被这个扮摔的吗 秦梦里这才低头去看四周 方才他拉开帕子 有一只癞蛤蟆朝自己跳起 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是踩到了东西才摔跤的 如此看来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扮了自己 这是什么 秦梦里问 似乎是园子里种花丫鬟用的铲子 秦梦西说 兴许是下人遗落在这了吧 我方才也摔了一跤 秦子金说着 理了理自己满是污泥的裙板 我去瞧瞧 是什么 秦子金跑回自己摔跤的地方 不一会儿拿回来一把尖头铲 这个也是种花的吗 应该是吧 秦梦西不确定地说 这时四周已经有下人围过来 秦梦里看着自己一身狼狈 歇斯底里地大叫 还不赶紧去把这个 做事不当心的贱人捆了 如今园子里种花的 正是刚替换王妈妈 闺女上位的林青家的侄女 林春香 没一会儿就被几个婆子 捆着压到了杜夫人的屋里 屋子里 秦梦里换了干净衣裳 趴在杜夫人怀里哭哭啼啼 那玩意儿就在地里 女儿一脚上去 险些没了性命 我的乖乖 不要怕 娘在 娘在啊 杜太太一边揽着秦梦里安慰 一面捡了自己随手 放在桌上的佛珠 狠狠地砸在林香春的脸上 不当心的东西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你是想要我儿的命啊 夫人恕罪 奴婢当真是冤枉的 林春香跪在地上直求饶 那些东西 奴才明明都收拾好了的 不知怎么出现在那里的 二太太一听 双眼一眯 目光扫向一旁站着的几位孩子 难道是这几位中 有人动了坏心思 二夫人 我们当时都在姐姐身旁 绝不可能去干这档子似的 而且 我们也不知道 这奴才将这些东西收在哪啊 齐梦杰赶紧跪下解释 跟在杜夫人身旁的刘姨娘 也忙帮着说 二太太 孟杰她定是不会的 我自知道她不会 二太太冷声说着 目光却渐渐地看向 也脏了一群的秦子金 自己才刚使点手段 换下掌房那边的人 紧跟着自己的人就出了差错 不得不怀疑 齐梦杰之后 齐梦西也赶紧跪下表示 与自己无关 唯独秦子金在一旁站着 心不在焉地查看自己身上的脏污 似乎根本就没注意到 杜夫人的眼神秦姑娘呢 杜夫人主动开口问 第28章 秦家嫡女 我 秦子金故作诧异 二夫人要问我什么 若是问我如何罚她便罢了 我既不是祈辅的人 又还年幼 这种事不宜开口 秦姑娘何必装傻 杜夫人笑了 他们都知道到无辜 你为何不为自己辩解 秦子金表情无辜地 看了一眼二房的几位庶女 他们皆为受伤 为自己辩解两句合情合理 我也被这奴婢的工具半摔了 何必辩解 难道二夫人是 怀疑我言苦肉计 贼喊捉贼 杜夫人没说话 秦子金继续说 子金确实自幼生在尹川 长在尹川 规矩礼仪不及金钟 但也直礼仪廉耻 只可为与不可为 二夫人若是怀疑 我要有证据 若是拿不出 平白误我名声 我即便年幼 冒着顶撞长辈的骂名 也要与您争上一争的 我的名声不值钱 却不能叫人 坏了我秦家的名气 说得好 安夫人及时从外面进屋 正好接了秦子金的话 安夫人不仅是大夫人 陆夫人伸手扶着一旁的丫鬟起了身 嫂嫂怎么过来了 安夫人伸手将秦子金 招呼到自己身旁来 不紧不慢地说 我听说子金丫头受了伤 所以来看看 却没想撞见二婶在这审孩子呢 子金她性情不性奇 是咱们府上的客人 二婶这待客之道传出去 也不怕人笑话 安夫人语气严肃 再者 子金是我房里的 二婶即便要盘问 也该问过我才是 你家梦里是孩子 我家子金便不是吗 你何其忍心 教义孩子带着伤 穿着这身脏衣服 站在这里听你训话 她可是情家嫡女 她父亲官职比叔叔还高呢 你叫她 日后如何在奴才们面前 立威 齐旭清当年勉强上榜 朝廷一直没有安排官职 是齐旭元帮着 在尹川谋了份官牙的差事 后来齐旭元官至京中 老夫人想举家进京 又是齐旭元四处打点 才得以给齐旭清 在京中谋一个户部私疏的职位 这些年亦是毫无长进 杜夫人在府中仗着老夫人喜欢 跋扈惯了 如今被安夫人当着下人的面 数落自己相公关极低 气得拳头握紧 却又无力反驳 嫂嫂教训的是 杜夫人咬着牙说 你既知道错了 我便不多说了 孩子我带回去 请大夫瞧着 娘亲既让你协助打理后院 这事便由你处理 等着奴才审出结果 你派人来 告知我一声便是 安夫人说着 将秦子惊揽在怀里 转身出了屋 二夫人隐忍地等她走出 便转身抓起桌上的茶碗 砸了的粉碎 若她之前只是怀疑 如今便是肯定 此事就是大方与自己作对 给自己不痛快 待会儿金榜提名 看你还怎样引起 这边秦子惊被安夫人 带回去梳洗一番 换上干净衣衫 又拉着身边好好检查 姨母不用担心 子惊并未伤着 秦子惊低声说 胡说 这膝盖不是磕子了吗 安夫人心疼地 看着秦子惊的膝盖 确定只是轻微磕碰 才慢慢替她放下裙摆 你这孩子 何苦为姨母去出这口气 安夫人叹了一口气 抬手摸着秦子惊的头发 姨母知晓 你这些日子 跟梦里他们一块玩 没阻止是因为知晓你聪明 不会在他们跟前受委屈 安夫人拉起秦子惊的手 把玩着秦子惊的手指 想起在秦府她笑着抹去 自己胳膊上假伤痕的样子 但姨母不需要 你为姨母做这么多 安夫人把秦子惊抱在自己怀里 姨母只希望你能安康 快乐 秦子惊侧了侧身子 伸出微弱的手 还住安夫人的脖子 用软弱的声音道 姨母疼爱子惊 子惊也疼爱姨母 那些人欺负姨母 子惊便要还回去 安夫人欣慰地看着自己怀里的秦子惊 暗想 这若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该多好 可也不必用这么冒险的方式啊 你摔那一下 万一可严重了 姨母该多心疼 姨母不用为子惊担心 子惊心里有数 摔下去的时候看着的 伤不着 秦子惊笑眯眯地说 虽然赶走那个奴婢的方法有千万种 但子惊这样 能够让二夫人心里难受 我与奇梦里一起摔 她心里必定对我存疑 但她找不到证据 只能吃哑巴亏 就像王妈妈的闺女一般 万一她找到证据呢 安夫人轻叹一口气 你到底只是个孩子 又怎么会是渡士的对手 不该为了姨母停险得罪她 秦子惊笃定地摇头 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 那帕子 本就是那个丫鬟的 她每日摘好花 她会用那帕子将花枝擦干净 是她自己掉落 才被我的人捡到的 她那几件工具也是 本就是她自己掉落的 我不过是捡着收到一块 今日又摆出来了而已 并不是我让人偷拿的 所以 这事根本就不是我蓄谋已久 其实是那个奴婢 自己丢三落四惯了 即便不伴着奇梦里 也会伴着其他人 所以姨母放心 任由他们去查 查不到我身上 秦子惊说 安夫人听完 对秦子惊赞叹不已 你怎如此聪慧 子惊不聪慧 子惊只是想护着姨母罢了 秦子惊说着 从安夫人腿上滑下 落地站好 天色不早了 子惊还有事 就不在姨母 这久留了 你去哪 安夫人见她兴冲冲地往外跑 叫人跟着 不用 秦子惊提着裙摆 转过身朝安夫人一笑 我去寻表哥 安夫人一愣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忙伸手招呼一旁的清雀过来 她刚说去了 去找公子 清雀笑着说 安夫人的脸上 顿时浮起一层层的笑意 这 这俩孩子 什么时候 子惊如今 跟自己都不太亲近 怎么会跟子惊 安夫人这一刻忽然又觉得 子惊不是自己清闺玉真好 所以 齐承林今日回来时 便又看到秦子惊 委屈兮兮地坐在自己院子门口 才刚注意到 自己便立马站起了身 一双眼睛 水盈盈地 似乎要溢出来 齐承林皱了皱眉 直接打发身边的石头 你去打听下 她今日又怎么了 第29章期 佳佳峰 齐承林走到秦子惊跟前 将将张开嘴唇 音都还没来得及发出 秦子惊便一下子虎扑了过来 表哥 齐承林紧张地 将自己的双手抬起举高 低头看向 比自己矮半截的秦子惊 却瞧见着丫头在笑 齐承林眉头一鸣 伸手将秦子惊推开一些 你又有何事 没事 就是今儿高兴 来跟你说说话 秦子惊乐呵呵地说着 又往后退了一点 说过之后 似乎更开心了 谢谢表哥 表哥早些谢谢 齐承林再次回头 目送秦子惊离开 与昨日逃窜式的离开不同 今天的秦子惊 走路一蹦一跳 像急了一只得意的兔子 晚些时候 石头回来 将今天园子里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二夫人也太过分了 秦姑娘毕竟是 咱们府上的客人 她怎么能如此怀疑呢 石头说完 还大胆地评价了一句 二房查出什么结果了 齐承林问 都查清楚了 盖着癞蛤蟆的帕子 确实是那奴才的 两把铲子也是她丢的 她还偷偷买了新的禁园子 一切都是那个 做事不当心的奴才 落在那里的 与咱们秦姑娘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二夫人故意 跳往妈妈闺女的 错把咱们院子里的人换下 却不想换来 这么个不当心的 到头来 杂的还是自己的名声 就是平白无故的 牵连秦姑娘受委屈 不过 奴才听说秦姑娘好口才 在二房将二夫人 顶得牙口无言 石头脸上浮了笑 十分得意 齐承林嘴角微微扬起 想起秦子金 方才扑过来时的笑容 嗯 洋洋自得地笑 二房前脚换了大房的人 紧跟着自己的人就犯了事 还偏偏摔的是奇梦里 二夫人自然怀疑 是大房的动作 再想想 方才秦子金的神情 很显然 这就是秦子金的策划 她倒也厉害 竟然二房 找不出任何证据 奇梦里摔了一跤道无所谓 杜夫人明知是大房所为 却找不到证据 心里估计气得够狠 想到王妈妈 她与她第一次见面 她自不会是为了她出头 这一切 明显是在维护娘亲看来 有她在 日后娘亲心情会好很多 最终二房查出来 一切证据都指向种花的吓人 只得无奈将凌春香打了一顿 赶出园子 秦子金以为此事告一段落 却不想 奇绪员回府了 离着端午节还有三日 奇绪员总算办完自己的差事赶了回来 刚回府 便发了一顿脾气 此今是我挚友的女儿 她家独女送着咱们家 是对我的信任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奇绪员直接在老夫人屋子里大发雷霆 别说她是客 即便是咱们自己府上的孩子 也断没有无凭无据 就怀疑孩子的吧 奇绪员身材高大 又久居官场 养得一身震慑人的威严 平日她不开口说话 便已经叫人不敢靠近 如今大发雷霆 屋子里无人敢吭声 就连一向恃宠而骄的二夫人 此时也只乖乖地低头站在一旁听讯 全屋子的人 只有老夫人还敢开口 行了 你也少说两句 你弟媳妇也没说什么 为着一个外来的丫头 你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 老夫人开口道 咱将梦里丫头摔成那样 她做娘的自然心疼 多问两句而已 是那秦家丫头小题大做了 娘这话说的 未免太偏袒了 子晶不过是个十岁的丫头 她都能听出婶婶话里的怀疑 府里其他人听不出 这得亏是婶婶没查出什么 但凡与子晶有一点牵扯 只不定这府里 要如何议论这孩子呢 安夫人见不得旁人诋毁秦子晶 立马开口反驳 全然不顾说话的是 自己婆婆 娘 你可真糊涂 齐续员紧接其后 这可不是小事 这若是传出去 不仅您儿子在智友面前抬不起头 更会叫全京城的人 笑话咱们其家 有这么严重 老夫人不信 安夫人慢悠悠地接话道 咱们府上孩子都还小 两位哥还得可口 娶妻 姑娘们急急后 也要谋人家 这是传出去 旁人只当咱们府上容不下外人 谁家敢把姑娘说过来 又有谁家敢要咱们府上的姑娘 人家只怕上梁不正下梁歪 咱们府上交出来的姑娘 也这般不明是脸 嫂嫂这话何意 自觉委屈的杜夫人 忍不住怒视安夫人 一个寄养福利的丫头 嫂嫂为着她如此说 自己府上的孩子 到底是何居心 你还有脸说 齐续员愤愤愤地拍了一下桌子 顿时屋内又重新安静了下来 齐续青赶紧伸手扯了一把自家夫人 低声道 你少说两句吧 杜夫人委屈地甩开齐续青 却不敢再伍逆齐续员 她如今关节高 呈着绝 还是齐家的掌家主子 大哥 杜氏她并无歹意 她当时只是性急 多问了几句 你千万别误会她了 齐续青忙又想哥哥求情 她无歹意 齐续员冷言反问 你听听她刚才都说的什么 齐续青不敢反驳 忙又将头低下去 传我吩咐 何府不能将此事外转 为令者直接乱棍打死 齐续员沉声道 杜氏此行 大伯怕不是为了罚我吧 是想趁此给嫂嫂出气 杜夫人气愤地反驳 我知晓嫂嫂一直不满娘 将后宅打理之权交于我 大伯想要帮嫂嫂争辩明说 何必如此弯弯绕绕 杜夫人倒也聪明 知晓只有老夫人能护着自己 身子一转 便跪到了老夫人跟前 哭哭啼啼地说 娘 我本不愿当这出头鸟 可真真是看您忙得辛苦 才插手家中事务的 却不想处处被人针对 我 老夫人心疼度是 伸手拉他起来 刚要开口 齐续元冰冷神情说 本打算让你出来 好好过个端午 如此看来 倒没必要 省得你出门丢了齐府颜面 那便思过十日 老夫人和齐续青 同时抬了抬手 齐续元没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便补上一句 谁若求情 便与他同去 和府上下 这节便也不用过了 最好闹得满城皆知 让人知晓我齐家的好家风 此话一出 屋中无人作声 第三十章 见过姨父 秦子经听到这消息后 吓了一跳 她只是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二太太故意挑错 换了姨母的人 自己便也让她的人犯个错 被换下去 仅此而已 一副当真在老夫人那边 发了好大的火 秦子经小声问 东凤点头 罚了二太太 撕过糖撕过十日 连老夫人都不敢求情 秦子经紧张地握了握手 那会不会牵连到姨母 没有 东凤安慰道 大老爷和大夫人 已经从那边出来了 秦子经紧促点头 没有牵连到姨母就好 秦子经刚缓一口气 欢喜便又跑了进来 姑娘 我家老爷从老夫人那里回来了 如今在大夫人那里 特请姑娘您过去相见 见 见我 秦子经慌得有些结巴 原本还以为能缓一会儿 没想到这么快 就要追究自己的责任了 二夫人是老夫人的侄女 尚且都罚死过十日 那自己这样 岂不是要罚得更重 禁足一个月 还是直接打板子 这 能不去吗 秦子经小声问 姑娘这说的什么话 东凤连忙说 您如今住在祈府 本该您主动去请安的 难为其老爷刚回来 便能念起姑娘 姑娘立马去才不失礼 秦子经舔了舔嘴唇 礼仪 道理他都懂 但就是心里有些发怒 东凤则没心思去管他的神情 转身取了一身衣服 您换身衣服过去 秦子经无奈 只得由着东凤和欢喜 为自己换上干净衣裳 又整理了发迹 才步履沉重地往万和院 去刚进院门 便远远看到 窗户边坐着一位男子 一身黑色衣袍 身形高大 身子坐得十分端正 仅一个背影 便给人震慑感 秦子经一时又打了退堂鼓 正想将抬起的脚收回 身后东凤忽然道 见过大公子 秦子经回头 便看到齐承林 神情冰冷地从院外进来 目光与自己对视一眼 又很快移开 好似没看见他一般 静止往里走去 姑娘 你还愣着干嘛呀 东凤小声提醒 秦子经这才稳了稳脚步 与齐承林保持两三米的距离 跟着他进了屋 齐承林行礼 秦子经在一旁看着 齐绪元的正脸 远比他的背影 更具威慑力 对齐承林 只是浅浅恩了一声 又说了一个作字 语言少道论个数 语气更是冰冷 好像在衙门 头顶悬着光明正大 丝毫看不出父子关系 秦子经更加紧张了 若不是东凤在背上轻点一下 他险些走神 子经见过姨父 秦子经上前行礼 虽极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 胸前不断捏拽帕子的手 还是出卖了他的内心 瞧你 把这孩子吓的 安妇人率先开口 起身将秦子经拉到自己怀里 笑着看向齐绪元说 定是下人们 说了你在娘那边发火的事 又见你板着这张脸 吓得说话都没阴朗 平日里可不是这样的 安妇人说完 齐绪元还不解气 又回头看向齐承林 你们爷俩可真是亲父子 这成日里表情都是一样 齐承林倒是毫无变化 齐绪元却笑了 嘴角拉开 笑得十分明显 大气 虽身上的威严不减 但神情叫人舒坦不少 莫怕 我这是官场养的坏脾气 不是对你 齐绪元顶着一张严肃的脸 缓身哄着秦子经 也别听下人们瞎传 那些人做错了事 我才罚他们的 你又没做错事 姨父怎么会责罚你呢 而且即便做错了 有姨父在 也会护着你的 秦子经有些意外 睁大眼睛盯着齐绪元 这转折有些突然 姨父还特意给你带了礼物 你瞧瞧喜不喜欢 齐绪元说着 侧头给一旁 后着的吓人一个眼神 吓人立马转身出去 不一会儿 抱着一个大箱子进来 箱子被红布罩着 吓人小心翼翼地 将它放到地上 你自去瞧瞧 齐绪元鼓舞地 看向秦子经 去吧 安妇人松开秦子经 秦子经缓缓上前 伸手拽住红布一端 慢慢拉开 红布盖着的是一只笼子 笼子里 躺着一只微胖的白色波斯猫 听到动静 波斯猫抬起头 一双绿色的眼睛 就好像橙色上等的祖母绿 秦子经以前也喜欢撸猫 只不过自己没有时间养 大多时间选择云养猫 关注了很多养猫 UP主 但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波斯猫 他的毛色和眼睛 都在彰显着 他的高贵屋子里的下人 也跟着吃了一惊 大开眼见 猫 安妇人歪身看了看 这猫看着好贵气啊 路上碰到一堆抑郁伤人 带着这猫街头卖椅 我瞧着好看 便买下来了 齐续元说 我记得你说过 城王府也有一只吧 是呢 不过与咱们这只不一样 也是只长毛猫 好看得很 你这只也好看 安妇人说着 看向秦子经 喜欢你一副准备的礼物吗 很贵吧 秦子经小声问 物以稀为贵 这波斯猫 只怕全京城也找不出几只 肯定价格不菲 一个礼物罢了 你若是喜欢 它便有些价值 你若是不喜欢 它便也值不了什么钱 齐续元说 喜欢 喜欢的 秦子经连忙说 齐续元顿时又笑了 喜欢就好 这猫已经被驯化过 十分温顺 不过以防万一 还是先让它在笼子里待一段时间 以免伤到你 待它与你熟了 再放它出来 嗯 秦子经点头 那便先抬去朗香阁 齐续元吩咐吓人道 又转身问秦子经 平日里可有什么爱好 喜欢什么书 等等 秦子经将自己和原主的记忆混在一起 掂量着一一回答了 有的一下答不上来 安妇人便会出声埋怨齐续元 三人坐在踏边有说有笑 好似一家三口 倒是另外搬了椅子 坐在一边的齐成林 显得像外人 齐成林自顾自地喝着茶 一如往常的面无表情 对眼前的一幕视若无睹 反倒是秦子经陪着长辈说话之际 忍不住打量了齐成林好几眼 一父一母 连庞然的孩子都能这般喜爱 肯定也喜欢自己的孩子 这一家三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31章 终身为姓 因着齐续元回来 今日大房总算是吃了一餐团圆饭 饭桌上无人说话 带换了茶 几人才坐下闲聊 安夫人说起自己 接秦子经回府的事 婉儿妹妹不在 秦君丝毫不懂后宅之事 竟将紫荆交给叫西嬷嬷 便自己寻现去了 可怜紫荆丫头 被那恶毒嬷嬷一顿折磨 若不是我赶巧回去 给秦君去了信 只怕秦君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齐成林端着茶碗的手忽然顿住 抬头看向说话的安夫人 安夫人说得入神 齐续元听得入迷 无人注意到齐成林的一样 那嬷嬷偷拿府中财物 被紫荆撞见 害怕报复 竟打着教习的名义折磨孩子 天热便叫烈日底下练习 天冷便清晨在狼子底下练琴 风吹日晒 不到一个月 可怜的孩子竟大病两场 险些连命都没有了 安夫人说完突然饿了 往齐续元那边靠靠 稍稍压低声音说 好在咱们紫荆丫头机灵 我们进去的时候 她正叫一园子吓人 压着嬷嬷打呢 压头也不是软柿子 再加上有我们在 总好不让她一个人 待在自己府上墙吧 这是自然 齐续元点头赞同 又看向秦子经道 在这里也当自己府上 不用拘谨 秦子经只管点头 一盏茶净 齐续元还要往前院处理些事物 众人便起身散去 齐续元自回朗香阁 齐成林同齐续元一起回前院 夜里静悄悄的 父子两人并肩走着 身后一个下人都没跟着 近日那些人可有惹事 齐续元问 齐成林从秦子经的室里抽回神石 忙回答道 他们近日倒是没在拐弯抹角地查问 二婶在府中十分嚣张 应是儿子上次再试会出丑 让他们彻底放下了戒心 齐成林说得流畅 语气攻迁 宛如变了一个人 齐续元却丝毫不惊讶 点点头说 你要时刻提醒自己藏桌 他们狼子野心 又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我皆猜不中他们下次会如何下手 是 儿子知道 齐成林低头答应 齐续元回头看了他一眼 倾笑一声露出几分父亲的慈爱 府中多了位妹妹 有何感觉 齐成林倒是被问住了 若是之前 齐成林很快就能答上来 但是方才齐母一番话 让他意识到 自己先前在秦府是误会了秦子经 他并不是故意戏耍那嬷嬷 他才是受害者 齐续元也猜到 自家儿子答不上来 倒没追问 只是温生说 他虽不是你血亲的表妹 但秦家与咱们家关系斐然 你莫要轻视他 齐续元说着 忽然有些伤感 想着自己的同胞 弟弟竟然为了家中爵位 暗中加害自己妻儿 血亲不血亲的 又有什么关系 若不是因他府中现在的处境 我是不会同意 你娘接他入府的 但既然来了 咱们便要护得他周全 齐续元又说 咱们家这龙唐虎穴 你我二人汤德 他却不行 即便是你的事不成 也不能将那些人伤了他 可明白 儿子知道 齐续元却忽地站住了脚步 似乎想起什么一般 说起来 他与你还是 齐续元话只说了一半 便又打住了 他自顾自地笑了笑 摆摆手 算了 没事了 你自回去吧 齐承林抱拳一拜 告别齐承林 转身走向另一边 脚步却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 父亲没说完的话 齐承林猜到了 最初收到娘亲来信 说要带秦子经回京的时候 齐承林便想起来了 那时 齐家还在尹川 两家走动十分频繁 秦子经的满月酒 齐家三口到的比其他客人都早 齐父同情父往前听招呼客人 齐母则带了五岁多的齐承林到齐母屋中 看孩子秦子经 遗传了齐母的好皮肤 月中又养得肉肉的 躺在摇篮里 望着靠过来的齐承林指挥手 齐承林出于好奇 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食指递了过去 白胖白胖的秦子经 一把就拽住了齐承林的手指 得意的手脚欢快的 果然是孩子跟孩子好 齐母在一旁瞧着说 从未见他这么高兴过 那可不是谁来 咱们丫头都高兴的 也得是他承林哥哥才行 齐母说着 伸手拽了拽齐母的衣袖 妹妹 与你商量个事 姐姐有事只管说 说什么商量 齐母立马笑着说 我与妹妹此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生在一个家里 所以 我想亲上家亲 给咱们两家的孩子 订个娃娃亲 你意下如何 这话说得突兀 齐母竟是一时没接上话 顿了一会儿才说 姐姐 我不是不愿意 是有些意外 这合适吗 你家承林可是敌张子 日后成了绝 自然要找个门阶高的 门阶再高我也瞧不上 我就喜欢你家的 你就说吧 应不应 安夫人说着 还叫了一声齐承林 承林 将这妹妹说 与你做夫人可好 齐承林还不知夫人是何物 只是觉得小妹妹 手软乎乎的 握着自己格外舒服 便点头说好 那你赶紧求你姨娘 安夫人又说 那时候的齐承林 十分乖巧 听了安夫人的话 立马跪到秦母面前说 求求姨娘 赶紧起来吧 秦母弯腰将齐承林扶起 笑着埋怨齐母 姐姐真是的 我又没说不同意 那便是硬了哈 齐母大喜 而后又想了想 孩子小 交换信物不合宜 我倒是有个主意 承林尚且没有婊子 你家丫头取名字诗经 便也请妹妹在诗经里 给承林寻个婊子 两个孩子就拿名字做信物 秦母一听 便知安夫人费了心思 这是不是玩笑 秦母认真想了想 道 意宜请妙 君子作之 子义如何 齐母听了大喜 我二日后 必定辉煌 承林 过来 齐承林靠到齐母身旁 齐母喜悦地告诉他 以后你便又多了一个名字 子义 自那以后 齐承林 自子义 以他表字 配他名 终身为姓 第32章 婚姻大事 后来秦子经日渐长大 为了女孩子的名声着想 两家结亲之事 从未炫于口舌 再后来 齐加入了经 齐承林慢慢懂得了夫人 和姓母的意思 但再也没有 见过这位妹妹 而且父母 也从未提及此事 她便只当不作数了 所以并未放在心上 当初得知 母亲要接秦子经入府 齐承林以为母亲是动了打算 但又因在秦府里看到的一幕 心中对秦子经着实不喜 心急归来 是想着同母亲拒绝的 却不想到了母亲跟前 母亲却只字未提 这倒叫齐承林觉得 是自己想多了 只不过方才父亲 没说完的半句话 叫他意识到 这是 在自己父母眼里 应该还是作数的那自己呢 齐承林住了脚步 在今日之前 他从未思考过自己的婚事 他年纪尚浅 还不到婚配的时候 眼下最大的问题 是爵位的事情 再者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他相信 父母会给自己找一位合格的夫人 但如果这个人是秦子经 齐承林陷入沉思 今日之前 他必然果断拒绝 但得知自己误会秦子经之后 齐承林有些拿不准自己的想法 他忽然意识到 夫人是个十分重要的人 并不是谁都可以 应该是为让自己动心的人 显然 还不是 想通了这些 齐承林傅又快步往回走 石头早就在院子口候着的 远远瞧见他的身影 就小跑着迎了上来 你去查查表妹 进京以前的事 齐承林吩咐 相比大房这边的和气热闹 二房可谓是一片狼藉 杜氏不肯去撕过堂 与前来请他的嬷嬷发了一顿火 摔了不少东西 齐绪清心急地劝他道 你便去吧 你再闹下去 被大哥知道了 罚得还不止这点了 当初承林顶撞娘 大哥直接动家法 打得是皮开肉绽 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地 你难道也想受这种苦吗 你少拿这些吓唬我 杜氏指着齐绪清大骂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的什么打算 我去撕过 你正好可以跟外面 那些狐狸金温存 你 你这说的什么话 齐绪清长的脸色通红 我 我岂是这种人 哼 你是什么人 需要我出去帮你打听吗 杜氏立声质问 当初若不是姑母应成 你一定会科考在榜 夺得爵位 我怎么会嫁于你 我确实中榜了呀 齐绪清说 哼 三百多人的榜 我从第一个开始找 找了三百二十个名字 才看到你的 你还不如不上榜呢 杜氏咬牙怒骂 没了爵位 我们便只是 齐府的附庸 在府中被下人们瞧不起 出了门 被外面的人轻看 你知道 我过得有多难吗 没有 你只顾着你自己潇洒 你想着给自己耐窃 想着养外事 我 齐绪清张口半天 竟是无从解释 当初你若是上进一点 成了绝 我与我儿何苦过得如此凄惨 杜氏说着抓了帕子 无嘴哭泣起来 齐绪清在一旁看得心疼 抿抿嘴 小心靠上去 拍着杜氏的后背说 行了 为父知你苦 但咱们儿子出席 待他金榜提名 咱们二房可不就翻身了 你为了咱们儿子 暂且忍着点 好不好齐绪清红包 正说到齐燕灵 齐燕灵便进了屋 一瞧见杜氏在哭 便立马急冲冲地走上去 娘 您这是怎么了 杜氏见了儿子反而不哭了 赶紧拿帕子掩了眼泪水 端坐起身 娘没事 你今日怎么回得这么晚 今日散学后 有些文章不通 约了几位同窗吃饭请教 所以一时晚了 齐燕灵说着 又看看杜氏 大伯刚回来 就罚您思过 也太过分了 我这就去找他说理去 哎 别去 杜氏赶紧死死拽住 齐燕灵的手 好孩子 你有护着娘的心就足矣 可千万别去你大伯面前闹 你如今只管好好读书 早日考上功名 才是正事 对 别去 你大伯说了 谁求情 谁便一起去思过堂 齐绪青在一旁搭枪道 齐燕灵嫌弃的瞥了一眼 他那不忠用的爹 又目光心疼的看向杜氏 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用功的 杜氏心为地点了点头 还是你最体贴娘 天也晚了 你这累了一天 赶紧回去歇着吧 娘这里没事 你不用担心 齐燕灵点头 起身败别 杜氏端了端身行 换了刘姨娘进来 我不在的日子 你代管房中事务 尤其留心着你家爷 可不许他在外面胡混 是 刘姨娘对杜氏唯命是从 即便是提了姨娘 依旧如以前做奴才一般 伺候杜氏 带杜氏走了 二房才算是完全平静下来 刘姨娘吩咐下人们 收拾屋子里杜氏摔杂的碎片 自己则转身去了齐绪青的屋子 爷 刘姨娘走进齐绪青跟前 音音唤了一声 又自然地绕到她背后 抬起双手 用手指轻柔地 给按上齐绪青的太阳穴 惊人闹着爷了吧 齐绪青往后靠了靠 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刘姨娘按摩的手慢慢下移 很快就到了齐绪青的胸前 齐绪青一把抓住她的手 睁开眼睛对她对视 爷这是干嘛 刘姨娘故意撒娇 你说呢 齐绪青一笑 将她拉至自己怀里 不好吧 夫人刚走 刘姨娘嘴上这么说着 手却已经顺着衣巾 摸进了齐绪青的怀里 齐绪青浴火烧心 一把将她整个抱起 怕她做什么 齐绪元带回来的波斯猫 确实好看 引得东凤 欢喜几人放着屋里的事情 不做全部围在笼子边看猫 这是怎么长的呀 一根黑猫都没有 眼睛也太好看了 她会咬人吗 秦子金远远地注视着笼子里的猫 神思飘远 自打来了齐家 姨母便为自己花了不少钱 如今连姨父也这般 自己着实应该找个赚钱的法子 赚点钱 还他们恩情 她想着上次在金塔寺萌生的超书的打算 这对她来说没什么难度 却不知道外面的行情是怎样的 若是像那骗子所说 每本才卖几百文 超死也赚不到多少银钱吧 还是得出去赚赚才行 第33章 无中生有 上街 正好 我正准备让人去请你呢 安夫人听说 秦子金今日要上街十分高兴 再有几日便是端午了 我打算去街上采买一些 正准备着人去叫你呢 正巧 我也收拾好了 走吧 安夫人说着 回头对着镜子 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妆容 便起身拉了秦子金的手 正好瞧瞧 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服首饰 不用了姨母 衣服首饰紫金已经多得穿不完了 秦子金忙说 去看看吗 你喜欢再买 安夫人拉着秦子金出了门 依旧从之前进来的侧门出去 只是这回不用马车 是软轿 抬轿的都是祁府的婆子 清雀等人则不紧不慢地跟在轿子外面 轿子从祁府正门前经过 穿过路口的石门牌 便入了街 顿时热闹起来 秦子金挑帘往外看了一眼 因今日不是大吉 与自己回来那日相比人少许多 轿子又走了一段 停在一家酒楼前 秦子金随安夫人下楼进店 纳闷不已 这也不是饭点啊 为何要到酒楼呢 正疑惑呢 店掌柜上前来朝着安夫人一拜 东家好 秦子金这才明白 这家店是安夫人的产业 如此看来 应该是安夫人自己在经营 秦子金跟着安夫人上了楼 楼上雅间里已经备好了茶水和点心 店掌柜拖了几本账册递给安夫人 想着账册是隐私物品 秦子金立马起身 装作好奇的样子 到窗边打量起这酒楼的格局 窗户外是酒楼的后院 连着两排厢房 廊子里有店小二进出 厢房前面的院子里 形形色色的人不少 很明显是住店的客人 原来这里不是酒楼 是客栈 倒是自己进门的时候 瞥见大厅摆着十几张桌子误会了 安夫人低头翻看着手里的账册 看了几页 抬头见秦子金还在窗边 只当她无聊了想出去 便出声道 我这还需要些时间 你别在这儿拘着了 让清雀带你去街上逛逛 买点零嘴啥的 让清雀姐姐留下照顾姨母吧 秦子金忙说 自己正好趁此机会 去找找看有没有书局 我带着东凤下楼走走 就在这附近 不会走远 用不着清雀姐姐跟着 也好 安夫人点头 侧头吩咐清雀 叫两个婆子远远跟着 只要没危险 便不用打扰 别叫子金不自在 倒也凑巧 安夫人的客栈鞋对面 就有一家书局 这间书局比秦子金 在尹川见到的大许多 京城豪门贵族多 买得起书的人自然也多 店里聚其不少 看书买书的客人 多是尚未籍惯的少年 秦子金站在其中 有些突兀 却不足以为其 这个朝代不限制女人读书 也没女子无才便适得的言论 世家女子会跟男子 一般去学堂读书习字 虽然女子大多与父亲 兄弟借书看 但自己出来买书 也并不特别 秦子金见大家很淡然 便更显轻松 带着东凤去看店家 摆在架子上的书 诗经 论语 处词 皆是有的 秦子金随意选了几本翻看 发现多为首抄本 书写倒是端正 但可以看出 抄书人急于求成 造成的比例不足 若是细看 一本书里的字会大小不一 姑娘可是要买书 店家见她翻看 过来询问 秦子金合了书 将书放回原处 这几本书写潦草了些 这些都是一两银子的便宜货 多是卖给书院的学子 姑娘若要好的 可看看这边呢 秦子金跟着店家的指引到了另一边 店家拿了一本论语 递给秦子金 秦子金翻开一看 这些是印刷版 大小一致的凯体字 看着着实比方才那边的舒服 秦子金又看了几本 发现几本都是 这个字体 应该是同一处印刷的 这些怎么卖 秦子金问 店家举起一只手 这些都是印刷的 每个字都要先反刻出来 一本书要花不少功夫 少于这个数都是不卖的 无量 秦子金又看了看 这些印刷书 都是些常见的四书五经 朱子百家等等 只有这些吗 这些都是已经读过的了 没有特别的 秦子金再问 店家立马打亮了一眼秦子金 能将四书五经 朱子百家都读过的女子 很显然不是一般人家 她的语气顿时又客气了几分 姑娘 宁可来得巧 店里确实到了些好书 虽然已经订了买主 但书尚未拿走 或请上楼看看 秦子金点头 劳烦了 秦子金随店家上了楼 店家小心翼翼地 搬来一个二十公分高的书匣子 拉开 取出一本书 放到秦子金面前 这本过情论 是某位大人提前就定下的 用来充实府中藏书的 实属难求 秦子金翻开 这书也是印刷版 却用的是形态 自己排版也比较疏松 整个版面看着就特别的舒适 不等秦子金问 店家便说 请这一本 便要二十两 这还不好买 姑娘若是要 得提前定 嗯 秦子金将书小心奉还 我不买书 店家顿时变了脸色 不买书你烦我这么久 我不买 我卖书 我想问您收书吗 秦子金笑着问 我有位朋友手抄书水平很高 绝对高于您手上这本 不知您愿不愿意收 开什么玩笑 店家连忙将自己手上的书 收进匣子里 手抄大小都难一样 怎么可能高于这个 你若不买书赶紧走 别妨碍我做生意 您手上可还有求书的单子 不妨让我朋友一试 秦子金站起身说 若是买家愿意收 您再给我朋友结钱 若是不愿意收 您就当我没说过 您不是也没损失吗 店长放书匣子的动作停了下来 金钟达贵多 他确实有好几本求书的单子 那可都是赚大钱的单子 我要的这些书可不常见 你那朋友能从哪里抄来 秦子金却不与他多做解释 直接起身 我自然是对我那朋友有把握 才来与您做买卖 这买卖讲究自由 您愿意便让我朋友试试 若是不愿意 倒也罢了 这金钟输局这么多 求书的自不会只求你这一家 店家见他真要走 反倒是急了 姑娘且留步 我这也没说不要不是 若不这样 您就让您朋友照着这个情论 再来一本瞧瞧 第34章故意刁难 姑娘 东凤抱着一盒裁剪好的纸 跟上秦子金 您哪位朋友要抄书卖啊 该不会是上次再四秒 不是 秦子金看看左右 停下来 拉了东凤到一旁人少的地方 东凤 你也看见了 我在其家 姨父姨母为我花费不少 所以 我想赚点钱来回报他们 您要赚钱 东凤顺势提高了音量 秦子金赶紧抬手捂住他的嘴巴 你别大惊小怪 秦子金说着 看了一眼酒楼的方向 好在那两个婆子 并未往这边看 这是 你千万要替我保密 若是被姨父姨母知道 必然是不许我这样做的 您确实不适合这样做呀 东凤又急 又不得压着自己的声音 咱们府上又不缺您的用度 是不缺 可若我也能多赚一份 不是更好吗 秦子金盲说 咱们还欠着姨母一出庄子 住进祈府后 又让姨父姨母花费不少 再者 我们在金中落脚 日后也需要花钱 总不能连这个也去找姨母拿吧 东凤名嘴不说话 安妇人不肯动用秦妇给的银票 故此朗香格的一切开支 都是从她自己的嫁状里开支的 每月给的倒是充足 但秦子金用起来心虚 平日里也不敢用 就连东凤和小桃的月钱 都是秦子金拿自己带来的零散银子汁的 这抄书不需要我出面 假借朋友之名 日后我抄好了 你便悄悄送来 换了银两就走 旁人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抄的 与我没什么影响的 秦子金又说 当真 东凤又问 他是个没读过书的奴婢 着实不懂 这读书人的弯弯绕绕 只知道维护自家姑娘的名声就行 当然 秦子金自信的点头 又沉稳地说 小桃是指望不上了 只能咱们两个相依为命 东凤 我不拿你当丫鬟 所以才与你说这些 进了经 咱们必定要处处小心 我日后许多行径 定会与在尹川府中识不同 你不用惊讶 只管相信我就是 东凤听了 连忙表决心 奴婢自识相信姑娘的 姑娘日后叫我干什么 我便干什么 秦子金满意地点点头 再次嘱咐东凤 记住 这件事谁也不能说 得了东凤点头 秦子金才带着他回客栈 刚上楼便碰到店长 跪着账本下来 见了秦子金连忙点头问好 秦子金见安夫人 已经看完账本 便加快了步子 夫人 若不然先动秦老爷那银两吧 秦子金走到门口 便听到秦雀在说秦府 于是停了脚步 还抬手示意 东凤后退几步 不要靠上来 他自静静地立在门边上 等着厅里面的人回答 那钱不能动 安夫人开了口 声音里明显有些无奈 我答应秦君要照顾好紫金 怎能还花他府上的钱 可眼下 秦雀声音降低 老夫人明显就是给二夫人出气 这端午送节礼 是以咱们府上的名义送的 让您办这差 却不给您银子 这不就是故意为难你吗 他不是没说不拿银子吗 安夫人话里带着嘲讽 可不又跟以前一样 让您办事的时候 说得模棱两可 等您办完 老夫人便默不作声 当不知道这事 没人提银子的事 让您吃哑巴亏 秦子金眉头紧皱 他认识秦雀这么久 这还是第一次 听他如此有情绪的说话 您的嫁状 可不就是这样 被他们坑骗完的 秦雀委屈地说 那又能如何 安夫人长叹了一口气 笑大于天 我总不能连老爷的脸面都不顾 去跟老夫人争执这些吧 秦雀不再答话 安夫人又说 算了 本以为能从铺子里支点现银 没想到这两个月 生意这么差 算了 就这几百两米 也先揣着吧 赶紧下楼去看看 紫金回来没 一会儿我们去瞧瞧 看能不能挑几件 物美价廉的礼品 再有两日就是端午节 这节礼不送到位 败坏的还是咱们老爷的面子 秦子金听到这话 赶紧回头看向东凤 故意大声道 东凤 你可真慢 踩一个书匣子 就把你累着了 秦子金话音刚落 屋里面清雀便拉开了门 秦子金假装自己是刚跑上来 甜甜的朝清雀一笑 便赶紧小跑着 进屋扑到安夫人身边 我与东凤比赛 谁走得快呢 她都跟不上我 安夫人赶紧拿帕子 擦了擦秦子金的两鬓 这有啥可比的 秦子金忙说 先前在园子里 被他们嘲笑自丑 我不服气 买了点纸 回去后 我日日苦练 总有一天 把他们都比下去 安夫人立马说 可别累着了 你还小 写字慢慢来 不用与他们争刀下 嗯 秦子金乖巧点头 那我就每日写两张 好 我家子金真勤奋 安夫人笑说着 揽着秦子金起身 走吧 姨母账也看完了 出去逛逛吧 从客栈出来 不再需要软叫 几人往前走了一段 便到了一家 叫聚宝阁的店铺 秦子金随安夫人进店 店长跪一眼 便认出安夫人 忙上前相迎 秦子金打量着四周 从这家店的摆设来看 导向是古玩店 玉器 瓷器 经营器 样样都有 只不过那些东西的年代 在现在来说 不够久远罢了 像安夫人这样的客人 大多是不在楼下挑选的 掌柜的会做买卖 特意在楼上准备了雅间 专供这些有身份的夫人 挑选礼品 雅间里准备了精致的茶水和点心 店长跪也不着急做买卖 先同安夫人寒暄着 行了 你去准备吧 我忙完你这 还要往别处去呢 安夫人道 店长跪乐呵呵地退出去 安夫人喝了一口茶 侧身对秦子金说 马上端午了 挑些礼品宋洁 你也跟着看看 学点东西 秦子金乖巧点头 脑中却一直在想 自己方才偷听到的对话 老夫人故意让姨母 来置办府中宋洁的礼品 以此坑占她的嫁妆 着实可恶 可眼下最大的问题是 姨母显然手中现银不足 自己该如何帮她才好呢 第35章 愿听小姐指教 秦子金走神的时候 店长跪带着小二端了几个托盘进屋 托盘在矮桌上一一摆开 揭开防尘布 献出里面的宝贝 玉器 银器 瓷器 以及各种其他的 分别摆在不同的托盘的 那盘里面可是镜子 安夫人抬手指了指其中一个托盘 正是 店长跪立马亲自上签 将托盘端到安夫人面前的桌子上 托盘里摆着三面铜镜 这铜镜嘛 镜面都是一样的 精致之处在于镜边的装饰 和背面的雕花 这三块镜子 镜面的工艺都是绝佳的 我敢拿出来给宁桥 自然不能出差子 店长跪在一旁乐呵呵地说 这差异嘛就在背面 这第一块 全铜的 宁桥中间 这些红宝石 这可是正宗的割血红 安夫人拿起第一块看了看 纯铜 打磨得挺好 背面一朵极大的牡丹 花瓣直接开至镜面边沿 牡丹中间的花蕊上嵌着红宝石 颜色很正 趁金黄的铜色 大气又好看 但可想而知 价格必然也好看 店长跪是个有眼力见的 见安夫人不立马 要便继续拿了第二件 这块也是铜的 难能可贵的 是这背面的错银 银色搭配铜色 整面镜子都是祥云图案 您瞧瞧 可不大气 安夫人看了看 手艺确实不错 但大气嘛 还欠缺点最后一块呢 安夫人主动问 这个就是卖个工艺了 您拿手上颠颠就知道了 掌柜的直接将铜镜拿起 递给安夫人 安夫人接了 立马便感觉出来了 这个好轻 店长跪点头 这面铜镜是潜在木雕里的 您瞧背面的雕花 安夫人翻至背面 通体乌黑 凹凸不平地雕有一幅竹石图 安夫人在店长跪的示意下 将铜镜举起至窗边 阳光照在竹石图上 瞬间裹上了一层银色 好似沿着花形边 描了一道银线一般 安夫人看了看 将镜子放下 这三件的价格 应该也不一样吧 店长跪兼问道价格 知晓有戏 连忙说 这个自然 一分钱一分货 工艺好事一方面 这料好材是真的 这红宝石的不可多得 要价120两 这个银的 只要80 这木雕的 工艺是好 您若喜欢 收您30 全当给您带了一件回京 安夫人看着三块镜子 犹豫不决 红宝石的好看 但价格太高 自己身上总共只有几百银两 还需准备多加节礼 送银的价格勉强合适 却觉得欠缺点啥 最后木雕的 好看是好看 诚如店长柜所说 不是什么好木材 只怕送不出手 安夫人犹豫期间 秦子金假意好奇地 靠到桌边 轻巧拿起几面镜子 打亮了一下 然后拿起木雕镜 对安夫人说 姨母买这块吧 你喜欢 安夫人忙笑着问 你若是喜欢 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 银丝都清晰 流畅 即便是花纹拐角处 也十分清晰 可见工艺确实不错 秦子金凑上去纹了纹 然后摇了摇头 不喜欢 安夫人笑着问 她原本也看不中这木头的 不是 很喜欢 秦子金说 我摇头是因为店长柜 说的不太对 我说的不对 店长柜一脸诧异 但到底是 开门做生意的 即便是面对一个十岁的孩子 她也没有露出任何不满的神情 反倒是十分客气地说 愿听小姐指教 冲她这份态度 秦子金决定多教她几点 便忙还了一礼道 掌柜的客气 只是我 方才闻了纹针木头 虽然被漆盖住了 但不难闻到香章的味道 香章树耐磨损 又不易蛀虫 还自带香味 只是十分常见 算不上什么名贵木材 往往好的雕工 都会用名贵的木材来衬托 才会卖出好价钱 这竟雕工确实好 但用香章这样的木材 可见其价值不在雕工 是以我才会说 掌柜说得不太对 店掌柜听了秦子金一席话 顿时大喜 小姐果然明白人 这些物品 大多都是天南海北的收过来的 倒也不是剑剑都紧我手 这块镜子 卖的不是雕工是什么 是漆工 秦子金笃定地说 漆工 店掌柜诧意地端向起来 秦子金点头 这是将木头雕刻好之后 在一层一层地刷上黑漆 前前后后至少五层 带漆干透 再用刀雕出花纹 然后一点点打磨圆润 才能有如此光泽 这工艺听着简单 前前后后上期 封雇就得大半个月 再加上雕刻 打磨 一个月仅能成这一块 所以这虽是块常见的香张木雕 却真是精品 店掌柜捧着手里的铜镜 惊喜不已 今日听小姐一言 当真受教 安夫人更惊喜 她望着秦子金 你怎知这些 秦子金早在准备开口前 就为自己想好了理由 淡然回答 以前我总爱溜出斧头丸 瞧见这些东西就喜欢 只可惜没钱买 便烦着那些手艺人追问 渐渐地也懂了不少 是你聪明 安夫人得意地摸了摸秦子金的头 你既喜欢 这铜镜我便要了 秦子金赶紧拉住安夫人的手 姨母 这镜柄用的是黑漆 庄严端重 紫镜年纪小 不合用 倒是您想想 要送礼的那些人家 可有如此气质的女主人 此理必定会受欢迎 安夫人想了想 倒还真有一家 便依旧叫店家 将这铜镜包起来 好嘞 店掌柜笑着答应 这铜镜方才我原说三十两 有幸听得小姐一番指教 只收您二十 烦请小姐以后多指教 不敢 秦子金连忙行礼道 店掌柜一面叫人 将木雕镜端下去包好 一面又问 另外两块 你还要吗 安夫人还在犹豫 秦子金说 鸽子血确实正宗 但钱在花蕊上的 都是小宝石 宝石岁便不值钱 再看这错银的镜子 好看是好看 但拿在手里 就不如错银的大器 我以为这两件都不太好 倒不如看看其他的 可跟我想的一样 安夫人立马兴奋地 接了秦子金的话 拉她一起去看其他的 安夫人又看了几件东西 有玉佩 有香炉等等 都是些不大却很精致的东西 每一样 她都会问问秦子金 秦子金倒不敢卖弄多了 确实遇到喜欢的 便说两句的 其他的 只跟着硬成几句 店掌柜一方面 感激秦子金的点拨 另一方面又看出 秦子金确实懂 要价十分重肯 最终安夫人只花了三百两 买了七八件 逞心如意的礼品 嘱咐店掌柜 好声包着送至府上 第36章端午香囊 没想到我家子金一双慧眼 能分辨宝贝 安夫人从聚宝阁出来 兴奋地恨不得 直接抱着秦子金亲一口 你这一下 可帮姨母省了不少银两 一会儿 咱们去前面吃好吃的去 嗯 秦子金点头答应 抬头看了一眼 安夫人准备拐进去的店铺 姨母 秦子金赶紧拉住安夫人 我的衣服都已经好多了 别再买了 好不容易省下来一些银两 秦子金生怕安夫人 又因为给自己买衣服给花没了 安夫人回头 欣慰地摸摸秦子金的额头 我家子金真怪 你既不要变算了 陪姨母进去瞧瞧 姨母想给老夫人选一身衣服 作为节礼 秦子金点头 感慨于安夫人的品行 即便老夫人如此不待见她 她依旧静好为人而惜的本分 因为家节将至 乘衣铺子里客人十分多 安夫人前端日子 才给秦子金订了不少衣服 是这家铺子的大客户 故此一进去 店长柜就客气地迎上来 要秦子金引安夫人去挑料子 安夫人瞧见那边人更多 害怕秦子金挤着 便嘱咐她就留在这边 秦雀 你跟着紫金 瞧瞧这些小玩意儿 可有她喜欢的 他们所站的位子 是进门的宽敞区 四周摆的都是一些手帕 香囊类的小东西 看的人没那么多 故此不太拥挤 秦子金原本想让秦雀去跟着安夫人的 结果还没开口 安夫人便已经跟着 店长跪入了礼间的大堂 姑娘可累 奴婢去叫人找张椅子来 清却问道 秦子金忙摇头 这人来人往的 店小二即便搬了椅子来 也没地儿放 我不做了 随便看看吧 秦子金便随便找了出人少的地方 伸手捡了几块帕子 拿在手里看 大副里的姑娘 这种圈帕一类的 是不在外面买的 都是娘亲或者贴身的丫鬟们秀 毕竟是贴身之物 万一与旁的人买的一样了 岂不尴尬 所以成品店里摆的这些沙帕 基本是卖点平常人家女孩的 若是成品的布 他们定然买不起 但这些帕子 都是剪成衣铺子里 裁衣服的边角布料做成的 价钱便宜 布料上成 自然受这些女孩子们喜欢 然而就因为价钱便宜 这上面的绣花并不惊喜 所以秦子金一连看了几块 便没了兴致 正准备离开 旁边猛地奔上来 几个女孩围在一堆挑选香囊 哇 这些端午香囊真好看 其中一个说 你们说我买哪个好 我还没给自己挑呢 另一个也一脸 兴奋地伸手挑选着 听说端午节大计上 富家公子 小姐们都会戴精致的香囊 咱们戴上这个 会不会被当成富家小姐啊 美的你 富家小姐 有穿的你这么朴素的 另一个女孩说着 轻推了她一下 秦子金往后退开两步 以免被这些女孩撞到 三个女孩穿得倒也整齐大方 只不过配饰朴素 正是那些温饱 有保障的平常人家的女孩 在看她们手上的香囊 跟沙帕一样 用的是好布料 但是绣工一般 什么是端午香囊 秦子金问靠过来的清雀 清雀盲说 过几日端午 会在城外赛城湖举行大计 届时 金钟名门皆会一同出去庆祝 咱们府上也会去 到时候聚会 即是 祭祀 还有赛龙舟等等 十分热闹 其中之一 便是孩子们的腰间 要佩戴爱草仓铺的香囊 是为了祈求孩子们 无病无灾 咱们府上也有吗 秦子金问 清雀迟疑了一下 但笑着说 咱们府上以前也有的 夫人会做 只是这几年也不知怎么了 好好的祈福 突然变成了个府姑娘们 比绣工了 咱们府上也没其他姑娘 夫人也不好意思 自己做了香囊 去被那些孩子们比 所以便做罢了 名门世家最爱暗地攀比较近 又何况这端午大计 把大家都聚在一起 闲聊之余 免不了互相夸赞孩子们 腰间的香囊绣工 久而久之 成了这不成文的规则 倒也情有可原 但不管如何 也得有姑娘的府上 才能攀比 这没姑娘的府上 难道就不给孩子祈福了吗 所以 秦子金猜测 姨母不愿意与孩子们 比试托词 真正的原因 应该跟齐成林性格 大便有关系 齐成林应该是不肯带香囊 清雀姐姐 你帮我一个忙可好 秦子金心生一技 凑到清雀耳边 语了几句 清雀听了连连点头 转过身背对秦子金时 又压抑不住地仰起了嘴角 齐成林今日陪其续员出门 又是乘着夜幕归来 石头赶紧将自己打听来的事情 一一告诉齐成林 先是叫习嬷嬷刁难秦子金 后又打伤了东凤 秦子金为着东凤报仇打了嬷嬷 却被秦老爷抓了个正正 还是大太太送礼的时候 发现了秦姑娘藏在衣袖下的伤痕 才知晓 那嬷嬷还打了秦姑娘 秦老爷这才怒查那嬷嬷 一查吓一跳 那嬷嬷竟是个惯犯 欺软怕硬 在尹穿城骗了不少钱财 还偷拿秦府的钱财出府换钱 秦老爷查清一切 将人交给衙门 判了砍头 可这还没消停呢 石头说得神情激扬 秦姑娘在庙里为王母吃斋念佛时 被人掳走了 什么人干的 齐成林盲问 石头摇头 此事没有声张 奴才没打听到 只知道后来秦姑娘又自己逃回来了 他怎么逃回的 齐成林问 一个十岁的姑娘 面对心狠手辣的绑匪 肯定不是靠着跑就能跑出来的 不知道 石头说 那些坏人呢 齐成林又问 秦子经的父亲可是怀西监察使 他虽手中没有兵权 但负责监察怀西十一线和怀西军队 想巴结他的人必然不会少 那些绑匪不可能逃出怀西 石头再次摇头 这个也不知道 几乎没人提起 齐成林了然点头 一个女孩子家被绑匪掳走 秦家为了秦子经的名声 自然不会声张 他忽然想起 自己在尹川城 碰见秦子经和袁景泽的事 袁家可一直都在京中 秦子经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理应更不会认识袁景泽 可那二人明显很熟人 还约着一起喝酒 要么 袁将军驻扎怀西之时 与秦府来往密切 两家府上子女也见过 要么就是 袁景泽与秦子经逃出魔爪有关系 若是这样 那几个歹徒 多半是由袁景泽处置了 他今日来过吗 石头立马一脸愉悦地说 秦姑娘与太太今日出府逛了一天 想来是没有碰到什么委屈的事 所以没有来 行了 我知道 你下去吧 齐承林白手打发石头走 等屋子里只有他一人 他轻叹了一口气 如此看来 自己当真误会了秦子经 齐承林想起 被自己扔在客栈角落里的白痴小兔 第37章 儿女的祝福 来了 来了 清却一脸 兴奋地从门边转身 快步走到安夫人身边 安夫人偷偷往外瞥了一眼 果然看见秦子经带着东凤进来 东凤手里还端着一个托盘 安夫人赶紧转回身端坐好 几眉弄眼地朝清却小声说 一会儿可别露线啊 还不及清却点头 安夫人自己挺了挺腰身 抬手扯了扯自己的衣巾 端正坐好 脸上的笑容也收了 好像就是平常在喝茶一般 姨母 秦子经进屋请安 安夫人把手里的茶碗放下 站起身 收拾好了吧 等你姨父和表哥过来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嗯 秦子经点头 转身接过东凤手里的托盘 放到安夫人手边的矮桌上 听说大际上有带端午香囊的习俗 我特意做了几个 哎呀 你做的 安夫人立马一脸 惊讶地站起身来 秦子经见她目光 都没仔细看托盘里的香囊 顿时忍不住笑了 故作惊讶地 侧头看了一眼清却道 清却姐姐当真没同您说吗 我还想着她 定是不会瞒您的呢 故意借她口想看看 您介不介意我做这些呢 安夫人见她如此说 知晓自己早已露馅 一把喜爱地 将秦子经拉进自己怀里 欢喜不已地说 姨母自然不介意 你愿意做这些 姨母高兴来不及呢 只怕把你累着了 不累 秦子经说着忙 从安夫人怀里出来 我不仅给表哥和自己做了 还给您和姨父也做了一个 我和姨父也有 安夫人这回是真的惊讶 目光转向矮桌上的托盘 盘子里摆着四个香囊 两个石榴形的略大一些 秦子经在一旁说 端午香囊的本意 就是为了祈福 子经不为比秀公 只愿着香囊 能承载我的住院 为姨父姨母和表哥祈福 安夫人看了一眼秦子经 感动的眼眶都红了一圈 可真是个乖巧的孩子 秦子经生怕把安夫人弄哭了 自己不好收场 赶紧拉着安夫人看 自己秀的香囊 秦子经虽说魂穿这个朝代 也有些时日了 但在秦府时 她没有娘亲 没有兄弟姐妹 只顾着自己即可 所以从未花心思去想 该如何生活 到了祈福之后 她聊了齐家复杂的状况 看过老夫人如何刁难姨母 又瞧见了齐梦里 打骂齐梦希 叫她开始真正意识到 自己现在是处在有阶级 有贵贱的朝代 齐府这几口人 尚且如此费心费力 金中权贵自然就更难相处 她甚至开始理解 齐梦里的好胜 因为只有世事精湛 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和荣华 秦子经没有这样的追求 但也明白 需要给自己经营一个 好的标签或者形象 不用太高调 足以不叫自己被人轻视就好 好在秦子经穿越前 是博物院的修复师 她那一身本领 似乎为这魂穿良身打造的 论秦其书画 她因修复书籍 名画 刻苦临摹了各种名师大作 熟悉各种大家字体 甚至能倒以假乱真的地步 论秦女工 秦子经不敢称第一 但也绝对是佼佼者 她曾为了修复眷博 秀品类的文物 走南闯北 拜访名家 学过许多刺绣 簪花 扎染的技巧 且不说她的秀工 是否大失水平 且说她会的秀法 便是无人能及 然而 这家宅后院 定是女工更受人欢迎 更容易给人留好印象 而且 那书局的老板 又同意让她抄书 为了避免日后 因自己惹麻烦 秦子经决定 在书法上藏桌 这端午香囊 不仅是孝顺其家父母 更是她下定决心后的 第一次展示 她固然十分用心 秦子经捡起一个香囊 递给安夫人 这个是姨父的 选了占青色 容易搭衣服 正面绣的墨竹 背面绣的安康 安夫人伸手接了 惊得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这布料选得十分合适 光面段 做的是石榴形状 带口扎紧后 堆起的褶皱 在光线下泛着荧光 显得十分大气 绣花在带面右下角 有浅入身 一幅好看的竹石画 虽说多是孩子们 佩戴着端午香囊 但做成这般精致 大人带着 亦是一种装饰 其夫人目光一瞥 带起地上去 这个正面绣的是梨花 背面也是安康 其夫人连忙 放下自己手里的香囊 去接这个 这个青色很柔和 右下角以棕色绣树枝 配以白色 绣了一束梨花 占青配蛋青 黑色配白色 连结绳锁珠 都极其用心 安夫人的手指 轻轻地在绣花上抹撒着 声音颤抖地说 你这绣工 真是得了你娘的真传 秦子经愣住了 没想到自己营造一个标签 还歪打正着地撞对了 不说了 不说这个 安夫人赶紧放下手里的香囊 转身拿帕子掩眼泪 秦子经默默站着 知晓她是想起了秦母 心情也跟着压抑起来 齐续元和气声林进来的时候 正撞见这一幕 刚要开口 安夫人先起身笑道 来得正巧 快来瞧瞧 子经给咱们准备了啥 齐续元直接被安夫人拽到桌边 拿起占青色的香囊 便拴到了她腰间 嘴里不住地夸赞 齐续元低头看了一眼 秀公她是不懂 但是儿女的祝福 她是欣喜的 故此满脸笑意 好看得很 怕是很难吧 真是受累了 这就是有姑娘的好 齐夫人抢先说着 给秦子经丢了一个眼神 给你哥的香囊呢 秦子经会议 赶紧回身 取了给齐续林的香囊 毕竟是做给孩子的 又是端午 秦子经挑了比较硬的颈端 做了个粽子形状的 颜色也是占青色 顶端配了一颗男红的珠子 每个面的右下角 都用金线绣了字 平安 康剑 富贵 因为担心太过花俏 齐承林不愿意带 坠子没用流苏 用金色鞭绳 挂了两颗白玉葫芦 放在手里摇一摇 白玉碰撞 发出细微的清脆声响 这个带出去 可得叫人羡慕 齐夫人说着 将香囊 禁止递给齐承林 难为你妹妹的心思 赶紧带上吧 齐承林接了香囊 倒没迟疑 直接往自己腰间寄上 寄完低头看了一眼 抬头朝秦子经说 甚好 多谢 秦子经浅浅点头 表哥喜欢就好 齐夫人在一旁目光一转 意味深长地 给齐续源递了一个眼神 齐续源轻咳了一声 转而用比较平静的声音说 走吧 前面都准备好了 第38章 照顾好妹妹 因大计需要整整一日 老夫人年纪大不宜出行 齐府其他主子 皆一同前往 这还是秦子经 第一次见齐续青 明明与齐续源 生着相似的五官 却给人很分明的差异感 齐续青略瘦 略矮 脸上带着常年混荡的腐败沧桑感 他见着齐续源拱手一败 尽管姿态低 却难掩目光里的贪婪 齐续青的身侧 跟着一位少年 他倒是气质不凡 只是站得未免太过力挺 齐续源没有多说 直接叫大家上车 车马一字在门口排开 大家按着管事的指引 一一上车 那就是大伯母 从尹川带回来的秦姑娘 齐燕凌挑脸看了一眼 前面正在上车的秦子精 嗯 齐梦里从后面靠上来 就是因为 他才害得娘亲被罚的 齐燕凌收回目光 冷冷地瞥了一眼齐梦里 那是因为你笨 明明被他耍了 居然一点痕迹都没找到 一向跋扈的齐梦里 竟没敢反驳 只是委屈地说 我不知道他如此狡猾 哼 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在一起 齐燕凌说着 看向车里其他几位妹妹 一会儿见了舅舅 舅母 莫要提起此事 问起便只说 母亲身体抱恙 在府中休息 为什么 齐梦里盲问 这是父亲也不敢说 若不求舅舅 难道真看着母亲关时日吗 蠢才 齐燕凌瞪了一眼齐梦里 直接叫他闭嘴 你们都记住了 母亲的事 不能叫外人知道 车里三姐妹乖乖点头 唯独齐梦里 依旧心有不甘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齐燕凌轻沈一声 你平日里在园中横行的手段呢 今日不正是叫他们 出丑的好机会吗 齐梦里听完 嘴角抑制不住的扬起 大忌在城外的赛城湖 湖边地势开阔 早有人搭好了官里的台子 按着府中地位 和各家在大忌中捐献的银两做了安排 齐府的人刚从马车上下来 就有丫鬟跑上前来请安 见过齐大人和齐夫人 我家夫人叫奴婢再次恭候 请齐夫人过去一叙 安夫人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齐续员 齐续员立马很上道地说 我去与几位同僚打个招呼 去吧 我带孩子们去见母后夫人 安夫人说完 是以丫鬟带路 秦子经跟着安夫人 目光却在打量四周 当真是如传言的那般热闹 放眼望处 到处都是一堆堆的人 也不知道围在一起玩什么 倒是远远的就能听见笑声 或者起哄声 神武侯夫人你未见过 随我去请了安 你再下来玩 安夫人见秦子经四处打量便说 嗯 秦子经点头收回目光 想着安夫人提到的神武侯夫人 听着称呼 应该是自己穿越以来 即将要见的地位最高的女人了 秦子经还在想着 那应该是位怎样端庄的妇人 眼前的看台 已经有人起身望了过来 安夫人连忙停下脚步 浅浅扶了一礼 劲儿朝那人的看台走去 秦子经抬头去看 便看到一位与安夫人年岁差不多的妇人 平安轻易 热切望着这边 武侯夫人好 安夫人登上神武侯府的看台 笑盈盈地扶了一礼 自起身上前 拽住侯夫人递出来的双手 许多日子未见 妇人一切可好 都好 侯夫人开口回答 声音轻快利落 目光轻轻越过 看向安夫人 看向秦子经 见过武侯夫人 齐承林先行礼 秦子经见状 赶紧屈膝随后 快免了 侯夫人说话间抬抬手 目光好奇地在秦子经身上打量 这可是影穿接回的姑娘 嗯 姓秦 明子经 安夫人忙说 模样生得可真好看 侯夫人看着秦子经 忽然抬手从自己头上 拔下一根金簪 怪我疏忽 没想到今日能碰上 未提前备理 这个倒是新样式 瞥了一眼她手里的金簪 一看就知道值钱 自然不敢接 连忙低头后退一步 武侯夫人赏赐 你便收了吧 安夫人却开口让她收下 秦子经诧异地看了一眼安夫人 小心翼翼地上前收了金簪 又行礼道谢 初次见面 就送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 看来这位高贵的妇人 与姨母关系不错 武侯可回了 安夫人同侯夫人一同坐下 武侯夫人摇头 我原是想请你府上 都到我这边一同管理的 奈何侯也没回 怕怠慢了齐大人 所以只好打发丫鬟 独请你来叙旧 倒不用 你也知道我府上的状况 安夫人丝毫不与武侯夫人见外 直接到了自己的苦衷 然后又看她四周道 世子也没回 她回了 武侯夫人忙说 你也知晓她的性子 一刻都没得停 坐不住 领着妹妹们出去玩去了 孩子嘛 自然是玩心大 安夫人说着 看向齐成林和秦子经 你们两个也下去玩去吧 我与武侯夫人说话 你们待着也无聊 秦子经和齐成林赶紧起身拜别 子义 安夫人开口叫住齐成林 轻声道 照顾好妹妹 齐成林有些许的犹豫 随即轻轻点头 儿子知道 两人一起下了看台 后在下面的石头和欢喜 赶紧不远不近地跟上 他俩为什么不说话 石头凑到欢喜身旁小声说 欢喜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低声说 公子跟谁说过话 石头别别嘴 自讨没趣地退回去 心里嘀咕道 才不是呢 公子明明很关心秦姑娘的 几番叫我打听他的事 但有关公子的事情 他都不敢乱说 只得无聊地摇着脑袋 盘算着前面两人 谁会先开口 他家公子先开口的可能性不大 但如果是秦姑娘 搞不好会破例 石头正想着 就远远瞧见他家公子停了脚步 微微侧头朝秦姑娘说了一句什么 秦姑娘似乎没听清 驻足抬头 露出一副不解的样子 石头兴奋地一拍手掌 他就知道 秦姑娘对自家公子来说是个例外 欢喜被他这莫名其妙的一巴掌 吓了一跳 嫌弃地白了他一眼 好端端地发什么疯 第39章 先斩后奏 袁景泽 什么 秦子金停下脚步 诧异地看向齐承林 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不然齐承林怎么忽然提起袁景泽呢 午侯夫人便是袁景泽的娘 齐承林将话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目光紧紧盯着秦子金的反应 果然瞧见秦子金诧异地跳动眉间 忽悠恍然大悟地自语道 怪不得那些人叫他小柿子 哪些人 齐承林追问 秦子金赶紧轻松一笑 摇摇头说 没什么人 秦子金说完 背过身继续往前走 如此说来 袁景泽不仅回了京 还到了赛城湖 那自己今天 倒也不是完全一个人都不认识了 齐承林慢慢地跟上秦子金 更加肯定 秦子金与袁景泽认识 与他从绑匪手中逃出有关系 秦子金悄悄回头 打亮了一眼走神的齐承林 心中暗叹一口气 自己谁都不认识 齐承林则是谁也不愿意搭理 如果再这么走下去 只怕两人绕胡一圈 也未必能说上几句话 秦子金快速用食指扣脑拇指 来催促自己 想办法让齐承林 参与到身旁的某项娱乐活动中去 秦妹妹 忽然齐梦里的高声招呼 叫醒了秦子金 秦妹妹 这边 秦子金不相信齐梦里 现在还愿意跟自己玩 但瞧见齐梦里身边站着不少人 为了祈辅的名声 他还是礼貌地朝齐梦里笑笑 然后靠了上去 你来得正巧 我们正要玩头壶呢 秦妹妹也一起吧 秦梦里说完 似乎根本没打算征求秦子金的意愿 便拉着他给周边的人介绍 这位是我大伯母 从尹川接回的秦妹妹 在我们府上常住 日后在京中 兴许会跟大家经常见面呢 秦子金听说是玩头壶 原本是想走的 结果被秦梦里这么强拽着一通介绍 倒不方便 立马就走了 只好笑着朝众人点点头 周边站着的 虽然都是些孩子 但都是名门之后 纷纷很有礼节地与秦子金打招呼 秦子金也忙一一回礼 听闻尹川最喜头壶 还见有头壶停 秦姑娘从尹川来 想必头壶记忆必定也很高 今日可要好好给我们展现一番 离着秦梦里最近的一个女孩开口说道 虽然她满脸的笑容 秦子金还是从她眼里 看到了细血的语气 这是给自己挖的坑 秦子金敢十分肯定地这样说 可她目光一扫 远远看到人群外静静站着的齐成林 忽然心生一计 小跑至齐成林跟前 弱声求道 表哥 他们要同我比头壶 我那技术你是知道的 你帮帮我好不好 秦子金这一跑 带着所有的目光 注意到了齐成林 都是平日里汇聚在一起玩的 在场的人基本都认识齐成林 自然也知道她性格孤冷 从不参加这类游戏 果不然就听见齐成林面无表情地说 你既不会 便不同 他们玩便是 秦子金伸手拽着齐成林的衣袖 点起脚尖 勉强凑到齐成林耳边低声道 他们明摆着就是想我出丑 你就帮帮我吗 齐成林依旧面不改色 明知是陷阱 你更应该躲着才是 躲了这个 他们必定又会生出别的 正所谓明见一躲 暗见难防 倒不如堂堂正正迎上去 秦子金始终拽着齐成林的衣袖不松开 齐成林稍微沉默 有些被秦子金劝动 在看人群里的奇梦里 看似满面笑容 实则心里定是记恨秦子金的秦子金 之所以得罪她 也是为了帮母亲出气 归根结底 还是这破烂的齐家 害了秦子金 秦子金瞧出她眼神间的动摇 立马与齐成林 拉开一点距离 大声道 我就知道 表哥你最好了 肯定会帮我的 说完还不忘朝齐梦里大喊道 梦里姐姐 我与表哥一对 我们玩双人投壶如何 齐梦里就怕齐成林不参与 听到这个自然欣然同意 那我便与表姐一对 秦子金这才知道 站在齐梦里旁边 装扮精致的是齐梦里的表姐 果然是一家人 两人的打扮都极其高调 秦子金收回目光 回头眼巴巴地望着齐成林 如此先斩后奏 换了旁人 齐成林必然是直接黑脸走开 但看着秦子金 想着齐父的嘱托 他黑不下这个脸 这一心软 立马被秦子金捕捉到 乐呵呵地缠上来 拉住他的胳膊 进了人群 投壶的场子 是早就布置好的 知道人多 背了四个壶 双人鄙视 同队的两人得用一个壶 这样才显得有难度 于是乎 在场为官的人 又临时组了两对 一对也是兄妹 还有一对是两兄弟 这可是正规的鄙视 与奇梦里在园中玩的不同 每只狐配八只剑 双人同组 两人各只四只 各家都有丫鬟小丝 主子们鄙视 下人自然热忱上前服务 石头可是难得 瞧见自家公子上这场合 立马快速地上前领了剑篓 抱在怀中 满脸铲销地 后在两人身旁 一声裸响 鄙视正式开始 围观的众人 纷纷退至众人身后 以免被误伤 第一只 主持鄙视的人 挥了挥手里的棋子 便退下 鄙视者按着顺序 一一投掷 第一轮 只有秦子金未中 奇梦里瞥了他一眼 得意地笑了笑 凑到表姐耳边 低语了两句 两人齐齐笑了起来 他便是知晓秦子金的实力 今日这局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让秦子金出丑 可秦子金不在乎这些 他一心观察身旁的秦成林 输赢不重要 只要能够 让秦成林参与进来就行 第二轮 两人未中 其中自然还有秦子金 即便秦成林中了连中 也不过五仇 排在最后 人群里开始有人议论了 一直未尽 这别是不会玩吧 瞧他那姿势 便不像会玩的 果真是香下来的 秦成林回头 朝议论的人群里瞥了一眼 秦子金却立马 拽着他的衣袖催促道 第三轮开始了 第三轮开始 秦子金举起手里的剑杆 就准备乱投 却被人从后面 一把拽住了剑尾 再这么投下去 你必输无疑 身后的人无奈地说 第四十章 拉拉扯扯 秦子金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人 立马亮了双眼 你怎么在这 我早就在旁边了 远景泽松开拽着剑尾的手 顺势轻轻在秦子金的额头上 轻敲了一下 这是砸自家妹妹的惯性动作 敲在秦子金头上 意识毫无违和感 他们起哄挑事的时候 我就在人群边上 原以为你会来 找我一起组队呢 远景泽说着 瞥了一眼一旁的秦成林 他虽不惜此人 但与他也无冤无仇 没到见面红眼的地步 秦子金羞愧地笑笑 他当时一心只想拉起成林参赛 压根没仔细去看周边的人 等我玩完这个 同你一起去玩 秦子金于是说 先赢了这句再说吧 远景泽说着 重新捏住剑杆 提至一定的高度 你的手整个握上去 像你这样用手指捏着 剑杆都没握稳 能射中才怪 秦子金按着他说的 改捏为全握 往前移 再移 嗯 差不多了 远景泽松开剑杆 站到秦子金身后 屈膝微蹲 然后又伸手帮秦子金 调整了一下方向 眼睛盯着前面的剑筒 什么都不要想 眼睛看着中间的平口 秦子金抿了抿嘴唇 原本他是无所谓的 被远景泽如此指教 倒是有几次比赛的紧张感了 目光往下移 看向平口下方 大约一指的位子 一指 你的一指 还是我的一指 秦子金紧张地问 远景泽轻笑出声 好好看 钻什么牛角尖 就看那朵花的花心 秦子金披了一下轻松不少 稳了稳身形 按着远景泽说的瞄准 就朝着那里扔 远景泽说 秦子金轻轻应了一声 集中注意力 将自己手里的剑杆扔出 不远处地看台上 武侯夫人正与安夫人聊着天 忽然没了声音 他抬抬手 示意安夫人先别说话 然后起身走到栏杆边 将手里的团扇 举至眉上遮挡太阳 眯眼看向远处 一起玩耍的人群 你来瞧瞧 沈武侯夫人回身叫安夫人 欣喜地将她拉至栏杆边上 你瞧瞧 人群中间的 可是我家元朗与你侄女 安夫人细细一看 还真是 他们两个如何认识的 安夫人差一道 远远就能瞧见远景泽 再叫紫金玩头壶 两人脸上都带着笑 似乎玩得十分高兴 反倒是自家儿子就在一旁站着 好似秦子金与远景泽 才是表兄妹一般 这我怎么知道 武侯夫人笑着说 目光一刻都不曾 从两个孩子身上收回来 她才回来几日 都没去过你府上 兴许是方才认识的吧 安夫人可不这么想 紫金这丫头年纪虽小 但心思沉稳 并不是见谁就跟谁好的性格 武侯夫人却没心思 去留意安夫人的神情 她心里可是开心的冒花 自家这个儿子习武艳文 是一刻都不肯静下来 虽然性子活泼 但平日里不是练武 就是骑马射箭 除了她那两个妹妹 石南再看到其他姑娘 愿与她往来 何况还是这么秀气的一位姑娘 见赶在空中 划出一道抛物线 然后稳稳地落在中罐 中了 秦子金还不敢相信 听见石头兴奋大叫 才敢确定 兴奋地转身 看向袁景泽 我真的头中了 人往往 对于自己很轻易 就能完成的事情 没有成就感 反倒是不擅长的事情 偶然间撞对了 就兴奋不已 秦子金觉得 这一下比自己健保 看准了还要高兴 袁景泽神气洋洋地说 也不看看是谁教的 你教的 你教的 你最厉害了 行了吧 秦子金好心情地与她斗嘴 这不算 奇梦里的表姐杜可欣 突然出声反驳 这是你头的吗 秦子金只了笑 举起自己方才握剑的手 为何不算 难道不是我自己头中的吗 她那样教你 如何能算术 那样 怎样 秦子金侧头看了一眼袁景泽 她方才不过是 教自己握剑 找瞄准点而已 秦子金轻笑了一声 小柿子不过教我点方法而已 头还是我自己头的 杜姑娘领先我们七八仇呢 怎么眼瞧着我得两仇变心急了 难道是担心被我抄赶了 算了吧 她好不容易中一只 也才两仇而已 围观的人也纷纷劝解 谁急了 杜可欣一跺脚 侧身怒道 大庭广众 拉拉扯扯 也不嫌丢脸 秦子金顿时冷了脸 说她可以 说她的朋友 绝不允许 她眉间微调 眼神顿时变得锐利起来 大庭广众 大家可都瞧着的 小柿子方才不过是扶了扶剑感 如果这在杜姑娘眼里 也算是拉拉扯扯 我劝杜姑娘 还是早些回去吧 毕竟今日人多 指不定你脚下那块地是 某位不知名的公子走过的 我与小柿子 不过是握了同一根剑感 便是拉拉扯扯 你与旁人踩同一块地 岂不得叫形影不离 一番话 呛得杜可欣无话可说 又逗得围观人暗暗发笑 袁锦泽本是一腔怒火 也被秦子金这几句话 弄得捧腹大笑 秦子金继续说 金刚经有讲 所有项皆是虚妄 所看皆是你所想 我与小柿子同窝一根剑感 在杜姑娘看来是拉拉扯扯 多半是杜姑娘心思不纯所致 所以我好心劝杜姑娘一句 日后多读点佛经 喜敌喜敌心灵 心灵美则人美 身后偷笑不断 杜可欣双拳紧握 似乎随时要冲上来 打秦子金一拳 秦子金却不慌不忙地 从剑筒里抽出一支剑 秦子金说完 按着袁景泽先前教他的姿势 握紧剑感 稳住身形 集中精神瞄准不远处的剑筒 被秦子金支开的袁景泽 站在一边忧心地说 你行吗 秦子金却仰起了嘴角 有一种古籍修复法 叫师接发 将干枯装化的古籍 通过喷雾或者蒸的方法 吸足水分 然后一页页地将古籍分撕下来 这几起考验修复师的手上力度 手中了会扯破下一页 手清了会扯断手中的书页 秦子金练了这么多年 手对细微力度的记忆十分敏感 他只要重复刚才的力道和方向就行 第41章确实是太小了 剑从秦子金的手里托飞出去 目标精准地朝着中冠儿去 但结果有些出乎秦子金的意料 剑最终进了诱饵 则 秦子金皱眉连吸一声 摇头道 有风 可惜了 少了一筹 正当秦子金可惜的时候 主持大声道 挂而已干 八筹 身后顿时一阵惊呼 秦子金自己也愣住了 他原以为自己中了冠儿 只有一筹 怎么现在成了八筹呢 他刚说冠儿什么 秦子金侧身问袁景泽 袁景泽看着远处的湖 笑着说 可以啊 挂而已干 已干是什么意思 秦子金对头湖没有过研究 在园中闲完时 也无人头中过已干 已干就是剑挂在瓶口 没有落入瓶底 一直没有出生的齐成林 开口为他解释道 秦子金了然 在看自己的剑 果然靠着剑尾的羽毛挂在瓶口 风一吹 还有些轻微的晃动 身后围观的人 齐齐给秦子金送上掌声 这倒把秦子金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连忙双手合十 朝着众人道谢 侥幸 侥幸 谢谢大家 众目睽睽之下 秦子金自己丢了的八筹 胡可星和齐梦里 心里不爽 却也没用 秦子金之后 齐成林再次连中 三连 一是八筹 反倒是胡可星 齐梦里受了影响 双双没中 从第一落至最后 秦子金和齐成林不仅反超 还跃至第二 最后一轮 胡可星和齐梦里直接摆烂 其他人本就没有恶意竞争 书星地玩了一百娱乐局 最终秦子金老老实实地得了中冠两筹 齐成林惊人第四连 拿了十筹 直接跃至第一 本就是娱乐 又无彩头 拿了第一 也不过是被众人恭贺几句 然后几人散去 换其他人继续玩 袁景泽很是自然地走上去 与秦子金并肩而行 因他个高 还得时不时侧低下身去 将就秦子金的身高 不远处的五侯夫人眼瞧着几个孩子 已经走出自己的视线 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拉着安妇人重新坐回椅子上 这些孩子们真好玩 五侯夫人一边说着 一边摇晃着手里的团扇 对了 你这侄女多大了 十岁 安妇人说 哦 还小 沈五侯夫人连连点头 安妇人眨了眨眼睛 心中盈盈有些猜测 但五侯夫人不说破 他不好去猜测没定亲吧 五侯夫人突然来上这么一句 安妇人顿了一下 他倒是私心想说 定了亲 并给自家子役了 但又想起自己临行前答应秦明远的 只能淡笑着说 这么笑 怎么会定亲呢 说完 觉得有些不妥 害怕沈五侯夫人铁了心 要跟自己抢媳妇 便又加上一句 秦家就这么一个嫡女 宝贝的景 起码要留到吉吉以后的 只怕吉吉后 都未必会着急说清 沈五侯夫人听出这话 有婉拒自己的意思 盲瑶善点头附和道 确实是太小 而且这才刚到京中 这么好的姑娘 你做姨母的 可得好好给瞧瞧 是啊 这孩子乖巧懂事的叫人心疼 安妇人说着 指了指自己腰间的香囊 你瞧瞧 不仅给子役做了端午香囊 给我们两个老的都没落下 他做的 沈五侯夫人顿时起了兴致 直接将手里的团扇 盖在一旁的桌上 朝着安妇人伸出手 解下 让我瞧瞧呗 安妇人自不会拒绝 好好将秦子晶坐的香囊 解下 递于五侯夫人 眼神里尽是炫耀之意 五侯夫人拿着香囊细细端看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十岁的姑娘 就有这样的秀宫 你这一执女 可真不简单 他娘本就贤惠 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女儿 想来是把毕生的记忆 都传给了这孩子吧 安妇人平静地说 秀宫倒是其次 难为的是他那份孝心 您可别怪 我最近呀 逢人就想夸我这一执女 乖巧又体贴 会哄人 还会心疼人 你也知我府上的难处 这丫头机灵得很 一点都不叫我跟着费心 五侯夫人听着 微微抿了嘴 哎 这乖巧孩子 都是别人府上的 你瞧瞧我府上那两个丫头 成日里跟着元朗 越发是没有女孩子样 还小吗 再过两年 从宫里请个嬷嬷回来娇娇 保准边样 安妇人宽慰她道 但愿如此 五侯夫人苦笑着摇头 你怎样 入京后一切可多好 远景则问 好啊 秦子京笑着回答 都挺好的 大家对我都挺好 远景则轻哼一声 可不才被那信度的欺负吗 那是被欺负 明明是我占上风 秦子京立马为自己证明 我方才可是损了他 还不上嘴 不得不说 刚才那几句 确实说得好 远景则称赞道 我就没你这本事 每每白天发生的事 晚上临睡前才想起来 该怎么回骂 可已经无济于事了 齐家那个姑娘 在外面都敢这么欺负你 平日里在府里 没少欺负你吧 远景则忽然问 你若是有难处就告诉我 齐家人不好意思替你出面 我可以 省了你的好心吧 他在府中倒没如此针对我 想来是因为 今天有帮手吧 秦子京说着 顺势跟远景则打听道 那个杜姑娘 他家很厉害嘛 远景则却不屑地说 都是开国功臣的后人 靠着祖上席爵 在金中站稳脚跟 官职不高 规矩倒是不少 我一向懒得搭理 秦子京了然点头 看来杜家一直都在金里 府中也有爵位 忽然往后看了一眼 瞧见齐承林 还不远不近地跟在二人身后 便凑到秦子京耳边小声说 今日一看 齐承林似乎不像 传言说的那般不堪 起码对你还可以 秦子京忙说 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 表哥他挺好的 只是不爱说话 玩笑罢了 你别道听途说 那些都是骗人的 你是被蒙骗了吧 远景则不信 才不是呢 表哥对我可好了 你方才瞧见了 他不是还被我玩游戏了吗 秦子京努力反驳 所以 你以后别再那样说他了 齐承林虽然离二人有些距离 但因注意力在秦子京身上 也隐隐约约地 将二人的对话听了大半 听到秦子京一本正经地维护自己 忍不住仰起嘴角 小剧场 齐承林 我媳妇就护着我 第四十二章 胡兴廷的离骚 远景则敷衍地点点头 正想转变话题 不远处 本来两个与秦子京差不多高的少女 直接一左一右架住远景则 远朗哥哥 郡主姐姐要弹琴了 他弹琴就弹琴呗 与我何干 远朗挣扎着要逃出来 但他两位妹妹似乎力道不小 竟将他死死锁住 等 等一下 给你们介绍个朋友 远景则无奈 只能将秦子京推出来 两位妹妹胡一地停下 回头看了一眼面上的秦子京 这才将远景则松开 远景则赶紧跑回秦子京身边 将他往前推了一小步道 秦子京 从尹川来的是 齐大人府上的客人 这两位是我妹妹 双胎 怡婷是姐姐 怡可是妹妹 秦子京这才看清远景则的两位妹妹 两人衣服一样 发着一样 转过身来 连五官都是一模一样的 二人瞧见当真有外人 赶紧松开远景则 老老实实屈膝行礼 秦姑娘好 两位远姑娘好 秦子京也赶紧回礼 今日大计 陈王府的文宣骏主要在弧心停奏 离骚 这会儿正准备试谈 秦姑娘可要一起去瞧瞧 远怡停问 秦子京反正无视 正想四处走走 欣然点头 见他点头 远姨可不再锁着远景则 催促他道 快点 再不抓紧 就来不及了 一群人匆匆赶至胡心亭 这里早就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远家双胎姐妹 瞧了一眼人群 拽着远景则就往里面挤 秦子京 快来 远景则被拽走前 回头喊了一声秦子京 秦子京撇到身后 完全没有再往前意思的齐称灵 默默地将已经抬起的脚 又收了回来 笑着朝远景则摆手 没事 你们去吧 我就站在这里听 从湖边有一道曲曲折折的狼子 连接到胡心亭上 胡心亭说是亭子 其实宛如一个小岛 除了亭子外 四周还有一些空地 种了花草 翠竹 摆着假山石 亭子四周挂了竹帘遮挡 又有王府的下人看守 围观看热闹的人 都只能站在亭子外的空地上 石桥口上有王府的侍卫 守着 各位公子小姐漏了身份 才会被放过去 袁家三兄妹很快穿过石桥 站到亭子外 袁景则还朝秦子晶挥了挥手 秦子晶抬手示意了下 然后目光扫了一眼身边 小姨碎步 靠到齐承林身边去 我有点怕水 占你身边安全点 秦子晶小声给自己找借口 却没想到 一向不爱搭话的齐承林静 恩了一声 秦子晶快速打亮了他一眼 然后嘴角含笑地在他身边站好 亭子里的人还在调情 显然还需再等待一会儿 秦子晶抬头看了一眼 头顶见高的太阳 他站的地方没有遮挡 太阳晒在身上有些烫 尤其是头上 乌黑的头发不仅吸热 热气还裹在发际里散不出去 秦子晶扭头看向四周 想找一处阴凉的地方 忽然 头顶盖过一片阴影 秦子晶抬头 发现是齐承林抬起手臂 拉开宽大的袖子 挡在了自己头顶 秦子晶仰头看向齐承林 忙说 不用 不晒的 齐承林目不斜视地盯着胡心亭 丝毫没有理会秦子晶的意思 秦子晶只好鸣嘴站好 悄无声息地将手里摇晃的团扇 往齐承林那边偏了偏 胡心亭里终于传出了情音 这是黎嫂 秦子晶问 他对古卿了解甚少 辨不出这是什么曲 这是屈原问度 齐承林回答 秦子晶点点头 没再说话 然而琴声却停了 秦子晶正要诧异 里面又起了一曲 与之前的不太相同 这是黎嫂 齐承林说 哦 秦子晶应了一声 刚要仔细去听 秦声再次停了下来 怎么只弹了半曲 是弹吗 秦子晶小声问着 胡心亭边围观的人 也是疑惑不已 怎么不弹了 出什么事了 任由外面议论纷纷 亭子里的人都没有任何回应 只听得秦声又起 依旧是黎嫂 众人不再喧哗 这一次 弹琴人弹奏了整曲 曲子终了 众人纷纷拍掌叫好 亭子里的文宣郡主 却起身走出亭子 看向围观的人群道 这离骚曲我弹奏了多日 总觉音色不对 可有通情的 反省指点一二 文宣郡主此话一出 方才还欢呼的众人 纷纷静默如鸡 如此大忌 既然能选文宣郡主来表演 除了他高贵的身份外 自然也是因为 他的琴技能登得大雅之堂 同辈之中 若须能有与他媲美的 但佼佼于他者 恐难再有顾此 他这一问 无人敢站出来 文宣郡主忽然抬了头 目光穿过围观的人群 直直地看向了湖边 秦子经一愣 侧头看看四周 十分肯定文宣郡主 看的就是自己这个方向 他自然不会觉得 郡主是在看自己 便抬头看向齐成林 齐成林的神色 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见众人看过来 便撤掉了挡在 秦子经头顶的衣袖 收回目光 侧身便准备离开 秦子经手快地一把 拽住齐成林的胳膊 在他回头看过来之时 笑着说 表哥等我一下 齐成林还没太明白 秦子经便笑着转向胡心亭 将手高高举起 大声道 郡主可以让我试试吗 文宣郡主正了一下 随即温笑着点了点头 表哥 陪我 秦子经拉着齐成林的胳膊 往石桥去 换作平日 齐成林必然不会往这种人堆里钻 但今日 齐成林盯着秦子经的后脑勺 暗自妥协 他刚说他怕水 万一胡心亭上有人 对他不利 秦子经见过郡主 秦子经沿着众人让开地 露到了文宣郡主跟前 你是齐家的 文宣郡主的目光 疑惑地看向齐成林 这位是我表哥 秦子经赶紧将齐成林 往前推了推 齐成林合手行拜 见过郡主 子经近日才入京 诸多不懂 如有冒犯 敬请宽恕 文宣郡主忙笑着说 我与秦姑娘初次见面 她便肯出面指教 何来冒犯 若是秦姑娘当真能帮我做好这曲 我还当感谢她呢 秦子经正要再客气两句 其梦里从一旁站出来道 郡主 秦子经不通音律 连您谈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又能指教您呢 第43章 有脾气 担心众人不信 齐梦里又加上一句 我在府中常与秦子经一起玩 她琴棋书画样样不行 一首齐全的曲子都弹不出 齐梦里话音刚落 角落里又有一人小声道 我方才过来时 确实听见这位姑娘 问谈的是何曲子 想来她确实不懂 众人一听 纷纷看向秦子经 秦姑娘不会弹琴 文宣郡主站在台阶上面 不仅站得高人一等 齐梦里的话 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般情绪波动 她问话时十分淡然 脸上甚至还带着端庄适宜的浅笑 总是跟古物打交道的秦子经 十分喜欢这种刻在鼓子里的传统涵养 她礼貌地朝文宣郡主服了一礼 柔声说 子经确实不会弹琴 对古琴也只是略懂 但生的一副好耳朵 能靠耳变琴音 郡主方才的曲子好听是好听 但不论是离骚 还是屈原问度 都是屈原头将赴死前的言论 写的都是她的无奈 哼 离骚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也好意思在这里卖弄你那点墨水奇梦里出声打断秦子经的话 郡主 您未曾见过她 不知她到底有多粗鄙 她的字还不如我们府上会记账的婆子 也不知是从谁那听了两句没用的评论 便赶到您面前大放厥词 您可千万莫要被她骗了 是啊 她自己都说了 不会谈情 既然不会 又何必多言 人群里有人附和着 赶紧回去吧 在这丢人现眼 文宣郡主却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平静地朝秦子经说 无妨 你继续说 秦子经回以微笑 继续说 一个心如死灰之人 站在茫茫江畔 心中该是何等的凄凉 这两首曲子既是写她 失了这份凄凉可不行 文宣郡主听了 目光一亮 淡定的脸上浮上明显的笑意 你说得对 我也品出这曲子里的不对 被你这么一点 倒是通了 是凄凉 这情的音调不对 秦姑娘可是帮了我大忙 文宣郡主赞赏地看向秦子经 又转头喜悦地吩咐一旁的下人 快 让人快马加鞭 去城内将秦师请来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去请秦师 只怕 下人有些为难 郡主若是愿意相信我 倒不如让我试试 秦子经道 文宣郡主狐疑地看向秦子经 你不是不通音律吗 但我耳力好 能变音调 调情我可以 秦子经自信地说 奇梦里听着这话心中一紧 这若是 真让他瞎猫子碰了死老鼠 出了风头可还行 于是 奇梦里赶紧起身 一脸气愤地拽住秦子经的衣袖 秦子经 你当真要害死我们秦府吗 即便是想要出风头 你如今也出境了 你还想动郡主的琴 你可知 郡主用的是什么琴吗 那可是皇上亲自的贺源 你若是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 奇梦里话音刚落 手腕被人一把拽住 疼得他丝毫使不上力气 齐承林将秦梦里的手腕拉开 冷着脸丢到了一边 奇梦里吃痛地看了一眼齐承林 骂道 你身为齐家 嫡长子不为自己家族考虑 反倒由着这乡下来的野丫头 胡作非为 你自己是个废物 难道还想拉着整个家族 蒙羞丢脸吗 再战的 多少认识齐承林 也听了不少他的事迹 在这些人眼里看来 不懂情的秦子经说要帮忙调情 确实有些自不量力 反倒是百般阻拦的齐梦里 才是真正在为家族考虑 而莫不作声的齐承林 身为齐家嫡长子 却不能为齐家未来着想 着实有失身份 听说是个连院士都没过得顽固 瞧那张脸黑的 似乎要打人似的 平日里定是没少欺负府中弟妹 为了一个外人 既连家族安危都不顾了吗 身旁议论的人越来越多 秦子经生怕齐承林 又跟那日在金塔四一般不做解释 就直接走了 赶紧后退一步 隔着衣袖紧紧拽住齐承林 表哥 你先别走 秦子经低声说着 又抬头看向文宣郡主 我先前确实不知郡主的情如此名贵 有些鲁莽了 请郡主赎罪 这情我原本也只是想一事 能不能成我心中也没底 但被人说到如此地步 我也是有脾气的 今日我若不替郡主调好这情 日后散播出去 与我和我表哥的名声皆不利 所以紫经斗胆请郡主给个卖弄的机会 若是调好了 紫经不要赏赐 若是调不好 紫经甘愿受罚 不惜性命 这也值得你搭上性命 袁锦泽从人群里挤出来 抬手在秦子经的脑门上轻弹一下 然后笑着 看向文宣郡主道 我对这丫头很有把握 郡主倒不如让她试试 若是弄坏了你的琴 我府上还有一只娇尾 以此作陪 郡主不亏 娇尾 那可是传世古琴啊 这琴已经失传几十年 竟是藏在武侯府 虽说这琴爹爹 已经赠给我和妹妹了 但琴姑娘是元朗哥哥的好友 若她当真弄坏了郡主姐姐的情 我们姐妹也乐意将娇尾 献与郡主姐姐 所以 郡主姐姐便让琴姑娘试一试吧 袁怡婷也站了出来 文宣郡主与原家姐妹 关系似乎不一般 见了他们姐妹 顿时笑了 忙说 不过是一把琴罢了 哪里值得上琴姑娘的性命 琴姑娘愿意出手相助 我自十分感激 请吧 文宣郡主亲自抬手 招呼秦子经进亭子 亭外众人不敢再言 琴梦里倒是有要上前蓝的动作 只是她刚抬起右脚 却觉得左脚一阵酸麻 直接摔跪下去 她扫了一眼四周 想要起身 却被琴承林 用秦子经的团扇压在肩头 你既知我是骑府敌长子 便该尊我两分 鉴于你方才目无尊长 便罚你跪在这亭外等结果 琴承林面无表情地说着 目光则追着秦子经的身影 进了亭子里 琴梦里想要爬起来 却觉得肩头的那把团扇 如有千斤重 压得她腰都挺不直 更别说站起身了 她张了张嘴 想要哭喊 只发了半个音 便觉得肩头的力气 又中了几分 表妹在调情 需要安静 你最好不要出声 琴承林冷漠地说 琴梦里面色痛苦 乖乖闭了嘴 她虽不怕得罪琴承林 却担心因此得罪文轩郡主 第四十四章 偏房庶女 秦子经静止走到秦边坐下 抬手俯上琴弦拨弄了几下 看秦姑娘这姿势 并不像不会琴 文轩郡主在一旁说 秦子经淡淡一笑 将手指压在五弦之上 到我略知皮毛 连一首完整的曲子都不会 当真不能称为懂 秦子经说完 指尖轻轻挑拨 五弦发出的声音很正 她今儿又是了其他几弦 暗自摇头 这琴是好琴 只是这琴的调 却被人调乱了 虽然音准还在 但琴调不伦不类 秦子经曾经也修复过古琴 关于古琴的知识 她知晓不少 诚如她在庭外说的 她耳力好 又对细微东西感知清晰 旁人需要借助 调音气调情 她却能凭自己的耳力定调 只是琴子经空 有满腔的理论知识 却没有时间 去练习一首完整的曲子 即便她音准好 执法标准 却弹作不出任何曲子 离骚 屈原问度 皆是凄凉之景 若要让听琴的人共琴 琴调自然也得凄凉 文轩郡主 似乎也有此想法 这琴的琴调名 弦往这个方面调过好几次 只不过把握不准 并没有调到位 七凉调并不常用 调起来倒也不难 只需在正调的基础之上 让三弦十灰与五弦九灰等高 二弦九灰与五弦七灰同高就行 而正调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正宫调 比较常用 自然也就比较好调 琴子经稍稍试了几下 便将琴调回了正调 然后又紧了锦二 五弦 虽然只有两根弦 但要做到完全等高 需一遍遍尝试 一遍遍听 瓶子外有人焦急 有人好奇 虽不敢大声喧哗 但点脚 侧身难免发出嘻嘻嘻嘻的声响 加之河岸上还有各种庆祝的声音 扰得琴子竟一时难辨音调 他停了一下 文宣郡主以为是调好了 正要开口 却瞧见他闭了眼睛 微微歪头 让耳朵贴近琴弦 几番之后 琴子精彩睁开眼睛 自己胡乱地在琴上弹奏了两下 满意地站起身 请郡主再谈一次吧 文宣郡主点点头 直接走过来坐下 先试了一下条 便忍不住侧头 惊喜地看向琴子精 琴子精微微一笑 朝他点点头 文宣郡主端坐好 指尖流畅地在琴弦上游走起来 带着凄凉感的琴音一出亭外 叫外面原本躁动不安的人群顿时静默 齐承林压在奇梦里肩头的团扇 卸了力气 他听着这曲子 目光却悄悄一到了琴子精身上 一曲终了 围观的人们才回神 回过神来 才惊觉自己净流了眼泪 赶紧抬嗅眼泪 又不忘恭维文宣郡主 文宣郡主却在琴前待坐着 毫无反应 琴声的共情 不仅仅是与听琴人共情 更是能让谈琴人身临其境 这种凄凉之曲做完 文宣郡主的情绪 也难以自控地低落起来 琴子精见他如此 知晓自己已经成功 也不再逗留 幸不走出亭子 走到齐承林面前 不需要旁人的评价 大家的眼泪 就是对琴子精的认可 走吧 表哥 琴子精笑说着 伸手接过了 齐承林手中的团扇 人群里 齐燕林给齐梦姐使了一个眼色 齐梦姐胆怯地点点头 便一下冲出来 跪到齐承林跟前 哭哭啼啼地说大哥 求你饶了梦里姐姐吧 他只是一心为这祈福好 先前在府中游玩时 琴姐姐确实说过 不会谈情 我们自然是信了 梦里姐姐今日阻拦 当真是不想琴姐姐冒犯了 郡主给府中招来大祸 还请大哥宽恕 莫要再罚梦里姐姐 那小黑屋里 又湿又潮 还有老鼠 每每关上一回 我和姐姐必要大病一场 请大哥别再罚 我们去黑屋撕过了 齐梦姐说完 趴在地上 呜呜员员地哭了起来 秦子精这才明白 为何袁景泽当初 会跟自己说 齐承林欺负家中弟妹 想来这样的戏码 一定不止上演过一次 齐燕林 齐梦里 齐梦姐 还有 秦子精扫了一眼局促地 站在人群边上的齐梦希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参与 他们不仅人多 还会演戏 即便齐承林 有心辩解 也无从解释 也怪不得在金塔四时 齐承林被众人围着的时候 只想离开 他曾经定年努力 为自己解释过 但围观的人 未必会信他 谁若谁有理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只会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 自认为 哭得最惨的人 就是需要被同情的 关黑屋 这也太残忍了吧 再怎么说 也是自家弟妹啊 即便是嫡子 也不能如此残害弟妹吧 人群不仅开始议论 竟还有人替齐家姐妹 打抱不平起来 指责齐承林的声音 越来越大 完全忘了 秦子金才刚打完齐梦里的脸 横竖都是他们有理 都是齐承林狠毒 二房这几位 可真是厉害啊 秦子金自然不能忍 转身看向 跪在地上的齐梦杰 刚要反驳 却听到齐承林在他身后说 不用理会这些人 秦子金忍了忍 虽然内心 很想与齐家姐妹舌遍一番 但也明白齐承林此刻 不想站在这里 便暗暗握拳 压下了自己心中的躁动 不想齐梦杰往前一步 伸手拽住秦子金的裙摆道 秦姐姐 你来府中十数日 我与梦里姐姐对你百般迁就 你若是还有不满 大可直接说出来 为何要如此构陷 梦里姐姐 害她受罚 我构陷她 秦子金冷声反问 你明明会琴 却在府中故意装作不懂 今日故意引得 梦里姐姐出来阻拦 难道不是有心策划吗 齐梦杰继续哭哭啼啼地道 可怜梦里姐姐 当真以为你不会 在府中尽心叫你 你即便不心存感激 也不能如此狠 齐梦杰话音未完 狠狠挨烂 齐承林一耳光 齐承林本就孤傲的脸上 挂上了几分清晰的愤怒 齐父交代过 齐家这浑水 他可以烫 但要保护好秦子金 偏防庶女 谁许你在外大哭大闹 辱骂府中贵客 齐承林冷声道 看来是我这座兄长的平日 在府中太过浇灌你们 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偏防庶女 却忘问本家人士 这可不是僭越一点点了 莫说是官小黑屋 即便是本家叫人打死 也轮不到外面的人 议论半分 齐承林此话一出 周遭议论的人 瞬间牺牲 不敢再议论 心中没有这些等级制度的 秦子金抬头错愕地 看向齐承林 他明明知晓 怎么逆转局势 为何不为自己辩解呢 第四十五章 营九 当真是齐公子疏忽了 文宣郡主从亭子里走出来 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齐家姐妹 秦姑娘已经几次说明 她不通情侣 能帮我调情 完全是因为耳利好 齐家两位姑娘 打着为齐府着想的游头几次 出言重伤秦姑娘 着实不是待客之道 依我看 齐公子竟然为本家嫡子 理应管交弟妹 我等外人 不该智慧 文宣郡主说着扫了一眼 方才议论纷纷地众人 众人一听 羞愧低头 有羞耻心强的 当即拿袖遮面 低头离开 秦子竟注意到人群散去后 躲在后面的齐彦玲 顿时高呼道 二表哥 二表哥 众人寻声望去 目光全集在了 准备趁乱逃离的齐彦玲身上 想来二表哥 也是为两位妹妹羞愧 所以准备逃走吧 秦子竟笑着说 齐彦玲自然不能再逃 只好在众人注目之下 走上前朝齐承林一败 大哥 齐承林只是微微点头 秦子竟却趁机对齐承林说 表哥 梦里姐姐和梦姐妹妹 毕竟是二房的人 平日里都是二婶 自己管教的 今日虽说婶婶没来 但有你管教免不要惹人闲话 依我看 交由二表哥 管教最合适不过了 我以为可行 齐承林点头道 如此 燕玲你便好好管管你 这两位妹妹 若在胡言本家之事 家法处置 是 齐燕玲只能低头硬道 走吧 齐承林温声对秦子竟说 秦子竟点头 跟着齐承林往外走 二人刚走 跪在地上的齐梦里 便哭哭啼啼地起了身 凑到齐燕玲跟前说 哥 他们欺负我 齐燕玲目光阴冷地 瞪了一眼齐梦里 吏声喝道 大哥训斥的都是对的 你们二人 着实过了 还敢在这哭哭啼啼 立马回府 闭门自省去 齐梦里 有些错愕地望着齐燕玲 却又不敢反驳 被齐梦杰 从身后拽了几下 眼泪离开 不远处钟楼上的钟声响起 意味着祭祀即将开始 众人纷纷撤出湖心亭 奔向各家的看台 准备同大祭一起 为家族祈福 湖边的看台 都是有讲究的 靠近湖岸 有一处延伸出去的灵水平台 各家的香岸便摆在此处 秦子经和齐承林赶到的时候 安妇人正在嘱咐下人 将带来的贡品 一一摆上香岸 而齐续园 则在另一边仔细清点 一会儿祭拜用的爱叶 熊黄酒 糯米之类 祭祀都是本家 才能做的事 老夫人在偏心二房 也不敢在祖宗祭祀上动心死 所以齐续清 只能带着几个孩子 乖乖在一旁立着 钟楼的钟声 再次敲响 安妇人仔细看了看香岸上的贡品 然后快速转身 招呼孩子们站好 自己又站在自己的位子 上礼了李一山 端庄稳重 秦子经站在齐承林的身后 与齐梦里几人并排 钟声之后 湖上响起了整齐的鼓声 鼓声不止一点 好似从四面八方奔来 带鼓声渐渐清晰 秦子精彩 看到湖上有好几艘龙头船 船尾架着鼓 穿着红马甲 胳膊上扎着红丝带的壮汉 有节奏地敲打着鼓 船头立着一个手腕竹篮的人 跟着鼓声 一下一下地往湖中 抛洒着糯米 所有的船只聚集到一起 船头处竟能扣连起来 船头的人放下竹篮 从怀中摸出一顶 白色的面具戴上 船尾的鼓声变得轻而缓 不远处的湖心亭里传出 离骚 曲 戴着面具的人 双手高高扬起 细在手腕处的黄绿色彩带变 跟着飞舞起来 他们随着这曲子 配合着轻缓的鼓点 在船头跳起了祭祀的舞蹈 舞弊 这些人齐齐在船头跪下 钟楼的钟声每敲响一次 这些人便高高 将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然后虔诚地跪拜下来 各府的人也跟着齐齐跪下 朝着香岸一拜 如此三拜 才算结束 跪拜结束之后 齐绪员上前 将摆在香岸上的爱叶 沾着碗里的熊黄酒 往湖水里抛洒三次 然后再抓三把糯米撒向湖中 如此 整套祭祀里才算完成 祭祀结束后 便是餐聚 今年是郕王府主持大祭 餐聚也是由郕王府安排 大家祭祀之后 纷纷往白酒席的地方走 以往 都是各府管各府的 在看台上吃就行 后来就开始呼朋唤友 但是京中的大家 多少有些沾亲带故的 去了这家去不了那家 多有遗憾 后来索性各家出点银两 主持大祭的人家坐东 邀请各家一块餐聚 欢喜在去的路上 如此向秦子经解释 秦子经点头 这样的端午祭祀 在现代难得一见 今日参加一回 感觉又新奇又有趣 怪不得大人小孩 都期盼着端午大祭 这么多人一起过节 当真是热闹 秦子经回头看了一眼 只有齐承林走在后面 二房的几位 皆没有跟来 待到了宴席之处 齐燕林才匆匆赶来 却是不见三位女孩子 大家默契的 没有人问起 除了主桌的几处 其他座位没有安排 大家自行呼朋唤友为座 安夫人刚进去 原家的下人便来请 安夫人便带着 齐承林和秦子经去 捅午后夫人一桌 秦子经刚刚坐定 袁景泽便凑不来小声说 这桌上的酒有些炼 你一会儿少吃点 秦子经连忙局促地挺直腰杆 紧张地看了一眼安夫人 压低声音道 胡说 我才不喝酒呢 那正好 我也不喝 袁景泽笑道 他脸上的紧张 是因为担心 给姨母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落在旁人眼里 却成了娇羞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午后夫人 饶有兴致地问道 秦子经以为自己 与袁景泽的悄悄话 被听见了 顿时紧张的脸都红了 倒是袁景泽一年 泰然地说 没什么 我方才 劝子经妹妹吃点酒 他说拒绝了 午后夫人 浅白了一眼袁景泽 秦姑娘一看 便是文雅的人 岂会跟你这个 粗人一起喝酒 你若是要喝酒 不是有成林吗 袁景泽侧头 看了一眼齐成林 虽然两家母亲关系亲厚 他与齐成林 时常见面 但因自己听着 外面那些话不惜此人 两人并未有过交流 更别说 一起喝酒了 小柿子要喝的话 我可以陪 齐成林说 秦子经目光一亮 看看袁景泽 又望望齐成林 今儿是什么日子 这两人怎么都有点反常 童子们 两个消息 必然是一好一坏 坏消息是本人不幸中招流感 连日高烧 所以消耗了好几日的存稿 哦 好消息是流感传染 不能去上班 所以这一周 就能安心再加码字了 下华线 第四十六章恩赐 一个是自己 有心结交的好朋友 一个是自己要接近的表哥 这两人若是能兵事前嫌 友好相处 秦子经自然是喜闻乐见的 于是他赶紧起身 绕到齐成林另一边道 既如此 我与表哥换个位置 让你二人聚在一起喝酒 齐成林丝毫没有犹豫 起身将自己的位置 让给了秦子经 袁景泽望着 与自己隔了一个位置的秦子经 眨巴眨巴眼睛 别说喝酒了 吃饭的兴致都减了一大半 于是 这顿饭吃的是重归重矩 中途也有人过来敬酒祝贺的 秦子经只管跟着安夫人身后 照做就是 范至尾声 齐成林被齐续远叫去 见过几位长辈 他刚一走 袁景泽便凑到秦子今身边去 笑眯眯地准备 与他说上一句话 却被人抢先 奴婢见过秦姑娘 我家郡主请姑娘 过去坐坐 来人是城王府上的丫鬟 秦子经局促地看向安夫人 安夫人不知原委 亦是格外惊讶 秦姑娘怎么会跟郡主认识 午侯夫人盲问 郡主姐姐今日揍离骚 揍完觉得不好 请大家火出测 结果无人感应 倒是秦姐姐自告奋勇 帮郡主姐解掉了情 调完果真效果见好 袁一可抢先回答 想来郡主姐姐 定是想感谢秦姐姐 才请秦姐姐过去的 我家郡主正是此意 丫鬟接话 王妃他们也在查些 午侯夫人和其夫人 若是得闲 也可一快过去坐坐 安夫人原就不放心 秦子经一个人过去 便看了一眼午侯夫人 午侯夫人立马站起身 善解人意地头 我来时便已经给王妃请过安了 倒是你 今日定还没见上王妃 一同去请安吧 今日这样的大日子 陈王府又是今年主持大计 陈王妃身旁自然是聚满了人 既然到了后 免不了好一阵寒暄 请安过后 午侯夫人及安夫人都落了座 几个孩子便乖乖在大人身后 立着 文宣郡主快步走上前 拉过秦子经的手腕 示意她跟上自己 母妃 这便是女儿与您说起的秦姑娘 今日多亏她出手相助 陈王妃年岁偏大 却仪态端庄 她温婉地看向秦子经 秦子经赶紧低头屈膝 扶了一礼 多大了 陈王妃问 十岁 才十岁 就秦义了得 陈王妃惊讶地说 秦子经盲说 王妃谬赞 子经并不懂情侣 不过是耳力好 能变出这秦生里的细微差别 所以帮着郡主调了调情而已 也是运气好 没有给郡主拖后腿 谈得好 全是因为郡主情意高 陈王妃却笑着看向众人说 年纪虽小 品性却好 如此谦逊 众人自然是跟前点头附和 母妃当真误会了 秦姑娘确实是不懂情侣 一首曲子都不会 文宣郡主盲为秦子经解释 陈王妃瞎了一眼文宣郡主道 亏你自诩会谈情 秦姑娘若当真不懂情侣 即便是耳力再厉害 也不知道该如何帮你定调 文宣郡主恍然大悟 陈王妃却只是笑笑说 想来是谈得少 不记得曲子罢了 她有如此才能 若认真学起秦来 可不得把你比下去 秦子经赶紧扶里道 王妃当真谬赞了 子经脑子愚笨 美美弹琴 不是脑子记不住情谱 便是手指登不上 学了几年 毫无掌镜 想赶超郡主的情谊 只怕是天方夜谈 陈王妃淡笑着望着秦子经 感慨她小小年纪 说话却狠之分寸 性子稳重 倒也讨喜 她的目光从上看下 一眼就注意到了 秦子经腰间的端午香囊 秦姑娘腰间的香囊 很是别致 也是自己绣的 秦子经低头看了一眼 点头回答 正是 可否取下来叫乔乔 秦子经赶紧动手 将香囊取下 交与陈王妃的侍女 陈王妃拿过秦子经的香囊 前后细细端向了一番 然后笑着 将香囊递给身旁的一位妇人 咱们方才还争执了半天 不知道该定谁家的为最后 可乔乔 这最好的不就来了 妇人也将秦子经的香囊 端向了一番 再传与身旁人 可当真是把我们其他府上的比下去了 这真是一个十岁女娃娃的秀宫 看香囊的人惊讶地说 安夫人连忙起身道 自然不敢在大际上糊弄 选女宫多少年了 陈王妃问秦子经 秦子经细细一盘算 大二开始接触 后来日积月累 细细算来 也有七年多 六七年了 秦子经于是说 陈王妃诧异 这也难怪 能有如此功底 着实不是一朝一夕之礼 说着她又看向身旁的文宣郡主 你瞧瞧这秀宫 可知羞 秦姑娘比娘小上三岁呢 文宣郡主 被陈王妃说得脸色泛红 索性蹲到陈王妃跟前 双手扶着陈王妃的胳膊倒 母妃 宁记如此喜欢秦姑娘 不如给秦姑娘一个恩赐 许她同女儿 一起去咱们府上的私塾 学习如何 安夫人惊得直接站起身 悄悄看了一眼武侯夫人 陈王府的私塾 讲学的夫子 是前朝近世范思成 早年启蒙过陈王 还曾主持过会事 现已花甲之岁 在阁学院讲学 是受陈王妃之邀 才偶尔来私塾讲学 除此之外 陈王府的私塾 参照阁学院社友情 书 社 术 术等课程 在私塾之中 当属第一 虽然如今陈王府世子 已去了阁学院 但私塾并未取消 宫世家子弟读书 却也不是人人 可以去的 比如袁景泽 武侯府世子 安夫人 之所以看武侯夫人 是因为今年年初 她脱了沈武侯的关系 贝勒厚礼 才将齐承林 送入城王府私塾 如今文宣郡主 与秦子经初次见面 便邀她去城王府的私塾 安夫人不得不惊 陈王妃一时没有说话 秦子经也不敢搭话 老是将头埋下 她内心 是不愿意去读书的 每日读书上学 哪里还有时间抄书呢 但她不敢说 她方才听清楚了 这是恩赐 这恩赐人家可以不给 但是给了你 你不收 就是你不识抬卷 秦子经不敢给其夫惹事 只得低头祈祷 但愿承王妃瞧不上自己 第四十七章抢龙珠 然而承王妃笑着说 这么优秀的姑娘 去陪你读书 那可不是便宜了你 你也好意思说是恩赐 你有此意 便该去问问 齐家夫人同不同意才是 安夫人自然不会等文宣郡主 前来问自己 赶紧说 子经能有如此殊荣 是王妃厚爱 谢夫人成全 文宣郡主忙站起 伸到了谢 又快步走到秦子经跟前 秦姑娘 日后我们便在一处学习了 秦子经可不敢把自己内心里的 不乐意表现出来 盲笑着说 谢谢王妃 谢谢郡主 陈王妃命人 将秦子经的香囊 还给秦子经 想了想到 你今日给文宣帮了大忙 我原本不知该赏你什么 既然你也要去学堂 便赏你一套文房四宝吧 秦子经再次道谢 钟楼的钟声再一次敲响 有人高呼 赛龙舟了 众人纷纷起身 寻看台去 神武侯府的看台更靠前 视线也更好 齐续元夫妇两边受邀 带着两个孩子往武侯府的看台上观赛 齐大人压了哪只武侯夫人侧头询问 齐续元忙客气地说 跟风压了黄色 只压了五十两 武侯夫人笑笑 若是我家侯爷在 必定要大干一场 我这富道人家 却也不懂这个 压了郑红 也没敢多压 这压龙舟本就是图一乐 钱多钱少不重要 安夫人接了话查道 中了指的一乐 输了便也只当为大计上了工钱 武侯夫人点点头 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后排的几个孩子 你们可买了 秦子京压根不知道 赛龙舟还有开装押宝之事 自然没有买 齐成林也不会弄这些 几个孩子里 只有袁景泽乐呵呵地说 自己买了一百两的绿色 绿洲上的船夫 各个魁梧 手臂粗壮 一看就是常练的 我信他们 袁景泽自信满满地说 袁怡婷忙跟着说 元朗哥哥说了 若是赢了 赚的钱给我和妹妹买猪差 大人们听着一阵乐呵 然后继续去关注湖上的比赛 湖面上有八只龙舟 分别以龙头前面挂着的 八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 大家压住压的 便是船头的颜色 八只龙舟皆以整装待发 只听到岸边 响起一阵急促的古典声 远远就能瞧见 龙舟上的船夫们 将船桨高高举起 铿锵一声锣鼓的声音 龙舟上的鼓声 前扑后继地响起 一时间 八只龙舟 争先恐后地冲离岸边 是绿色 远景泽激动地冲到最前面 攀在栏杆边高呼 远家双胎姐妹 也跟着靠了上去 秦子金各仔 站后面看不到 便也起了身 倒没有往前跑 八只船队实力不相上下 一路上你追我赶 第一名总是在变化 比赛的终点在狐心亭 从狐心亭里 支出一排长长的竹竿 每根上面都挂了彩球 龙舟须取上一颗彩球 再次返回起点才算赢 绿色第一个 远景泽握紧 双拳大叫一声 可欢呼声还没结束 就傻了眼 原来是绿队取球的人没拿稳 竟将球落入了水中 他赶紧俯身去捞 耽误了不少时间 傻子 再取一个球啊 远景泽气得大骂 待绿队取到球 早已经有四只船 对取球返程了 看着摇摇落后的绿队 远景泽拍了一把栏杆 失落地坐回椅子上 大好的形势愣是 被一颗球碰坏了 最终五侯夫人压的红色 夺了头彩 众人都跟着恶合一番 看台里的热闹还没停止 看台外面有两个小丝 提着罗边敲边喊 抢龙珠要开始了 抢龙珠要开始了 远景泽听了立马起身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 笑道 我倒是把这个忘记了 五侯夫人笑着起身 走吧 一起去瞧瞧吧 据说王妃 今年加了不少彩头 众人起身出看台 往湖边走去 这是要干嘛 秦子金拉住欢喜问 抢龙珠 欢喜笑着说 是特意给魏机关的孩子们准备的 各府上魏机关的公子们 要坐船到水中央的竹楼上 抢彩头 秦子金这才知道 原来不远处的水中 用竹子搭建的塔状建筑 是用来做这个的 为了让姑娘们 也能一起玩耍 那些彩头里 往往准备的女孩子喜爱的东西 姑娘们若是有看中的 可让兄长帮忙 欢喜说着 提醒秦子金往前看 姑娘瞧见眉 那些便是今年的彩头 秦子金看向前方 正有人一一将今年的彩头摆上来 头彩是一匹流光一彩的流光断 那段子在阳光下折出彩色 十分好看 若是做成衣服 可想而知 第二个是一盏琉璃宫灯 这宫灯乃宝莲形状 顶上已青铜刻了 四脚亭飞檐的造型 底座是木制的 雕刻的是仙兔倒药之景 第三个是一套珊瑚头面 第四个是一颗红宝石原石 再往后 铜镜 折扇 手炉等等 一共八彩 东西虽然不大 却都是精致之物 这些彩头都已经挂到竹楼上了 能娶到哪个 就看各位公子的表现了 元朗哥哥 要锦断 要锦断 元一婷和元一可 异口同声地缠着元景泽道 元景泽却侧头问秦子精 你瞧中哪个 秦子精摇头 我不用了 你给你两位妹妹取锦断吧 放心吧 我速度快 取完锦断 还能再取一个 元景泽说 你看中哪个 我给你一并取回来便是 秦子精看了一眼 立在水中央的竹塔 大概是为了不让人一下 取走所有的彩头 竹楼的顶端 取完一个再去取另一个 很难 但秦子精不想打击元景泽 便说 我倒是挺喜欢那盏宫灯的 行 你便等着吧 元景泽说着往前走 元景泽走后 齐续元看了一眼齐成林 低声道 你也去吧 尽力就好 齐成林不多言语 点点头 便也往前去 表哥 秦子精只是好奇 齐成林为何也会参加这种活动 却不曾想直接出声叫住了他 见他回头看着自己 秦子精咧嘴一笑 双手握拳举起道 你可以的 齐成林的目光轻微跳动了一下 转身继续往前走 第48章 男子汉的争夺 船把参加抢龙珠的公子们 送到主塔下的木筏上 鼓声响起 意味着抢龙珠游戏开始 元景泽当真不是在秦子精面前吹嘘 当别人还在一格格往上爬时 他宛如一只在草丛间行走的炸猛 一跳一跳地 便跃至了主塔中断 与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 秦子精双手合十 暗自为元景泽叫好 又一动目光 流行去找齐成林的身影 齐成林的动作不如元景泽迅猛 却也十分突出 他每次跳跃的幅度不大 却很稳 比不过元景泽 却胜过许多公子哥 这抢龙珠到底只是个游戏 主塔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只要往上爬就行元景泽 第一个上了塔顶的平台 此时还没有其他人登顶 他想去拿头彩 就得靠运气 八个不同的方向 八个卷轴 到底是几等 不打开卷轴 永远不知道 元景泽已经参加过好几次 抢龙珠游戏了 丝毫没有犹豫 随便挑了一个方向就奔过去 打开一看 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立马放弃 也不再奔回元星 直接奋力一跳 便从这边跳到了另一边 引格湖边围观的人 惊叫了一番 要知道 每条之路 仅仅只有两根胳膊粗的竹竿之称 然而元景泽连身子都没晃动一下 便稳稳落在了两根竹竿之上 他甚至心情大好的 朝着湖岸上比了一个鬼脸 叫为他紧张的一众人 哼笑不止 元景泽又打开一个卷轴 立马动手取下 高高举起 虽然离得远 但是大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 上面写着一个椅 椅等 便是琉璃宫灯 秦子经直了腰背 完全没想到 元景泽竟然会先拿到 自己想要的椅等 他颇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 元家双胎姐妹 却发现 二人还紧紧盯着 竹塔的方向 似乎真相信 元景泽还能再帮他们 拿到假等 然而 此时登上竹塔顶上的人 已经多了 僧多肉少 免不了要竞争 抢卷轴也是可行的 元景泽最保险的就是 带着一等的卷轴赶紧下来 最起码还能保证一个 若是继续去找假等 搞不好会成为 众人围攻的对象 到时候别说假等了 他手上这个 保不保得住都另说 但元景泽显然不这样想 他将一等的卷轴 往自己腰间一插 便同先前一样 重重地踩在脚下的竹竿上 利用竹竿的弹力 将自己高高弹起 准备跃至另一条之路上 然而有人先踏一步 在他落地之时 朝他脚上踢了一脚 逼得他不得不后退一步 跃回平台上 元朗 本就僧多粥少 你怎可如此贪心 那少年笑着 转身去解竹竿上的卷轴 元景泽倒也不急 索性抱拳站在平台上 都是你府上的宝贝 你也好意思来跟我争 就许你疼妹妹 我难道不行 少年说着 拉开卷轴 瞥了一眼 丢开 不是 元景泽瞟了一眼 抢先一步离开 此时每个卷轴都有人在解 有不追求头彩的 直接解了就准备撤 而有些人 就像元景泽一样 安静地站在平台边上 仔细观察着每个人的神情 想看看 是谁解下了头彩 接下来 只要从那个人手里 把头彩的卷轴抢走就是了 我是信 有不想惹事的 直接将自己的卷轴攻势出来 当然 这样的也不见得完全没事 也有明知道自己没能力争假等的 便会上前碰碰运气 争一争其他的 所以 多数人拿了卷轴 一言不发 就赶紧开溜 是假的 有人忽然高喊了一声 抬手指着一旁 正在藏卷轴的人 元景泽连忙挡上去拦住 结果看亲人愣了下 怎么是你 齐成林面色泰然地道 运气好罢了 烦请小柿子让个路 元景泽顿时乐了 回头示意眼神后 你好声瞧瞧 即便是我让了 旁人会让你走吗 元景泽之后 是方才与元景泽争抢的少年 然后还有其他人 有人虎视眈眈 有人只是看热闹 显然是不会轻易 让齐成林 就这般拿着假等下去 元景泽往后推了几步 道 安全起见 让你先过来 毕竟只是游戏 磕磕绊绊可以 但犯不着为此伤人 谢了 齐成林说着 握紧手里的卷轴 防备地沿着两根竹竿走上平台 众人许他完全进了平台 才动手来抢 这时候 才是抢龙珠最精彩的地方 抢龙珠虽说是个游戏 实则是个比武现场 头彩的东西 不过是个噱头 真正叫这些小男子汉们 热血沸腾的 还是名号 这抢龙珠一年一次 谁若是在这场游戏里得了头彩 便是默认 这一年 他的武功最好 这点虚名对成年人来说 或许不值得一提 但在一群未及惯的孩子们中间 可是十分吃香 故此 但凡觉得自己有些能力的 都想尽力争一争 众人直接将齐成林 让置了平台中间 又不愿意 被波及的 赶紧趁机往下退了一些 平台上 很快就只剩下了五六人 袁景泽第一个上前 直接拿掌批 这游戏不是第一次玩 大家都清楚 最后留在平台上是什么意思 没点武功底子 早退下去了 齐成林侧起胳膊 挡下这一攻击 顺势扣住袁景泽的胳膊 改用脚攻他下盘 袁景泽岂能让他得逞 几番跳跃 便躲跳出去 可看台上不止袁景泽一人 其他几人见袁景泽都没能得手 不约而同的一气攻上去 好在几人虽然都想要卷轴 但彼此之间也都有所防范 一时间竟然成了混战 袁景泽稍作调整 也参与到混战中 打斗中 几人的位置慢慢偏移 眼瞧着自己有些寡不敌众 齐成林心意横 将甲等卷轴塞进了袁景泽怀里 袁景泽立马猜到他的意图 想要快速脱离战斗 却被其他几人攀缠上 但他的武力明显在齐成林之上 即便是一队多 也不至于像齐成林那般被逼至绝境 齐成林不过是为了一时的缓解 才将卷轴送出去的 缓过神后 立马也加入了抢夺卷轴的队伍中 一群热血少年又是一阵缠斗 忽然 齐成林脚下被人缠到 重心不稳 整个人往后仰去 袁景泽下意识地伸手去拽 却拽了空 便眼瞧着齐成林 整个人后仰摔了下去 湖岸上的人正看得精彩 远远瞧见一个人影 从塔顶落下 砸在湖水中 顿时惊地纷纷起身 第四十九章 青竹九 秦子京一直关注着齐成林 自然是一眼就认出 那个下坠的身影 表哥 秦子京大叫一声 赶紧往湖边跑 刚到湖边 就被齐续员追上来拉住 有人救 齐续员说 秦子京这才注意到 主塔周边有好几只小船 几乎是在齐成林落水的一瞬间 船上的人就迅速地跳入了湖中 秦子京只得揪心地盼着 主塔上的几人 也没曾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 有一瞬间的呆愣 远景泽赶紧趁机将甲等卷轴藏进怀里 快速顺着主塔回到平台 齐成林在船夫的帮助下露出了水面 平台上的锣被远景泽敲响 意味着抢龙珠结束 远景泽虽不喜齐成林 但想着他落水 自己也有些责任 赶紧走到边上伸手接他 齐成林瞥了他一眼 却没有伸手 而是略显狼狈地攀着平台边沿翻滚上岸 见他无事 岸边的人都舒了一口气 这才有心情为远景泽庆贺 远景泽 一等 远景泽一手举着假等的卷轴 一手往自己腰间抹去 结果乐呵呵地摸了一圈 愣住了 卷轴呢 在这 浑身湿透的齐成林 从怀里摸出一个卷轴 展开 正是一等 一等 齐公府长子齐成林 这怎么在你手上 远景泽又气又疑惑 齐成林却没有与他解释 只是将卷轴递给侍从 然后借口要去换衣服 先一步离开 可恶 远景泽看着他的背影 小声叨叨了一句 却也无可奈何 子役 没事吧 安夫人见齐成林下来 赶紧迎了上去 秦子金紧跟其后 紧张地打量着齐成林 那竹塔少说也有十米高 从那么高的位置摔下来 轻则脑震荡 重则断击鼓 如今 看他还能自行走动 想来没伤及击鼓 但有没有脑震荡 就不知道了 母亲宽心 儿子没事 我去车上换衣服 就好 齐成林说 安夫人赶紧让开 连连点头 好好 赶紧去 可别着凉了 秦子金也想开口问话 问他有没有头晕恶心的症状 可见他衣衫还滴着水 便咽下了所有的话 侧身让齐成林 跟着石头去车上更衣 齐成林经过的时候 看了一眼秦子金 注意到他裙摆边上沾湿了一些 明明怕水 却还往水边站 齐成林不动声色地 扫了一眼秦子金 主事很快念完了所有的彩头 然后成王妃让人 将礼品送到各位府上 秦子金也收到了琉璃宫灯 这宫灯确实精致好看 但想着齐成林为了这盏宫灯 险些丢了性命 秦子金便高兴不起来 他估摸着齐成林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换好了衣服 便借口将宫灯拿去车上 带着欢喜 先离开了湖边 齐成林已经换好了衣服 却在捡起换下的湿衣服时 注意到了摆在一旁的端午香囊 他伸手捡起 用力一捏 香囊里挤出不少水 好在秦子金这香囊做得精致 松手后又快速恢复成原本的形状 但里面的香料 因为泡了水 已经闻不到味道了 可惜了 齐成林这般想着 将香囊单独放到一边 然后挑帘准备吩咐石头进来收拾 结果便看到了 车外正准备开口说话的秦子金 秦子金先是一惊 随即笑着点点头 温声道 表哥 齐成林点头 顺势下了马车 我拿到宫灯了 十分好看 秦子金快速给自己找到了借口 所以想来谢谢你 不用谢 齐成林说 顺手罢了 我远也没想到 但还是很厉害 秦子金说着迟疑了一下 那个 没受伤吧 看出对方的紧张 齐成林心里有种到不明的愉悦 没有 头也没感觉不舒服吗 比如晕晕的 秦子金问 齐成林摇头 没有 你不用担心 秦子金这才完全放心 刚要再开口 袁景泽飞奔过来 你在这里 害我一顿着 袁景泽说着 直接拽住秦子金的胳膊 带你去个地方 再去晚了 就来不及了 唉 秦子金叫了一声 终究没敌过袁景泽 只得匆忙间回头笑着 朝齐成林挥挥手 又在跑过东凤身边时 将手里的琉璃宫灯 塞了过去 齐成林直直地看着 二人跑远的身影 右瞥一眼 被扔在东凤怀里的宫灯 轻轻摇头 才刚说喜欢 转头就随意丢给了丫鬟 是真喜欢吗 你要去呢 秦子金气喘吁吁地喊 袁景泽 你跑慢点 我要跑不动了 秦子金觉得 怎么可能跟得上他练轻功的速度 到了 袁景泽总算停下来 脸上丝毫没有半点剧烈运动后的气短神情 反而快速地往前几步 挡住一个正在收摊的商贩 急切地问 还有酒吗 秦子金听到酒子才抬头打量 看到摊位上 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招牌 清煮酒 想着袁景泽一路飞奔 就是为了带自己来喝酒 忍不住笑了 商贩正好就剩下一小壶 因着壶口缺了一块 没能卖出去 给我吧 袁景泽兴爽地摸出一粒碎银 放到摊位上 再拿两个小杯 好嘞 商贩赶紧答应 将酒和酒杯都递给袁景泽 袁景泽满意地提着酒 转身走到秦子金跟前 我一早就发现了这家 尝了一口 这酒味道好 还带着蛊竹子的清香味 猜到你肯定喜欢 便想带你来尝 怎知这一天 竟没找到跟你独处的机会 不得已只能强拉着你来了 秦子金这才想起 吃饭时 袁景泽凑到自己身边想说 没说完的话正好有点饿 秦子金抬手摸了摸肚子说 前面有卖烤鸡的 袁景泽立马提议 于是两人结伴 往前面买了一只烤鸡 随意在湖边找了一处树荫坐下 胡风吹着 小酒喝着 手里拽着鸡腿 身旁坐着朋友 这才是端午节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第五十章打架 公子 欢喜远远地跑过来 急匆匆地凑到齐成林身边去 低声道 姑娘跟人打起来了 齐成林一愣 还是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欢喜又说 他跟小狮子去喝酒 不知怎么的 就跟一伙人起争执 欢喜说着 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在跟人聊天的安夫人 奴婢担心事情闹大 不敢惊扰夫人 嗯 我同你去 齐成林说着 从人群中悄悄退出去 给不远处后着的石头一个眼神 三人故作淡定地 往秦子金那边去 再说秦子金 袁氏和袁景泽一起在河边喝酒 喝得十分满足 这酒清甜还带着竹香味 着实特别 对秦子金这种 有甜酒收藏品的人来说 简直是找到了新宝藏 可惜了 秦子金摇了摇一滴不胜的酒瓶 该多买一瓶的 袁景泽笑着说 回头我让人去打听 寻到那卖酒的摊贩 再买几瓶就是 秦子金点头 又开始研究手里的空酒瓶 应是小本买卖 卖酒的摊贩 舍不得在包装上花钱 所以这酒瓶十分的粗糙 再加上瓶口缺了一块 没用的东西 丢在这里就是了 干嘛还费劲拿过去 秦子金笑笑 温柔地说 这酒瓶在我们看来不值钱 但指不定会有穷人 拿去有点用 放在这里 不久草长起来就看不见了 大树底下比较显眼 袁景泽歪头诧意地 打亮一眼秦子金 笑道 你竟能如此体谅穷苦人家 真叫我刮目相看 这也值得刮目相看 秦子金觉得好笑 按道 我还没说共同富裕呢 袁景泽却说 金中那些名门闺秀 出门瞧见要饭的 便同情地叫下人赏几个铜板 装得一副体贴善良的样子 可但凡那些穷人靠上来一点点 便如同躲瘟疫一般避开 称不上真善良 倒不如你发自内心地 为那些人穷人着想 秦子金只是笑笑 觉得袁景泽有些偏执 正要反驳 底下走过一群人 嘴里在议论今天的抢龙珠 秦子金和袁景泽坐的位子 虽然在湖边 但地势高 大概是湖水高涨时 冲跨了岸边的泥土 在他们前面 有两米多高的断崖 说话的几人 走在断崖下的湖滩上 秦子金和袁景泽 又是坐着的 他们不抬头 便很难发现 与草气高的二人 娘的 真是可惜了 要是让咱们也去抢龙珠 那些彩头 可是咱们的其中一人 操着粗鲁的声音说 瞧瞧那些宝贝 不说那段子 就那盏宫灯 也能换不少银两吧 另一人接了话 袁景泽瞥了一眼 几人的打扮 便知不是什么好人 抬起手指示意 秦子金不要作声 便又留意听几人说话 那些人里 也就得头彩的那个能打 其他人若是碰到咱们 风哥 直接被打趴下 说话的人 吹捧地看了一眼 中间的高个儿 秦子金留意去打量 中间那人个子 比其他人都要高出一个头 被人夸赞 立马浮上一脸的骄傲 那个掉下水的 真特么命大 被叫风哥的壮汉 十分不屑地说 那么高 怎么不摔死他 秦子金顿时皱了眉 这群人素质 怎么这么差 齐承林哪里招惹他们了 要在背后如此诅咒他 哼 那人就是个窝囊废 有一人极其不屑地接话道 你认识 风哥问 我哪会认识那些人 但那个窝囊废 我听说过 那人继续说 一个什么府上的敌长子 结果考试没考过 就失心疯了 今日能得一等 都不知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那人刚说完 头上忽然重重挨了一下 他赶紧捂着头往上看 谁干的 秦子金和袁景泽坐的地上 是一地的碎石头 眼前的草虽然高 但只有稀疏的几株 那些人不抬头 还可以藏藏 一旦抬头看 便什么也藏不住 秦子金索性也不藏了 站起身 我打的 哪里来的小贱人 老子打死你 那人见秦子金 不过是小姑娘 愤愤骂着便要上来 秦子金动了动骨 在手心里的石头 压低声音急促地说 一会儿我喊跑 我们就赶紧跑 说完 秦子金便将手里的石头 狠狠朝几人砸去 也不管准不准 反正一把丢下去 总能砸到几个 然后便喊袁景泽跑 秦子金早就观察过 那些人根本就上不来 得从前面不远的地方绕 但等他们绕上来 自己和袁景泽 肯定早跑没影了 结果他喊袁景泽跑 袁景泽反倒伸手 拉住了他 干嘛 再不跑他们该上来了 秦子金说 袁景泽勾嘴一笑 不是想为齐成林 打抱不平吗 实时务者为俊杰 打不赢就跑才是智者 好好在上面站着 袁景泽说着 直接从陡坡上跳了下去 引得一群正要从别区绕上来的人 回头看向了他 不用你们费心思爬了 我下来了 袁景泽十分欠揍地说 目光一到风哥脸上 方才不是 还吹嘘你们能打吗 今儿我便陪你们练练手 几人认出 袁景泽就是今天的头彩 扭头看向风哥 风哥双眼微眯 顿时整个人都认真了起来 给左右一个示意 一群人便会议地上前 将袁景泽围住你小心点 秦子京紧张地手紧紧 拽着袖子边 脚一步步移到最边上 我去叫帮手 他不太敢确定自己这个时候 应不应该离开 用不着 就这几条臭鱼烂下 小爷我很快就能解决 袁景泽说着 示意一眼面前的人 一起上吧 几人互看了一眼 齐齐朝袁景泽扑去 秦子京紧张地抱成一团 脑子飞速运转 想要帮袁景泽 却又似乎啥也帮不上 只能干着急 忽然 被人团团围住的袁景泽 高高跳起 一个旋腿 将围着他的人 踢飞了一半 秦子京傻眼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功夫 第五十一章 天大的福气 所以齐承林赶来时 湖滩上早已没了打斗 五个衣着粗鄙的少年 抱头蹲在岸边 秦子京手里 握着一把狗尾八草 站在那火人跟前 盛气凌人地说 以后还乱说话吗 几人纷纷摇头 秦子京小大人 搬地点点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以后管好自己的事 管好自己的嘴 别再恶意边派他人 袁景泽还在一把握拳助威 再敢胡言 把你们舌头都割了 秦子京立马面色惊慌地 看向袁景泽 你别这么说 这有何不能说 袁景泽笑道 军营里不听话的士兵 惩罚比这惨多了 你这也太善良了 这种人不值得你同情 站在湖岸上的齐承林 有些触动 想起在金塔四时秦子京的神情 原来他也并不是针对我一人 我不是同情 就是 秦子京依旧像那日般纠结 与这些出生就知道等级差异 又地位高贵的人谈法制 显然说不通 秦子京叹了一口气 正要作罢 他身旁猛地站起一人 粗壮了胳膊 一下勒住秦子京的脖子 卡得秦子京直冒眼泪 你别过来 风哥乐着秦子京 大声朝袁景泽喊话 过来我就掐死这小丫头 你找死 原景泽眉头紧皱 拳头也紧紧握着 但顾及秦子京的安危 没敢上前 赶紧把他放了 不然我要你命 同其成林一起赶来的欢喜 吓得惊呼一声 姑娘惹得风哥乐着秦子京 转身看湖岸上 只不过 他还没能看清湖岸上 站着几个人 便发觉眼前出现一粒黑点 但反应过来时 早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伴随着一声惨叫 血液渐出 风哥下意识地 拿手去捂自己的眼睛 被他累得险些窒息的秦子京 无力地往地上滑落 袁景泽一个飞跃 冲上去将秦子京揽住 轻松一跃 跳到湖岸上 姑娘 欢喜紧张地冲上去 从袁景泽手里 接过秦子京 秦子京只有有些乏力发软 呼吸顺畅之后 便慢慢恢复了意识 搀扶着欢喜站起身 我没事 秦子京摇头 声音低哑 抬头间看到了黑尘着脸 站在一旁的齐成林 动了动嘴唇 终究没敢说话那些杂碎 袁景泽愤愤不平 等我把他们丢盒里去 秦子京下意识地想来 可手刚拽住袁景泽的衣袖 便又无声地松开了 自己的天真犯了错 还有什么脸面 再去劝阻他们 算了 齐成林忽然出声 他已经得到了教训 哼 一只眼睛 真是便宜他了 袁景泽愤愤不平 一只眼睛 秦子京下意识地要往下看 却被齐成林 宽大的衣袖 挡住了视线 别看了 你不喜欢 齐成林说 秦子京抬头看了一眼齐成林 点点头 完全背过身去 齐成林这才将自己的衣袖放下 袁景泽朝着暗下道 立马带着你的人滚开这里 别脏了赛城湖的水 已经被吓傻的几人 脸滚带爬的起身 把捂着眼睛痛叫的风鸽架起 逃命般地离开了湖边 真没事 齐成林再次问秦子京 秦子京摇了摇头 却忽然目光恍惚了一下 吓得欢喜 赶紧把他掺住 若不然还是找个大夫来给姑娘看看吧 没事 真没事 秦子京抬手制止欢喜 不好意思地笑道 跟那个无关 许是喝了点酒 有些晕 那奴婢去找人要碗新酒茶来 欢喜又说 可千万不要 秦子京死死拉住欢喜 我去车上躺一会儿 你去告诉姨母 就说我完累了 可别说我喝酒的事 欢喜答应着去了 秦子京看向身旁的齐成林和袁景泽 扶了府里 便朝马车走去 袁景泽也打算离去 却听到一旁的齐成林问 你们为何起争执 袁景停下脚步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齐成林 冷笑道 有子京这样的妹妹 可真是你天大的福气 我不管外面那些传言是真是假 请你对她好点 齐成林沉谋私存 心中已有了答案 安夫人对秦子京的借口 丝毫没有起义 略做了会儿 便招呼大家一同回去 秦子京听着启程的声音 挑脸往外一看 齐成林骑了一匹马跟在车外 并没有要上车的意思 秦子京放下车帘 久近微起 靠着一旁的软枕 就着摇晃的马车 打起了瞌睡 马车到秦府时 欢喜打开车帘 一看便惊住了 秦子京怀抱着今日 抢龙珠迎来的宫灯睡着了 这 欢喜扭头看了看四周 秦子京吃了酒 原是打算醒了 找借口 快速溜回朗香阁的 这下睡着了 若是找旁人来抱 可不得惊动安夫人 好在这会儿 大家都忙着自己下车 没人注意到这边 姑娘 欢喜小声地叫了两声 还伸手戳了戳秦子京 但是吃了酒的秦子京 睡得有些沉 根本没有反应 欢喜无奈 瞧着秦成林下了马 赶紧趁衬安夫人 不注意凑上去 快速说明了一下情况 姑娘说不想让夫人担心 可奴婢叫不醒欢喜拒谨地说 秦成林抿了一下嘴唇 低声道 我送他进去 你跟着就行 说完 秦成林便返回马车边 挑开车帘步 看着小小的秦子京 紧紧抱着自己迎来的琉璃灯 不禁扬了嘴角 他喜欢就好 补了先前丢在客栈的那份里 秦成林想着 还是伸手 慢慢将琉璃灯 从秦子京怀里 拿出来地点欢喜 然后他半个身子 钻进马车 过了一会儿 便将秦子京抱了出来 十岁的秦子京 瘦小小的 睡得两脸通红 丝毫没有感觉到 自己被人抱起 稍稍侧身 直接将头埋在秦成林怀里 便又沉沉睡去了 甚至还将一只手 搭在了秦成林的胸口 感受到小若手压上来 秦成林震了一下 这是怎么了 安夫人总算注意到了这边 秦成林立马恢复神色正常 平静地说 他完累了 睡着了 觉不醒 我送进去 安夫人有一瞬间的发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笑着说 哦 好 那你小心点 可别把你妹妹摔着了 这会儿人不少 安夫人刻意咬中了妹妹二字 可等秦成林抱着秦子京进去后 他又迫不及待地转身 捏着秦雀的手低声说 秦雀啊 我的福气快来了 秦雀暗笑 安夫人转过身 想到那些人抢不走自己的媳妇 乐得不太轻快 随意叮嘱了 几句便进了府 我还没好拳 雪糕又病下了 真的 心累 第52章 鱼死网破 所有人都回了府 关于大忌的种种消息 也传回了府 被提前赶回来的秦雀里听说 秦子经得了文宣郡主的赏识 要去成王府的私塾 上学顿时气地在屋子里大发脾气 他凭什么 秦雀里破口大骂 不过是个乡下的野丫头 姐姐 这话不能说 齐梦杰忙起身相劝 毕竟是王妃赏的 万一被人传出去了 齐梦杰话没说完 齐梦李便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都是你坏事 今日 若不是因为你 我能被提前赶回来 齐梦李气愤地说 若是有我在 也轮不到那个野丫头出风头 搞不好现在去成王府学堂的人 就是我了 齐梦杰挨了一耳光 也不敢反驳 顺从弟弟在一旁听着齐梦李的谩骂 齐梦夕远远地在屋外 就听到了骂声 压根就没敢进院子 齐梦李越骂越起劲 屋子里没人敢劝 直到齐燕林黑着脸进了屋 齐梦李才闭嘴 都下去吧 齐燕林看了一眼四周 又看向齐梦杰 你也回去吧 到了老夫人跟前机灵点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心里要有数 齐燕林又加上这么一句 齐梦杰顿了顿 点点头 便赶紧走了出去 屋子里 只剩下齐燕林和齐梦李 齐梦李的嚣张气焰 顿时消失不见 瞧瞧你这样子 齐燕林不满地看了一眼 被齐梦李砸了一地碎片的屋子 娘的精明 你是一点都没学到 尽学了这一身的坏脾气 齐梦李不敢反驳 只好卖惨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听说 那个野丫头 竟然能去城王府书堂 我就气得很 那是人家聪明 齐燕林十分不屑地说 你若是只知道在屋里摔东西 迟早跟娘一样被关起来 我不会了 齐梦李靠过去 挨着齐燕林坐下 伸手拽着齐燕林的胳膊 摇了摇 齐燕林侧头看了一眼齐梦李 虽然嫌弃 但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嫡妹 只能护着 今日抢龙珠 齐成林从塔顶掉下来了 齐燕林说 齐梦李听了 瞬间亮了双眼 怎么样 摔死没 齐燕林摇头 齐梦李一脸失望地皱着眉头道 这废物还真是命大 他若是死了 哥哥即便不高中 也能成爵位了 到时候看谁还敢惹我们 你想去城王府的私塾吗 齐燕林突然问 齐梦李还在数落齐成林 猛然听到 还以为是自己听差了 你说什么 齐燕林难得有耐心地解释道 老夫人当初与城王妃的娘家有些来往 所以 城王妃还敬老夫人几分面子 只要你肯说服老夫人去替你说情 你也可以去城王府的私塾 真的 齐梦李大惊 有这等好事 府中怎么先前没人提 齐燕林看出了齐梦李的想法 点了点头道 先前因为你不是读书的料 老夫人自然不会 为了你去福地求人 那现在会了 齐梦李问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齐燕林说 现在可有大幅比仗 齐梦李眼珠一转 立马懂了齐燕林的意思 齐燕林继续说 去了城王府的学堂 办好两件事 一是盯着齐成林 虽然从今日来看 他多半是已经废了 但防他之心不能无 齐梦李点头 再者 你要想办法 跟文宣郡主搞好关系 齐燕林又说 即便你得不到郡主的喜欢 也要挑拨他与姓秦那丫头的关系 切不可让他与郡主亲厚 平白让齐成林又多一个靠山 嗯 齐梦李点头 又看向齐燕林道 你既这么忌惮齐成林 为什么不索性 齐梦李抬手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齐燕林立马瞪了他一下 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 齐梦李拿下手 只要齐成林死了 大方没有后四 爵位不就名正言顺的到咱们头上了吗 齐燕林讥讽地扫了他一眼 压低声音道 你当真以为 大方查不出我们干了什么 查到了布也是不敢说 齐梦李有恃无恐地说 齐燕林深吸一口气 有时候自己真想打死这个愚蠢的妹妹 但这个家中能如此无条件帮自己的人太少了 齐燕林不得不把话说透彻 以免齐梦李再犯错 他们现在不说 是因为知道即便说了 老夫人也会护着我们 那种小事不足以致我们死罪 但若是真要了齐成林的性命 大方没了希望 就会跟我们争个鱼死网破 到时候 即便是老夫人也护不住我们 齐梦李睁大眼睛 好似听明白了齐燕林的话 默默点了点头 另一边 齐成林将秦子金送回朗香阁 便赶紧走了 他没有回自己院里 先去了齐续元的书房里 齐续元果真在书房等着他 见他进来 示意他将门关上 今日没伤着吧 齐续元问 齐成林摇头 齐续元点点头 今日这么一遭 那些人应该会信几分 不过 你今日顺走 以字卷轴 有些冒险了 齐续元又说 与你交手的几人都是高手 万一有人察觉到 知道了 下次注意 齐成林立马认错 算了 齐续元忽然笑了笑 为父也是过来人 懂你那点心思 齐成林一愣 连忙道 父亲误会 儿子并无他想 只是前去引穿之前 差了表妹一份礼物 见他喜欢 所以想补上罢了 可齐续元 俨然一副 我也将你看穿的神情 笑着道 都一样 只不过 你唯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护得清静之人 在此之前 将你的这点心思 藏好才是 齐成林知晓 自己越解释越黑 唯有低头不作声 这本就是说好的事 不会有变 你只要暂且藏着罢了 齐续元 怕打击了儿子的积极性 又体贴地找不了这么一句 行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齐成林 从齐续元书房出来 有些魂不守舍 这已经是不可变的了吗 那他 以后就会是我的夫人 齐成林品了品自己的内心 不敢说喜欢 也不敢说不喜欢 第53章书侠 隔天城王府当真 让人给秦子经 送了文房四宝 文宣郡主 还特意叫来人 转告秦子经他明日 会在学堂等他 秦子经抢笑着 送走城王府的人 转身就殃了 倒是安夫人 一脸喜悦地说 这样正好 明日起 你就可以同子异 一起去学堂了 秦劝 你派人去前面 把公子请过来 我与他交代几句 秦子经猛然回头 诧异地看着安夫人 姨母 您刚才说 我以后跟表哥一起去学堂 对啊 子异也在城王府的私塾呢 安夫人说着 揽着秦子经进屋 所以 你不用害怕 城王府的私塾里 没有乱七八糟的人 大多都是你昨日 在大际上见过的 而且有子异在 有什么不懂 只管问他 这样也好 省得你每日 都在这院子里居着 学堂里都是 与你年岁差不多的孩子 你也可以交些 玩伴安夫人继续说 低头却发现 秦子经在走神 秦子经想的 可不是交朋友 他对于那些当真 只有十几岁的孩子 没有交友的兴趣 只是意识到 自己以后跟齐成林 一起上下学 岂不是能有许多 与齐成林相处的机会 不仅如此 自己还可以 借机缠着他读书 席子等等 课间还能一起做游戏 一来二去的 怎么着 也得把他的性格 带活泼点吧 紫荆 安夫人打断 秦子经的神游 怎么心不在焉的 不愿意去学堂吗 没有 没有 我特别高兴 秦子经立马兴奋地说 我是太憧憬了 所以一时走神了 秦子经刚说完 外面便传齐成林来了 秦子经立马亮了双眼 乖巧地 站到安夫人身后 等安夫人嘱咐完齐成林 便快速接话道 姨母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表哥 我能跟他一起回去吗 去吧 去吧 安夫人十分乐意 寻着廊下走 天热 别晒着了 嗯 秦子经应了一声 赶紧去追 已经出了门的齐成林 齐成林昨日被齐父一句话 弄得纠结许久 方才在屋里 见了秦子经有些别扭 所以听了安夫人几句嘱咐 便赶紧退了出来 乃曾想 还没走多远 就被秦子经叫住 表哥 秦子经跑上来 就拽住齐成林的衣袖 明月要去学堂 我还有许多不懂 可以问问你吗 齐成林点头 秦子经立马 笑着说 那去你院里 齐成林一愣 自己可还没说话呢 快走吧 秦子经也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直接拽着他的胳膊走 问完你 我还得回去收拾东西 时间很感大 齐成林原本想拒绝 但看到周围的下人 纷纷看过来 只好闭了嘴 跟着秦子经往回走 那我以后 是每日都要上学堂吗 秦子经问 每寻头尾各修一日 上八修二 比九年义务教育还累呢 那每日什么时候出发 什么时候回 夫子沉正开讲 不得有误 故此沉出便要出发 让院子里人早些 背上你的早饭 齐成林很认真地提醒道 散学时间不定 夫子讲完即可散去 有时早有时晚 那午饭呢 秦子经问 学堂有小食堂 让下人去买就行 夫子都会教些什么 礼 月 社 玉 书 术 皆有所教 这么丰富 秦子经诧异 怪不得都说成王府的私书后 原来不仅仅是讲学的夫子 有资历 还是因为课程丰富 就好像现代的一些 贵族学校一样 贵在配套设施 两人说着话 就进了秦成林的院子 表哥平日里 去学堂都带些什么 可让我瞧瞧嘛 我也好交代他们照着准备 去我书房吧 秦成林说着 吩咐石头 去将我的书侠来 石头赶紧取了 秦成林的书侠 起身拉开自己的书侠 为秦子经介绍 这层放文房 这层放书 这层放纸 底下还有一个暗格 可以放些细碎银两 或者硬张 秦成林一层层的拉开 示意给秦子经看 他的书侠一共四层 约莫成人膝盖那么高 乌木色 背面定了厚重的背带 可以双肩背负 书侠的锁头上 还坠了一块玉 不大 但秦子经看到那玉上刻着旗子 有点大 秦子经苦恼地说 这我背不动 哪里需要姑娘您背 自然是跟去的人背着 石头笑呵呵地插嘴道 秦子经还是摇头 那也大了 丫鬟们背着也怪类的 秦成林看着他的样子 温声说 你用的话 确实不需要这么大 书局里一般都有些小巧的 其他府上的姑娘 一般也用那种 秦子经等的就是这句话 里面贴到秦成林身边说 真的吗 那表哥 你陪我去书局吧 让下人去买回来就好了 秦成林说 那怎么行 我自己学习 肯定要我自己挑啊 万一下人挑的不好看 岂不是会影响我读书的心情 秦子经说着 微微别嘴 身后轻轻扯了扯其成林的衣袖 求你了 表哥 你就陪我去吧 这撒娇的小模样 看得石头都心疼了 冒着被主子责骂的风险劝道 秦姑娘要去学堂 这是喜事 公子里应陪着去趟书局 果不然 其成林就回头 给了石头一记冷眼 然而此举不仅没有威慑到石头 反而给了他信心 果然 公子和秦姑娘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没有直接动手 今日闲着也是闲着 何不陪秦姑娘走走 石头说完还不忘配合地 给秦子经识眼色 秦子经立马会议 牢牢拽着 其成林的衣袖说 表哥 去吧 其成林心里不乐意 可以低头 被上秦子经 忽闪忽闪的眼睛 拒绝的话顺时 不忍说出口 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秦子经和其成林 前脚刚出府 后脚下人们便将消息 传给了安夫人 安夫人听了那个乐啊 我这福气啊 安夫人乐得何不拢嘴 真是挡不住 秦却看着 笑而不语 这回的福气还挺长 第54章礼物 到了 其成林说着 便躬身要下马车 秦子经侧头 看了一眼窗外的书局 赶紧一把拽住了 其成林的衣袖 这 这家不行 换一家 秦子经说 为何 其成林侧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书局 这家可是最大 最齐全的书局了 反正就是不行 我看着不喜欢 秦子经蛮横无理地说 偌大的京城 难道就没有第二家书局了吗 其成林私存了一下 退回马车里 那就去下一家吧 等马车重新动起来 秦子经才稍稍安心 这可是上次说好了 要抄书的书局 自己如今书才写了一半 若是进去遇见那店掌柜 当场问起这事 自己可没法缘 其成林也看出了 秦子经的别扭 但他本就话少 也没再多问 马车到了 另一家书局门口 秦子经轻松地跳下车 看门头 这家书局 确实不如先前的那家大器 门扁都裹着旧色 这里面好漂亮 秦子经探头 看了一眼 立马双眼一亮 这家店整体偏旧色 但秦子经偏偏就喜欢这旧色 就连书架的雕花 都叫秦子经欣喜 公子 小姐需要些什么 店长桂文声出来 拱手朝二人一拜 秦子经和其成林赶紧回礼 可有小巧一点的书侠 其成林问 店长桂看了一眼秦子经 立马会议 绕进柜台 踩着凳子 从身后的架子上 取下几个书侠 摆在柜台上 您瞧瞧这几个 可有喜欢的 柜台上的几个书侠 皆是手提式的 大小宛如石盒 有两层的 有三层的 抽屉与抽屉间 皆有黄铜的搭扣 你喜欢哪个 秦子经问 秦子经个子比较矮 勉强与柜台气高 要想看清柜台上的书侠 有些困难 他点了点脚 还是不够 便转头看向一旁的秦成林 你可以把我举起来吗 秦子经问 秦成林被这话惊了一下 盯着秦子经看了半晌 侧头对店长柜说 麻烦搬的凳子 店长柜赶紧 将自己方才才脚的凳子 搬出来 秦子经踩上凳子 便很轻松地 看清了柜台上的书匣子 他伸出手 一个一个地提起来试了试 木材不同 重量也不同 秦子经心里 已有了选择 却故意别嘴看向秦成林道 好难选呢 表哥帮我挑吧 我也不知道 哪个比较好 秦成林无奈 指得自己又上手每个 都试了试 然后指着其中一个说 这个 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秦子经看了下 与自己选中的正巧一样 便连连点头道 嗯 那就听表哥的 店长柜赶紧笑着说 那我现在就将这个包起来 姑娘这是初入学堂 除了书侠 可还需要些其他的 文房 纸笔 再拿些纸 后是些不易偷抹的 这回不等秦子经开口秦成林 便先帮他做了决定 其他东西府里都有 晚点让下人去库房取就是 秦成林侧头 被秦子经解释道 嗯 谢谢表哥 秦子经笑着点头 店长柜迅速包好 其成林要的东西 快速在算盘上拨弄了两下 一共是七两银子 秦子经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腰间 愣了一下 然后扑闪着眼睛 看向其成林 出来的急 秦子经压根忘了带银子 这回事不用找了 其成林自秀袋里 摸了两块银粒子 放到柜台上 店长柜赶紧放到一旁的撑上一撑 足足八两 当即拱手朝其成林败谢 充当车夫的石头 十分狗腿地上前来 接过店长柜包好的书霞 请二人上车 公子 难得出来 可要带秦姑娘四处走走 石头在其成林上车时 凑上前提一道 其成林这回没心软 直接抬手 便给了石头一记暴力 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 其成林冷着脸压低声音说 说完便上了马车 秦子经还在纠结银子的事情 见其成林上来立马道 实在抱歉 我出门急 忘了带 回去后 我便将银两还你 不用了 其成林淡定地说 你出入学堂 便当是送你的礼物 礼物 秦子经双眼一亮 感觉这个词 从其成林嘴里说出来 可不容易 那就谢谢表哥了 秦子经不再推迟 心里却在想 收了礼就要回礼 我回给他 他兴许会再回一份 这一来二往的 可不就促进了关系吗 秦子经盘算的兴奋 便顾不上其成林 侧身趴在车窗上神游 想着想着 目光便被街上的摊贩们吸引 那面具是线化的吗 一笔就成 那人在用草边传 那摊位上的手工瓶好漂亮 可惜马车在走 秦子经来不及看清 他双手拽着窗盐 整个脑袋 几乎快钻出窗外 忽然马车猛地一抖 跪趴在座位上的秦子经 整个身子 直接扑出了车窗外 好在其成林 一直留意着他 眼疾手快地 将他拦腰抱住 拉回车里 这才免了一场车祸 秦子经吓了一大跳 小手下意识地拽紧 齐成林的衣精 埋在他胸前 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缓回神来 马车也停了下来 石头下车 与人起了争执 原来是一条货郎的扁单 倒在了路中间 才害得马车颠簸 没事吧 齐成林问 秦子经已经缓过神 慢慢松开 齐成林摇摇头 又看看窗外 小声说 叫石头回来吧 那货郎也不是有意的 算了 齐成林点点头 叫回石头 吩咐他赶紧回去 马车又重新走动 秦子经也不敢再趴车窗了 以着软枕 呆坐着 齐成林打量了他几眼 又想起他方 才看窗外时的目光 仿佛眼中有亮一般 不难猜出他想下车 但齐成林还是忍住了 陪他的心思 马车一路回了齐府 秦子经兴致缺缺地 与齐成林道了谢 与前来接他的东凤凤 一起回了朗乡阁 哎 明明出去的时候 还十分欢喜呢 回来尽愁眉苦脸了 石头望着秦子经的背影 长叹了一口气 明明 话未完 后脑勺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第55章片帮 安夫人听说老夫人出门了一趟 也没说去了 便在老夫人回来后 赶紧去请安 她怎么也没想到 老夫人会亲自去城王府 为齐梦里求一个入私塾的机会 老夫人是有些旧交 但舔着老脸去求城王府 丢的是她的脸面吗 丢的是齐府的脸面 是齐府当家齐续元的脸面 安夫人想着 当初齐成林要入学 都是戒神武侯之口 可老夫人却为了二房的齐梦里 去开这个口 这倒也罢了 老夫人竟打着齐梦里 要入私塾的名义 将司过堂里的杜夫人接了出来 安夫人见着杜夫人那张得意的脸 只觉恶心 也没心情再做 直接起身离开 老夫人如此 让老爷情何以看 清雀快步跟在安夫人身后 小声道 哼 她若是能为老爷多享半分 这齐府也不至于这样 安夫人十分不满 为自己相公不值 为儿子不值 为秦子经不值 可要派人去告诉老爷 清雀又问 安夫人沉默了一阵 虽然嘴上抱怨 但又不得不为齐续元做打算 一会儿 你让散点消息出去 就说是 老爷念在二夫人司过新城 许他早日出司过堂 安夫人于是说 老爷公务繁忙 多半也是顾不上这边 即便是知道了 也不可能当真为此 去跟老夫人起争执 让人传出来了 岂不是要悲伤不孝的骂名 是 清雀点头 再有 让人去把欢喜叫来 安夫人又说 不一会儿 安夫人见了他便直言 明日起 姑娘会去城王府的私塾读书 东凤虽然沉稳 但毕竟对京中不熟 便派你去跟着 是 欢喜十分欢喜 安夫人却高兴不起来 扫了他一眼道 我方才从老夫人出来 明日起 梦里也会去城王府私塾 你跟在姑娘身边要机灵点 别让姑娘被人欺负了 夫人放心 我一定一步步离地跟着姑娘 欢喜信誓旦旦地说 这是自然 安夫人道 不仅如此 你还要防着他们 万一发生了什么 以紫禁的安危为重 欢喜迟疑了一下 小声问 若是因此惹了大姑娘 自有我给你做主 安夫人硬气地说 你只管护着紫禁就是 奴婢知道了 欢喜放心地应下 再者 姑娘的物品 你可要收拾好 万不可将香囊 手帕 团扇一英物品落在外面了 被学堂那些公子们 捡到了 倒会好好归还 万一落在旁人手里 可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知道 欢喜立马变得十分严肃 这种事关乎姑娘名声 即便大大咧咧如她 安夫人赶紧问 欢喜 抿了名嘴说 奴婢特意去问了石头 说是姑娘 想逛街 公子没同意 安夫人听了长叹一口气 顿时满脸愁容 又是白高兴一场 紫禹这孩子 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唉 当娘的 真是活该操心 清却在一旁听着 当真不知道该跟着伤心 还是该笑 夫人这福气 真是不长久 秦子京确实一回院子 就进了书房 还特意只要东奉伺候 倒不是跟齐承林志气 只是今日出门 提醒她得快点降书局 要的书抄完 早些换钱 外面那么多新奇玩意儿 个个她都感兴趣 若不赶紧赚点钱 以后见了她也买不起 过情论 分上中下三篇 每篇有近九百字 再加上段落排版 将近千字的版面 秦子京为了防止出错 已经提前用小字墨写了 一遍在纸上 如今只要照着腾抄就好 秦子京细细算过 一千字的版面 约莫每页写六十字左右 十八页左右 作为一本书的厚度正合适 秦子京静下心 写起来速度很快 一刻钟约莫能写上四五页纸 上篇花了半个时辰 便全部完成 东凤负责研磨和晾晒 他认识的字不多 更辨不出自己好坏 但是看着秦子京 所有的字都端端正正 而且大小一样 便觉得十分好看 姑娘这字真好看 东凤将晾干的纸张 小心翼翼地收起 交给秦子京 嘘 秦子京抬手做了一个 静声的动作 小声道 这是你知我知 绝不能叫第三个人知道 东凤赶紧拧紧嘴唇 重重点头 秦子京将所有的纸张 按着文章顺序排好 放上封面和封底 靠右下对齐 便小心翼翼地 将一叠纸放到抽屉里 又在上面压了一本书 再加上一块燕台 注意点 别叫人动着抽屉 秦子京嘱咐东凤道 东凤点头 正想劝秦子京些些 外面响起敲门声 还有欢喜的声音 姑娘 奴婢从夫人那边回来了 秦子京赶紧小心地 将抽屉演好 随意在桌角剪了一本书 拿在手里装样子 进来吧 欢喜推门进来 手里还端着安夫人给的托盘 进屋后 将安夫人说的话 与秦子京重复了一遍 姨母思虑周全 明日一早我去谢她 秦子京说 既如此 你便将这些收好 欢喜点头 又说 夫人还嘱咐 让姑娘明日同公子早些出门 免得跟二房大姑娘撞一起了 其梦里也要去城王府私塾 秦子京十分诧异 欢喜点头 十分不屑地说 老夫人舍脸去求来的 哼 秦子京连着笑了两声 老夫人还真是偏帮二房啊 姑娘怎么还乐上了 她这就是嫉妒您 欢喜极了 到了学堂 只不定要如何害您呢 秦子京笑而不语 其梦里也就是窝里横罢了 到了没有老夫人和杜夫人 护着的地方 谁知道会是怎样的呢 第五十六章 扎毛的母鸡 城王府私塾 就在城王府边上 是城王府的一处别院改的 私塾里现有学生十三位 皆是宗亲世家 尚未入阁学院的公子及嫡女 这个朝代虽不对女人 有过于苛刻的限制 但女子不得入朝为官 不得自立门户 而且嫡数有别 即便是王府庶女 亦是不可入宗学读书的 所以 城王府的私塾里 只有三位女弟子 除文宣郡主外 还有陈国公和郡安后府上的嫡女 如今加上秦子京和齐梦里 刚好五人 正好坐满一列 秦子京同齐成林来得早 首先见到的是私塾管事陈聪 陈聪按顺序将他安排在中间列第四位 正好与齐成林同牌 秦子京出到这里 也不敢擅自走动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四周 这间学堂与他曾经走访的一些书院 学堂差不多 中间供奉孔夫子向 夫子向下便是先生的桌案 再往下 摆了十五张桌椅 一共三列 每列五排 门在南面 此时门板已经全部撤去 东面开了两扇巨大的窗 这会儿也是开着的 今日是晴天 出生的太阳从东面斜照进来 柔柔地铺在桌上 也裹着人的身影 拉出细长的影子 齐成林坐在秦子京的右侧 秦子京的影子 正好压在他的影子上 巧妙地在墙上重叠 秦子京一摇头 头边的布摇晃动 那影子看起来 就好像齐成林带了布摇一般 逗得秦子京笑出了声 齐成林侧头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他立马鸣嘴憋笑 朝他摇摇头 视意无视 齐成林没有多问 继续低头 去看自己手里的书 秦子京忍了一会儿 又悄悄侧身 举起胳膊 在齐成林影子的头上 比了一只狗头 而且狗嘴巴还无声地狂吠着 狗头之后 秦子京又比划了攻击 然后是兔子 紧接着又是杂毛的母鸡 正想着在换一个动物时 秦子京注意到 齐成林的影子换了方向 原来是齐成林转身看向了墙上 而此时 那只杂毛的母鸡 还猖狂地站在他的头上 秦子京下得赶紧将手缩回 藏到了自己身后 然后用另一只手 随便抓起一本书翻开 立即将自己的脸挡住 齐成林收回目光 转身看向已经躲起来的秦子京 看错了 今日夫子讲签字文 哦 秦子京硬着 又慌忙在一堆书里 找到签字文 摊开在桌上 然后侧身朝东坐 还故意支起胳膊 挡住齐成林的目光 以此掩耳盗铃 齐成林收回目光 继续看回自己的书上 但看着看着 嘴角不禁勾起一抹笑不一会儿 弟子们陆续到来 都只扫他一眼 便回各自位置上坐好 屋子里开始有议论声和攀谈声 或说着昨日见闻 或说起先生讲学 也有商量散学后去乃玩的 秦子京注意到 无人跟齐成林交谈 而齐成林也只是一心看书 好似跟这些人处在不同的时空一般 秦子京本以为齐成林 只是不愿意与祈福的人来往 没想到 也难怪他与袁景泽同窗数远 袁景泽却说与他并不熟 秦子京才想到袁景泽 头上便被袁景泽轻敲了一下 竟也不知道约我一起 秦子京抬头 今日的袁景泽穿得文质冰冰的 衣服颜色也比前几日在大际上的素雅 敲秦子京头的正是他手里的折扇 我与表哥一起过来的 秦子京说 袁景泽扫了一眼齐成林 随即在秦子京东面的位子上坐下 你坐这 秦子京诧异 神武侯虽说是新风侯 但爵位不低 且正的圣宠 不至于会排到第四排 嗯 这里靠你进 一会儿如果有不会的 我教你 袁景泽玩笑地说 正巧原该坐这位子的弟子进了屋 是个老实内敛的读书人 看着袁景泽连话都不敢说 你赶紧把位子让给人家吧 秦子京盲劝 我若不会 还有表哥呢 真要请教你 也不过两步路 我自会走过去 三句话就离不开表哥 袁景泽懒懒瞥了一眼头 都没抬一下的秦成林 然后转头看向 站在桌边的人 去我的位子上坐 以后都这样坐 那人当真老实 一声不吭地 便走到西边第一个位子上坐下 秦子京明显感觉到那些 焦头接耳的人 偷瞟自己的目光变多了 但他并不在意 侧头听着 袁景泽在自己耳边锅躁 身后脚步声越来越密 弟子们陆续到来 奇梦里也到了 打扮得十分精致 只不过他刚进门 文宣郡主 同令两位嫡女一起进了院子 学堂里诸多弟子起身 与他们打招呼 顿时把一脸兴奋的奇梦里 给晾在了一边 秦子京也起了身 没刻意往前 等他们都互相行过礼之后 才笑着朝文宣郡主行礼问候 文宣郡主服他免礼 又低声说 今日来得晚了 不与你多话 免得夫子瞧见了生气 无些时候再说话 秦子京点头 又朝文宣郡主身后的 两位姑娘行了礼 转身目送 文宣郡主走到中间 第一个位子坐下 这时陈聪提醒道 夫子马上道 诸位